神帝子江羽 为侮辱圣帝圣子一事 你可知罪 老匹夫 我何罪之有 大胆逆途 若有意网开一面 你却不识好歹 来人呐 传令下去 废掉江羽至尊谷 至尊谷 原来如此 不过是那狗屁圣子 想要躲我这至尊谷罢了 西渠至尊谷 想要尽管拿去 只是三年后 我将予发誓 你们和灵霄圣帝 会为你们今日的所作所为 和除代价 进程激活 正在进入系统 三年了 总算是完成了激活系统的任务 一 攻击速度 完成至尊谷重生 成功激活系统 任务奖励 神机功法 圣地凡心诀 各出奖励 是强霸子 不死之身 诸天最强体制 万劫不云 永恒不灭 这里是积国任务的奖励 哇 神机功法 还有不死之身 我这三年受的哭 值了 系统 我爱死你了 等系统将暂时关闭 奖励空间 系统正在关闭 宿主强制一处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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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系统刚刚说我已经无敌了 可是我明明才只是一个练器 就是渣渣啊 啊 天语大陆 武者分练器 练器 武席 真语 不灭 宗生 无法 圣人 认识九大境界 每一境界又分初中后期 境界之间的差距 如如千切之别 难道其实我很强 只是我自己不知道 这把剑是灵品法宝 就算是五行竞强者的肉身 也无法抵抗 管他呢 反正我已经是不死之身 豁出去了 啊 我靠 啊 啊 发生了什么 啊 这是突破的机器 怎么回事 啊 难道我没死一次 就会变强 这是 要弟子突破了 决想了强大的体质 这体质竟然比当年江雨的至尊骨气息还强 啊 真是天佑我鸿武门 嗯 传令下去 找到这个弟子 我鸿武门 要重重栽培他 真的要这样吗 宿主 给我 快给我 我要我要 来吧 兄弟我吧 好吧 这种事我也是第一次 你忍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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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强是真地累啊 啊 啊 宿主 请求着你的凡尔赛行为 想不到死的整整一千次才突破到五星镜后期 每自杀一次才增加一点经验值 想要突破到真五星居然要死一万次 齐齐一万次 但系统愿意帮你这个忙 我靠 你还上瘾了 话说你是不是故意在坑我 喜欢任务难就算了 生气还这么坑爹 开玩笑 我做系统的 能坑主角吗 不信 你看看我真诚的眼神 嗯 滚 嗯 算了 打死我也不想再找虐了 还是先研究研究工法吧 至少学习 上体翻新觉 经验不足 学习神机工法 须支付一千点经验值 诶 你 经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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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奉长老之命 我等负责在宗门中寻找觉醒体制的弟子 只是 这个弟子的气息 并和虚有虚无 莫与肉线 啊 莫非 是虚无体质 或者是仙天混沌体 虚无体质 仙天混沌体 那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仙体啊 到了 998 999 什么 江云哥哥 他怎么会在这儿 哈哈 真香 最后一次 神机工法 唾手可得 江云哥哥 别做傻事 别一 是你 你就是 江云哥哥 你为什么要做自杀这种蠢事 我知道 三年前父亲对不起你 可你也不能自寻短剑呢 听说 爹一 我不是在自杀 这件事 我很难给你解释 刚刚那个姿势 确实在别人眼中向极了自杀 总不能说我是在训练嘛 江云哥哥 你的行为恢复了 难道说宗门中觉醒体质的人是你 觉醒体质 看来是我至尊骨重生时 外来的气息也被人察觉了 太好了 江云哥哥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的 长老们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 想必他们脸上的表情一定会很精彩吧 哈哈哈哈 恭喜 林长教又得以天才弟子 哈哈哈哈 使者大人说笑了 我洪武们 又怎比得上灵霄圣地那般人才积极 林长教过谦了 上次是至尊谷 这次又是比至尊谷更强的天才体质 就算是在我圣地也是十分罕见啊 只不过 这次我来贵派 不单单是为了恭喜林长教 你这个天才弟子 我圣地有意纳入麾下 什么 使者大人 三年前 我已经将我派江云的至尊谷 废除献给圣子大人 这次的 怎么 林长教是不愿意 别忘了 你们洪武们 不过是我们灵霄圣地的一条狗 咱们做好一条狗 不用我教你吧 林大长教 是是是 使者大人 属下多言了 你放心 林长教 只要你一心投效圣地 好处自然不会少了你的 提兵长教 大小姐 已经将觉醒体质的弟子找到 正在殿外静候长教传唤 快快有请 好久不见啊 长教师尊 江云 怎么会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 快给我滚出去 这里岂是你一个废人能见的地方 江云 有意思 废人 哈哈 掌教师尊 你老糊涂了吧 不是你老急着召见我吗 怎么变连比翻书还快 啊 五行径后期 你不是已经被我废了吗 哈哈哈哈 老东西 凭你也想废我 该死 想到这江云被我废了 还能觉醒新的体制 觉得圣地要招了他 以他的天赋 他若进入圣地 将来以我对他的所作所为 一定会被这小的报复 只能先将他扼杀在摇篮里吗 大胆逆 也敢出言不逊 独独长教 再给我跪下 玄解五计玄武长 这老东西是想杀了我 林紫月 你干什么 使者大人 小人一时失手 好 江云 这次你死定了 够了 我不想请你解释 杀了江云 你就等着治罪吧 宿主 宿主再次死亡 经验之嘉义 达成条件 是否学习神级功法 圣体烦心绝 恭喜 现在行为全力一掌 怎么可能杀不了这小的 怎么 我没死 是不是很生 王王 别 是 快吃我一掌 快吃我一掌 震天旨 雕成小技 这小子 不愧是青年俊才 我圣地西厂 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啊 这是我跟林紫月的事 你是什么人 不要插手我们的私人恩怨 这人的修为恐怕比林紫月还强 他什么来了 大胆逆逃 这位大人可是林霄圣地西道场的副场主 得罪了他 你就是有一万条命也不够死的 林霄圣地 哈哈哈 湘宇 不要误会 我林霄圣地也是分东西两个道场的 和你有恩怨的是东场的圣主 比我西场无关 我西场一向爱惜人才 你好好考虑一下 加入西场前途无量 什么东西 西场 听着怎么有这么强的记事感 哈哈哈 没错 正是西场 江鱼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以你的天赋 只要肯为我西场效力 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 哼 任何条件 没错 那 如果我说 我要你们林霄圣地圣子方兴宇的命呢 这 啊 怎么做不到 看来所谓的圣地西场也不过如此嘛 江鱼 这件事本作确实做不到 能否换个条件 哼 抱歉了 我对其他的条件不感兴趣 哼 江鱼 你不要静止不吃吃法解 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要知道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 也不过是个蝼蚁罢了 哈哈哈 你这是在威胁我 那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谈判的必要了 哼 江鱼 你这是在找死 找死 还有这段好事啊 哈哈哈 没错 我就是在找死 有能耐就过来干掉小爷 好 你有种 我让你这样见识我圣地的圣经武器 顺杀大法 居然是顺杀大法 嘿嘿嘿 太好了 这家江鱼这小子死定了 经验值加108 啊 我去 什么情况 经验值加108 意思是我刚刚死的108次 哈哈哈 不愧是真正的强杀送上门的金业宝宝啊 识者大人果然神功盖世 竟然连顺杀大法都修炼到如此境界 林长教过誉了 本作不过刚刚入门顺杀大法而已 我圣地太上长老 曾用顺杀大法一息斩杀数万妖灵 我还远远不足啊 哪里哪里 识者大人过千了 哈哈哈 嗯 怎么可能 你 你中了我的顺杀大法 怎么可能没事 哦 原来刚刚那招叫顺杀大法 倒是有点名堂 差点让我受了点伤 也许你再试几次 说不定能杀得小于我 看吧 赶紧给小爷再送点经验 跟小爷突破到真武镜就送你上路 五行军 五行军楼椅 断然不可能接下来的顺杀大法 这江鱼 这江鱼到底觉醒了什么体质 太上长老大献将尽 我西场正是因为有太上长老生死才能我们家东厨一头 所以才寻觅合适的天才培养给太上长老用于度势 看来这江鱼的体质更适合太上长老多事了 死死了 杀不死 很好 江鱼 本座对你有些刮目相看了 本座今日暂请不杀呢 再给你几日考虑 啊 还考虑什么呀 快点再打我几下 小爷我宁死不去哦 哼 解药不逊 我再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林子月 你给我看好这小子 本座有大事要回圣地禀报 三日之后 若是我见不到这小子 你们红武们也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 这 什么情况 不打了 别走大哥 我说你有死不去是开玩笑的 你再打我几下也许我就屈服了呀 别放弃呀 失败乃是成功之魔 这小子智障 喂 经验值加三百六十 真是个活雷锋啊 感谢老铁送的四百六十八点经验 什么情况 走 看看去 我没有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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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他 啊 对对对对 就是那里 啊 用力点 哎呀 你没吃饭哪 够了 江羽 你记得盼着 不要欺人太善 哎呀 啊 掌教大人这是要怪罪弟子啊 看来弟子只好以死谢罪 才能平息掌教的怒火呀 别 啊 哎 掌教大人这是何苦呢 可恶 想不到老夫纵横江湖多年 一天卷会栽到一个小儿身上 要不是使者点名要留这小子的命 老夫早就 江羽 哎 刚刚是我太冲动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切不可冲动行事啊 啊 刚刚在下只是跟掌教开个玩笑 弟子怎么可能会干自寻短见这种蠢事呢 更何况 弟子这条命虽贱如蝼蚁 却也关联着洪武门上上下下几百 人的性命啊 嘿 就算我想死 也得为各位同伴们着想一下 你说是吧 掌教大人 是 是 你说的对 嘿嘿嘿 我去 这谁啊 这么嚣张 连掌教师尊都要向他点头哈牙 是 师弟 甚也 那可是江羽啊 咱们洪武门的头好狠人 那句话被他清掉了 是要明明的 有那么恐怖吗 当然 前几天有几个师兄冲动了他 他当场一把刀夹在自己的窝子上 又完自杀 打着老连忙掌斌的那几个师兄 这才让江羽没自杀成 他自杀就自杀呗 为啥大家都好像很怕他自杀一样啊 这你就不懂的吧 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唐经阁重地 先杂人等 禁止入内 这从容的姿态 这娴熟的自杀手法 莫非他是 是江羽吧 放他进来 武长老啊 好久不见 你老依旧神采飞扬啊 哼 狗小子 你倒是变了不少 油腔滑掉 你的事老夫早有所耳闻 外面这几天鸡犬不能的 都是你小子搞的鬼吧 嘿嘿 各讲各讲 江羽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也不要做得太过了 就当看在你师父江月的份上 收敛点吧 你来藏经阁 不是来跟我这个老头叙旧的吧 走吧 快进去 藏经阁第三层的钥匙 多谢武长老 唉 林紫月 这算是老夫最后能帮你的了 我也算对得起你父亲的嘱托 希望江羽这孩子能祈福这份善意 不然日后我把红武门迟早的自食恶火 好 看来这几年您紫月没少从灵霄圣地得到好处啊 这藏经阁第一层的藏书比以前倒是多了不少 功法秘籍 秘籍 小爷来了 天呐 那不是江羽吗 离远点 离远点 天呐 功法秘籍分为仙 道 圣武 群 牛 凡 六大等级 除了凡极功法之外 其余任何功法秘籍 都需要境界达到五行进 方可开始休息 藏经阁第一层 都只存放着繁极功法 对我为什么答应 还是去第二层吧 嗯 这是什么东西 以前有这玩意儿吗 是 给我开 什么情况 哈哈哈 江羽 用蛮力可是打不开这道石门的 将要进入第二层藏经阁 需要将石门繁极功法修行至大成才可入内 我花了三年时间 才将石门功法学习完 至于你就慢慢等吧 哈哈哈 不就是石门繁极功法吗 这次就这样 鸡头 大清早的干嘛呀 有没有办法让我速成石门繁极功法 繁极功法速成石门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果然做不到吗 我居然指望你这个废物系统 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吧 谁说我做不到了 我只是好奇 你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垃圾功法 还要学习石门 嗯 你别管那么多了 快点告诉我怎么做 你只需要将手放到功法秘笔上 用经验学习即可 哇 原来如此 我这种小事情 不要打扰本 好 嗯 写是这本 是否学习不入流空法 黄虎拳 不入流空法 黄虎拳 学习成功 经验 简易 果然厉害 西头 我爱死你了 大广长 学习成功 鸠龙身法 学习成功 蓝风长法 学习成功 嗯 那不是江雨吗 怎么还要上第二层 估计 是又想用蛮力推开古池 等着看他出丑吧 好 好刺眼 诶 师兄 请问师兄是如何做到 在半柱箱内 一袭成石门凡击功法的 恳请师兄赐教 啊 强者 不需要解释 哇 真乃无辈开魔啊 什么时候 未能像他一样潇洒 灵极高阶功法 火源树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功 又失败了吗 远一师妹 不过是一门火系功法罢了 你若想要 我可以送给你吗 哼 这个女人真是不吃台课 总有一天 要你成为我的女人 乖乖跪在我周涵面前 嗯 要人打开了第二层的通道 这不可能 啊 江宇 怎么会是你 嗯 嗯 嗯 周涵哪 怎么就不能是我 啊 你小爷的天资 怎么会和某些人一样 学习区区十门繁迹功法 真要花费三年之久 你放屁 江宇 你一定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我周涵才不屑跟你争辩 啊 看来有些庸才始终认不清自己和天才的差距啊 你说谁是庸才 啊 就是啊 你说谁呢你 江宇 你把话说清楚 哎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场的各位 不是庸才 啊 江宇 你是真的 来的好 正好让我练练新学的武技 过军腿 游泳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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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说了你们这群人都是庸才 非要自己找孽 何必呢 何必呢 江宇哥哥 嗯 蝶一 原来你也在啊 江宇哥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事 就是和师弟们切磋切磋武技 哎 红武门的弟子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呀 确实 有些人不仅学艺不精 还喜欢骚扰女弟子 品德败坏 看来我得找个时间给长老门商议一下 整队门派封记的事了 可恶 江宇 你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我要将你碎尸完断 第一 这第二层的功法都有结界防护 那要怎样才能得到其中的功法呢 江宇哥哥 你是第一次来 嗯 原来如此 这藏经格第二层 存放着灵机以上的功法 灵机以上的功法 都已经拥有自己的意识 会自行选择合适的武者来修炼 只需要将自己的气息在存放功法的结界处展露 功法自然就会进行筛选 如果适合修炼 功法自然便会破戒而出 啊 原来如此 嗯 我试试 气息外放是吧 啊 就是 什么情况 地震 老大 修炼呢 大惊小怪 慌什么 亏你们还是修炼者 我的玄机低阶无计 别跑 不动 不 不会吧 仅仅是站在原地气息外放 就让整个第二层的功法全部破戒而出 就是何等害人天文的天赋 啊 咦 这么多功法 看来这藏经阁第二层的防护也不过是虚有其表嘛 那是火元术 嗯 爹医师妹你需要它 那送给你了吧 谢谢 谢谢江鱼哥哥 嗯 怎么都是这灵气功法 这第二层难道就没有玄机功法了吗 玄机低阶武器 秦龙手 呃 江鱼 松开你的脏手 那是我的功法 啊 你的功法 你说你的就是你的吧 这功法写你名字吗 就是 藏经阁第二层的功法 一向是能者得知 钟恒 你这般无力取闹 不怕我像大长老高中吗 放屁 这藏经阁第二层 哪来的玄机功法 这功法分明是我十尊赐于我的 你 哎 爹医师妹 犯不着跟这种人生气 周恒 你不是想要这功法吗 有本事就从我手上拿走 没本事的话 就给我滚 好 江鱼 这是你逼我的 你以为我周恒怕了你 好 这枚霸王丹 能让你短时间内提振一个大境界 非到万不得已 千万也不可动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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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气息几乎相当于真武镜中期 钟寒 你疯了吗 真武镜中期吗 不过如此啊 钟寒 我就让你三招 免得事后大长老内头老乌龟 说我以大欺小 江羽 死到临头还敢出颜不许 本没事 江羽哥哥 危险 快避开 不 可能 圣体白心局 你要是五星将 你不可能这么强 第一招 你明明是个废人 我不相信 过军事 第二招 凯天使 你 你 江羽 你嚣张过头了 是吗 三招已毙 轮到我了 人体攻发 金龙手 学习成功 经验天赋 不 快住手 江羽 师兄我错了 太迟了 老虎不发威 当我是好了 我 你 你 你废了周涵 他可是大长老最疼爱的弟子 那又如何 修炼意图本就弱肉强食 三年前 长教和大长老不也是这么对我的吗 拳头才是道理 倘若今天的我还跟三年前一样 那躺在地上的人依然是我 而不是周涵 这第二层剩下的功法都送给你了 第一师妹 这 江羽哥哥 跟隐形真的有些不一样了 这三年里 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了服务神区 深藏龚玉鸣 看到我是不是有点小上帝 这便是传门中只有历代长教才有资格介入的藏经壳第三层 把本玄机高级功法 那是 至少是玄机以上的功法 果然不是那么好得到的 行龙手 好 好 尽厌神神医 何人胆敢染指玄武真经 好恐怖的实力 人的境界只怕比我们圣地使者还要强 我们什么时候有这好人物 哦 区区五行镜的小辈 就能承受玄武真经的反噬 你是我玄武门的后人吗 玄武门 这里不是红武门的地盘吗 红武门便是玄武门 你连这都不知道 是怎么进入这儿的 让老夫看看你究竟什么来头 不好 这是圣魂大法 有意思 有意思 原来你是五狂云放进来的 想不到我玄武门 总算出了个像样的后背 这都不会知道我不死之身的秘密了吧 你身上居然还有连我都不能亏似的秘密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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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没有暴露 既然你是我玄武门的后人 这八门功法你可以任意学习 至于玄武真经 老夫奉劝你还是打消对他的念头吧 齐齐八本玄机功法就想打发我 好 这本所谓的玄武真经 我今天吃定了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挡不救我 哼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 依你现在的修为 就算得到玄武真经也不可能炼成 玄武真经乃是至尊所创 学习此法必先肉身寄灭才能入门 只有不灭境的高手 学臣玄武真经方有一成可能 你一个五行进的小辈 强行修炼必然神行俱灭 前辈未免太小瞧在下了 不试试又怎么知道我不行 以我现在的实力 定然还不是灵霄圣地那些人的对手 这玄武真经我必须写到 好小辈 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 你是不会知难而退了 前辈你愈于何为 既然你如此想要学习玄武真经 那就让老夫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别说老夫不给你机会 这是老夫的一缕玄武真气 如果你能承受住 玄武真经老夫便轻囊相受 这玄武真经在破坏我的青脉 我的身体快承受不住了 好恐怖的功法 若非我有不死之身 恐怕曹已经死透了 这小子居然真的扛住了 难道他真的能炼成玄武真经 这是哪儿 小辈无比惊慌 这是老夫的洞天之内 洞天 洞天 船门中只有洞天竞以上的强者才能凝聚 自成一方世界 而洞天竞强者在四大圣地都屈之可数 想不到继承我衣脖的 竟然是一个五行正的矛头小子 看来你身上的确有特殊之处 前辈你究竟是什么人 老夫名叫林天 还是玄武至尊第六代传人 算起来你应该叫我一生祖师爷 前辈 晚辈有一事不解 前辈如此修为 为何该先让洪武门做灵霄圣地的走狗 以前辈的实力 完全可以带领洪武门和四大圣地平起平坐 小辈 你久所不知 我一个死人 又如何跟四大圣地抗旁 四人 没错 两百年前老夫即将突破圣人境界的最虚弱之际 被四大圣地连手围攻 最终肉身殒灭 只遗留这一丝残魂苟延残处 虽然老夫重创了当时四大圣地的圣主 但老夫陨落之后 或玄武门再无顶尖强者 最终只能任人许诱 若非灵霄圣地谈讨玄武真经的秘密 我玄武门恐怕早就断了传场 哦 想不到红武门还有这种秘密 小辈 你既是我玄武门祭祠 又得到玄武真经的认可 但老夫便将这玄武真经传授于你 希望你有一天能带领我玄武门重振荣光 前辈 晚辈 晚辈自当不如使命 好 老夫就传授你玄武真经 小辈 你听好了 玄武真经并非一门功法 而是一种特殊的炼体制法 玄武真经共分十二重 你生前也只不过修炼到第八重 而只要炼成玄武真经第一重 但论肉身便可和真武竟强者抗衡 老夫便将这十二重的法诀全部传授于你 希望将来有一天你能超越老夫 好玄妙的功法 只怕比起圣体凡心诀也不慌多认 嗯 不错 这么快就入门了玄武真经第一层 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 小辈 就让老夫用这份残缺 试试你到底领悟了多少玄武真经的奥地 写好了 传招 来得好 前辈 小心了 不错 再来 好 数碗被冒犯了 前辈 前辈 前辈你没事吧 无妨 无妨 老夫这份残魂本来就是风中残竹了 老夫能有你这样一个优秀的传人也算死而无害了 小辈 你叫江女是吧 是的 前辈 嗯 不错的名字 从今往后 你就是玄武至尊的第七代传人了 玄武门上下也将遵从你的号令 老夫总算没有让玄武至尊的传城断了 前辈 前辈 恭喜宿主越级击杀主宰其强者经验加一百万 嗯 我去 西桃 不不不 你吼那么大声干嘛 哎 西桃 你跟我解释解释 这经验是怎么回事 经验 什么经验 我看看 哎 速度 你又在乱自裁了 我玩 为什么有打怪升级这种机制 你不告诉我 打怪升级 什么东西 有这种奇怪的功能吗 我看看 哎 哦 找到了 还真的有这种机制 你不说 我都忘了 我还有这功能 好了 没个人我先去吃饭了 站住 你到底还隐瞒了我多少功能 你这是坑货系统 明明可以打怪升级 还让我自裁那么多次 你当我是草包吗 今天不解释清楚 我看你不要吃饭了 是元宝蜡烛吧 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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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说我都说 确实击杀敌人可以增加经验 不过获得的经验值跟对手的强弱有关 如果是月级击杀敌人 那么会增加十倍的经验 而且素主所学习的功法也可以用经验升级 还有很多反速的功能 就靠你自己摸索了 好 我已经为你开启了功法升级界面 素主要注意了 想要在每个阶段月级杀敌 在提升境界之前 一定要多升级功法积累比喻 如果是单纯升级的话 是无法发挥最大潜能的 说了这么多 素主可以放我回家跟老婆吃饭了吗 滚吧 坑货 嗯 提升底蕴是吗 这些经验 或许能让我的境界提升到真武精后期 甚至更高 但只是提升境界 对我的战力提升微乎其微 就算成了真武精 也未必能越节而战 嗯 好 就这么决定了 升级白心觉境界提升 解锁战神血脉 每次战斗死亡后 经验之架一百 自财无效 全武真经境界提升 解锁四向天一拳 使用十战力三倍 最高可激发十六倍战力 其龙手品质提升至圣阶初级 经验前一百万零两百 啊 这 好强的底蕴 我感觉真武精的强者 甚至都接不住我一拳 哦 一群废物实在是太弱了 呃 呃 呃 老头 就你们这点实力 竟然敢勾结西场 跟我们东场作对 聖子大人饶命 属下罪该万死 尽聖子大人饶命啊 老朽愿弃暗投名 投笑东城 投笑我 凭什么 老朽乃是不灭境修为 愿意为圣子大人献出金血 炼之不惜丹 只要圣子大人可放我一马 我 区区不灭境初期 妄想做的走狗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狮子 老大 在女孩子面前不要这么血腥嘛 你们这两个人渣 谁早会下地狱的 地狱 我大哥可是有成仙之姿 谁能伤得了我大哥 老大 这个女人怎么办 放了吧 这女人天赋不错 将来有资格 成为我成仙路上的踏脚石 你可真够坏的 女人 趁我老大没改变主意之前 滚远点 记住我们的名字 方兴雨 那蓝蓝 等将来实力强大了 再来找我们报仇 滚吧 太医仙门也被我们灭掉了 接下来 该去哪儿呢 是刘光锤 是刘光锤 圣主大人的传讯 红武门将军 红武门将语 认定为夺蛇对象 我已突然欺赏行动 速前往红武门 杀 红武门将语 有意思 想不到我用过的踏脚石 还有人要再用一次 走 老爸 随我前往红武门 哎 武长老 这小子身上气息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吗 哎 武长老 怎么了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属下武狂云 拜见少主 啊 少主 武长老 您这是做什么 岂得玄武真经者 便是我玄武门真经的主人 少主 您身上有和老主人一样的气息 属下绝不会认错 哇 原来如此 武长老也知道藏经隔地三层的秘密吗 呃 武长老 快快醒起 少主 想必您一定也见到老主人了吧 老主人他 怎么样了 前辈他 他已经心事了 主人 武长老 你也不必过于伤心 前辈的仇 我一定会报的 四大圣地独断专行的日子 不会持续太久了 少主 四大圣地根深蒂固 想要为老主人报仇 还须从长计议 且不可冲动行事 武长老请放心 我江雨也不是那种莽撞之辈 只是我对那四大圣地支支甚少 还请武长老为我解惠啊 四大圣地 以主宰天于大陆东域的 零霄圣地 最为强横 其余三大圣地 分别是北域的瑶池圣地 西域的苍蓝圣地 以及南域的道音圣地 据老夫所知 四大圣地 至少都有两位以上的主宰境强者作证 长老及人物 几乎都是洞天竟高手 至于洞天竟一下的强者 更是不计其数 想不到四大圣地底蕴竟如此深厚 怪不得连前辈那等修为 最终都落得陨落收场 不过 我有不死之身 四大圣地这次再强 也奈何不了我 四大圣地之所以如此强横 是因为他们几乎垄断了 整个天羽大陆的修炼资源 更为可恶的是 为了保证他们的地位 四大圣地强行吸纳各门各派的人才 其余宗门烧人无力之举 便有灭门之火 老主人就是看不惯四大圣地的行为 一直与四大圣地作对 才遭到这帮无耻之徒的暗算 就连老夫和你师尊疆域 又被那灵霄圣地的太上长老 补下尽致 修为只能停留在不灭境后期 终生无望突破洞天境 看来这四大圣地 那倒是标准反派的剧本啊 哦 对了 五长老 我师尊江越如今身在何处啊 你师尊江越 他因为在三年前围护你 而顶撞了灵霄圣地 被掌教关到宗门禁地之内 可恶的林紫月 竟敢如此对待我世尊 哎 少主 你也不必太记恨掌教 为保全玄武们的根基 我们也只能向灵霄圣地低头苟延残喘 这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如今少主 你已吸得玄武真经 或玄武们绝起有望 也不必太惧怕灵霄圣地 此物乃是玄武令 只要少主手持此令 就连掌教也必须听令于你 见到此令 掌教必定也会放过你师尊 多谢五长老 少主客气了 不过少主如今当务之急 是将玄武真经 修炼到第七层以上的境界 才有能力带领我等 抗衡四大圣地 在此之前 我等还需谨慎行事 我办事你放心 五长老 我自会低调行事 老老实实修炼 我可不干 只要干掉几个圣地圣主 害上长老之类的经验宝宝 玄武真经第七层 还不是手道擒来的事 韩尔 是谁 谁敢竟然生成这样 师尊 是将女那个恶贼 可恶 可恶啊 老夫顶要将将鱼损尸万顿 这是不惜丹 能让你的伤势全裕 韩尔 你快扶下他 谁 薛薛一个废人 竟然为他消耗如此珍贵的丹药 大长老 你未免私心太重了吧 是你 江鱼 没错 正是在下 哎呀 大长老还记得我 真是令我倍感荣幸啊 江鱼 你不但伤我弟子 还敢现身毁我丹药 阻拦我 大长老 此次还有用处 你别忘了 使者大人 可是嘱托过我们的 哼 原来如此 师弟 你可以不必顾忌了 一个时辰前 我接到灵霄圣地新的指示 方圣主他命我等 竟全力斩杀江鱼 大长老 此话当真 此时使惯我洪武门安危 老夫就怎可能欺骗你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用忍让这小子了 这小子 这几天让我受的驱逐 我要亲手讨回来 怎么 二位这是要像三年前一样 再对我出手一次 我去二位考虑清楚 我这一出手 可就不是废掉你们那么简单了 大长老小心点 这江鱼的实力 已经不亚于真武镜 掌教师弟 不必紧张 老夫这些年 在圣地的帮助下 也已经触摸到 不灭镜的门槛 一个五行镜的小辈 还不值得老夫放在盐里 哦 有意思 这老头竟比林紫月 强了一倍有余 所以还是不容了 圣地使者 他也算是个强者 看来我也要认真了 杨鱼 让用武教领教 超越真武剧的力量吧 到此吧 全界高级武剧 大风机营养 就让我看看 玄武真经第二重 剧烈下的身体 能不能抗衡真武剧 之上的强角吧 大长老 你这是没吃饭吗 还以为会死一回 没想到连皮都没破 这就是玄武真经第二重强化下的肉身吗 哎 不是要让我见识一下超越真武剧的力量吗 就这 这 这不可能 就算是圣地的圣子在五行镜时 都不可能有这实力 不 我不相信 为什么 为什么 已经超越了真武剧 居然连一个人行镜的矛头小子都伤不到 不 不可能 这 将云身上的气息 莫非才裂成了 唉 看好了 大长老 我指出一招 对付你 只需要用反解武剧 就够 这 师尊 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对不起了 寒儿 原谅为师 为师会为你报仇的 啊 啊 不 恭喜击杀五行镜中西强者 经验加二十 恭喜越级击杀半步不灭镜强者 经验加五千 我去 我的实力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 一招 既然仅凭一招就击杀了大长老 我绝不会看错 有些怕一定是练成了玄武真经 下一个就是你了 林紫月 不 将云 住手 你想清楚 我可是红武门长教 杀了我 林骄圣帝也不会放过你的 怎么 林紫月 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在我面前发号施令吗 好臭 江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想看我的笑话是吗 好歹也是红武门长教 是可杀不可辱 如果想要羞辱我的话 我宁愿自尽 哈 羞辱你 我可没那种不良嗜好 看不爽的直接杀了就是 只不过你是第一个父亲 又是林天前辈的后人 我不会杀你 他们两人都对我有过恩情 得人恩过千年计 我江云不像你 我是个很小道义的人 江云 你 你果然见过老祖宗 果然你也知道林天前辈的存在吗 但你一定也知道 我已经练成了玄武真经的事吧 是又如何 啊 你是想要炫耀你的天赋 嘲弄我有眼无珠吗 我告诉你 老夫从来不后悔当初废了你 因为你根本不明白 身为红武门长教 所需要肩负责的责任 我可没那么肤浅 听好了林紫月 我不管你当初有什么目的或是苦衷 我都可以既往不救 前提是 你要臣服于我 香云 你妄想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臣服于你 是吗 你看看这是什么 啊 这 这个是玄武令 会出现在你手上 啊 林紫月 见玄武令如见玄武门之主 林紫月 你还不快快跪下 玄武门第四代掌门林紫月 拜见少主 啊 很好啊 看来你和大长老不一样 心中还有玄武门的规矩 也不枉我饶你一命 少主 此地便是关崖江月长老的禁地 玄武洞天 啊 禁地不愧是禁地 这洞口的禁制竟如此玄妙 恐怕连我现在的实力都无法强行破开 少主 这玄武洞天乃是老祖宗的第二洞天 所演化的空间 每十年开放一次 里面有什么连我也不知道 第二洞天 也对 玄武真经中确实有提到过 将玄武真经修炼到第六周 便能在体内凝聚第二洞天 我在藏经阁所见到的那个洞天 应该只是林天前辈的体外洞天 而这个 则是林天前辈修炼玄武真经 所凝聚的第二洞天 林子月 你说这洞天每十年开启一次 而我师尊只进去了三年 你说有办法救出我师尊 是在敷衍我吗 误会误会 属下绝无欺瞒少主之意 原本此洞天的确是每十年开启一次 而只要拥有玄武令 则可以随时自由出入此地 只要将玄武令 往到洞口中央的机关中 少主便可打开玄武洞天的通道 是吗 这便是玄武冬天内部吗 看来林子月说的没错 玄武令牌确实能让人自由出入玄武冬天 只不过奇怪的是 林前辈已经掀视了 为什么我感觉着玄武冬天 好像还在被人掌控一样 从刚刚进来开始 就有一股强大的神势 一直在窥伺着我 此人究竟是谁 你 不好了 把你那位大能对我出手了 此人的修为至少也在洞天境 难道是灵霄生地的人 好恐怖的力量 现在的我实力已经堪比无灭境 竟然也无法靠入这部力量 这里是 你醒了 玄武儿 世尊 世尊 你的修为 原来那位洞天境强者是你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玄武儿 三年不见了 你还是这么茅葬 你先喝口水 关于这件事 我会慢慢给你解释的 虚光造物 不 这的确是邓天境的手段 果然 世尊已经达到那个境界了吗 可是五长老不是说过 世尊身上有着灵霄圣地布下的禁制 不可能再突破 这三年来 世尊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 你现在肯定有很多疑惑 玄武儿 其实 我也挺好奇 这三年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方才我探知了一下你身上的气息 想不到你的修为 不仅全部恢复了 甚至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看来这些年 你也有一些机遇 实不相瞒 徒儿确实有一些机遇 不仅重塑了至尊谷 还得到了灵天前辈的传承 练成了玄武真经啊 怪不得你在五行镜 并有这般底蕴 也能进入这玄武洞天 原来如此 先不说我身上的事了 世尊 徒儿很好奇啊 你被关在这玄武洞天那三年 这里与外界灵气隔绝 根本无法修炼 你是如何突破到洞天境的 此事说来话长 三年前 我被关入这玄武洞天 对不起了江长王 你得罪了方圣主 为了整个洪武门的安危 只好委屈你了 本以为我再难重见天使 但我却意外地发现了 这玄武洞天的秘密 这玄武洞天 虽然是灵天师所留下的一处谷主洞天 可以被人为炼化 本来我准备尝试着 炼化这玄武洞天 却意外发现 暗中有一位强大的存在 也在争夺着玄武洞天的控制权 可那人的力量 却被玄武洞天所排斥 玄武洞天为了抵制他的力量 竟然渐渐地 选择与我的身体融合 让我突破到了洞天境 才能跟那位强者抗衡 那个强大的存在 至今还想要掌控玄武洞天 潜伏在洞天之内 什么 世间竟有如此强者 能将神石探入他人洞天之内 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世尊 你有眉目吗 此人便是 灵霄圣地 太上长老 云破天 什么 云破天 传闻中此人不是大限将至 已经行将就末了吗 确实 云破天曾经被灵天老祖重伤 本源受损 受源大减 但此人 乃天作奇才 在绝境之下 境界竟又有突破 若非他热身枯竭 行动不便 恐怕这玄武洞天 早就落入他的手中了 世尊的意思是 他已经突破到圣人境界了 没错 可世尊 既然云破天已经突破到圣人境界 已经当事无敌 那为何他还要寄予区区一个玄武洞天 玉儿 你有所不知 玄武洞天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云破天如今 虽然是圣人境界 但却没有真正恢复实力 而他想要恢复实力 则必须要做到这不可或缺的两点 第一 他需要弥补自身受损的本源 这玄武洞天 乃是接近圣人境界的强者所名裂 本源雄厚 云破天 自然会想要得到这玄武洞天 这第二吗 则是他还需要一具 用以夺射的肉身 来弥补他的寿源 只有做到这两点 他才能真正的发挥出圣人境界的实力 啊 原来如此 不对 本源和肉身 既然云破天弥补本源的目标是玄武洞天 那么他需要夺射的肉身是 你好好考虑一下 加入西场 前途无量 难道 圣地之前不是为了招揽我 而是想要让我成为云破天夺射的对象 如果事情真的如我所料的话 如今我身处在这玄武洞天之中 岂不让自己深陷险境 月儿 你怎么了 脸色如此难看 不好了 师尊 那云破天想要夺射的对象 很可能就是我 你说什么 这是 该死了 该死了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 月儿 小心 玄武洞天 给我困 放射 你这龙椅之辈 居然敢屡次三番坏 本尊好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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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的 薇亚 此人的修为 跟我之前遇到的那些强者 根本就不是一个次元的存在 嗯 云浩那小子说的果然没错 想不到红武门真有事和本尊夺射的肉身 正好 今日你二人都在 真是牵住我也 哈哈哈哈 待本尊灭了你二人之后 老夫便能真正突破圣人境界 如宰整个天鱼大陆 狂妄 君破天 在这洞天之内 你和我也只不过能打个平手 想灭我师徒二人 简直是痴心妄想 师父 那就手底下剑真章吧 顺杀大法 没用的 在玄武洞天之内 任何武器都是徒劳 洞天之力 时空禁锢 哈哈哈哈 江月 你上当了 本尊是奈何不得你 可你的宝贝徒儿 就没那个实力了 不好 他的目标是语儿 这具肉身是我的了 赔不及了 本尊终于得手了 悠恩 你怎么了 快醒醒 师尊 我没事 太好了 为师可是 哈哈哈哈 春彩 你上当了 你 你好卑鄙 卑鄙 哈哈哈哈 这个世间从来就是成王败寇 要怪 就怪你自己太过愚蠢 云破天 你把鱼儿怎么样了 放心吧 等会本尊就让你们师徒相见 只不过嘛 是在黄泉路上 哈哈哈哈 可恶 刚才的那一下暗算 已经伤到我的本缘 现在 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 哈哈哈哈 果然如老夫预料的一样 这具身体果然不同凡响 圣极无忌 玄武真经 还有一门不逊色于玄武真经的功塔 如今都为我所用 哈哈哈哈 包括 玄武动天 看来看来有什么东西 才能看来有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对不起了 为师没有能力 保护好你 哎 老头 不要随意玩弄人家的身体啊 啊 玄武 这 不可能 本尊明明已经灭了这小子的灵魂 为什么他还活着 啊 不好 这小子在窃取本尊的记忆 你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原来这一切都在你的计算之中嘛 云破天 你早已将精神烙印打入林紫月和武长老体内 暗中操控他们的行为 让我吸得玄武真经 又引导我入这玄武动天之内 夺射我的肉身 呵呵 不愧是圣人境界的强者 手段果然高明 可是始终你奇差一招 从你想要夺射我肉身的那刻开始 你就注定了会失败 放屁 本尊怎么可能会失败 你这蝼蚁之辈 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恢复灵魂的 可你在本尊眼中始终是牢蚁一般的存在 本尊要灭你一如反掌 是吗 我可不这么认为 既然如今你和我同处在一个肉身内 那么这样做的话 卑鄙 卑鄙 将军你竟然不惜自残来对付本尊 卑鄙 这个世界从来就是城王败寇 要怪就怪你太愚蠢 你给我 你吃大人了 你吃大人了 你不会为何复杂的 本尊是什么龙门 将军你所有有阴险神的老公 都要让他们心情救命 你 你偷偷和和慈望中心思绪 你 是吗 云破天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敢威胁我 你 你疯了吗 这王座你也会死的 该死 此人居然是个疯子 看来只能强行和这群肉身分开 虽然会让本源再次胜险 可顾不了那么多了 想跑 别忘了 你在想什么我也一清二楚 现在想走 只是先妄想 老鹿 老鹿 不甘心 我不甘心 尊床堂圣人竟枪杀 竟枪杀死在老鹿之上 鸯 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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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尸没能保护好你 尾尸对不起你 啊 这事 怎么可能 周生成功 经验加一 恭喜宿主 越纸击杀半生经强者 经验之 加五百万 江月 本尊又复活了 可恶 云破天 你居然还没死 还我团命来 不好 玩笑开大了 看见 师尊 快住手 是我 我是江宇啊 云破天 同样的伎俩 你以为我会连续伤到两次吗 我去师尊 真的是我呀 这只是开玩笑 跟你开个玩笑 任你巧舌如黄 我也不会再信你了 受死吧 胎记 师尊 你腹部上的月牙胎记 师尊 这回你相信我了吧 啊 穿越到这个世界上来时 还是利诱饵 那时候无论是洗澡 还是吃饭 都是跟师尊在一起的 也是那时候 我知道了师尊身上 月牙胎记的秘密 小王八蛋 你跟谁学的古灵精怪 竟然敢捉弄起你的师尊了 这不一时玩心大发吗 徒儿错了 错了 下不为例 是是是 徒儿知错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刚才你是怎么做到死而复生的 就连云破天这等 接近圣人实力的强者 也没有这等手段吧 你这些年 到底有什么奇遇 此事说来话长了 一定是有眼花了 老祖宗的命牌怎么可能会动 这怎么可能 不好了 老祖宗驾崩了 你确定 你亲眼看到老祖宗的命牌碎了 圣主 弟子十分确定 老祖宗的命牌 就在弟子眼前突然炸开了 老父知道了 你下去吧 此事事关重大 万不可对外宣章 是 圣主大人放心 弟子绝对收口如瓶 只有死人 才能保守秘密 各位长老 此事我不希望还有第八个人知道 天命殿的守卫们 也要全部给我封口 我都别硬 只是圣主大人 属下有一事不解 再说无妨 惊雷长老 太上长老修为惊天 虽肉身枯竭 但寿元也还有十年有余 此刻突然暴毙 确实有点耐人寻味了 我看这件事恐怕另有隐情 会不会是东厂的人暗算的 才上长老 老夫又岂会不明白这些 不过 金雷长老 你多虑呢 你老夫 对东厂圣主方显圣的了解 他虽然想独揽圣敌大权 却也不敢明目张胆 对我西场强者出手 只会暗中搞一些小动作 阻止老祖宗恢复实力罢了 我已用主宰境修为 推算出老祖宗 是在红武门夺射肉身时 被人所害 被红武门曾经抵御深厚 说不定隐藏着一尊高手 既然那高手能杀得了老祖宗 那至少也是主宰境修为的强者 而且老夫接到可靠消息 方先生让他的宝贝儿子 前往红武门 想要暗中斩杀老祖宗 看中的鼎奴 与我西场作对 你说如果他那宝贝儿子 对红武门出手 红武门的那位高手 会坐视不管吗 原来如此 圣主的意思是让那暗中的强者 对付方显盛的儿子方新宇 哈哈哈哈 没错 这亏 不能只是我西场一个人吃 圣主大人果然英明 圣主大人英明 那个这个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原来如此 你是说你觉醒了某种体质 才拥有了死而复生这种能力吗 哈哈 就是这样 我这图儿 看来有意向我隐瞒了一些事情 不过 既然宇儿有如此觊觎 我做师父的 也没必要深究他的秘密 不过宇儿 你如今修为只有五行径 还是对自己的体质 保密一些要好 这天与大陆 强者无数 处处充满凶险 切记要谨慎行事 师父放心 徒儿明白 那就好 月儿 如今你已经是五行径后期 虽然底腕浑厚 但似乎还没有积攒足够的五行本源 来突破到真五境 这五本玄节高级功法 是为师的珍藏 你拿去修炼 好快快突破到真五境 这样一来 也能有些自保之力了 谢谢师尊 虽然我如今只需要靠系统就可以升级 但师尊却不知道这些 他对我 真的是如己出 对不起师尊 有些秘密 徒儿还是不能向你全部坦白 好了 宇儿 你既然见到了为师 知道为师没事 这玄武动天 你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 可是师尊 你要何时才会从这禁地出来呢 如今这玄武动天 已经完全为我掌控 为师只需要调理好伤势 就能和你在外面相见了 你如今得到了玄武令 已经是玄武门的主人了 外面还有很多事要你处理 你还是先出去吧 另外 你不要怪罪林子月 告诉他 为师从来不记恨他 他只不过扮演了 我们都不想扮演的角色 徒儿明白 习惯 林子月他们呢 我不是让他们守在外面吗 不好 有两股强大的气息 在这红武门之内 难道是灵霄圣地的人 啊 若是灵霄圣地的人 可就麻烦了 以我现在的实力 就算手段进出 驾身不死之身 恐怕也只能对付 不灭境初期的人物 面对像云霍天那样真正的强者 根本连还手的力量都没 现在师尊重杀 对付灵霄圣地的事 都只能靠我自己了 好在之前阴差阳错 坑杀了云霍天 得到了海量经验 如今可以再提升下实力 如今我的底蕴已经足够 境界随时可以突破到真武镜 玄武真经第二重强化下的肉身 也能扛住不灭境之下的任何攻击 那么 恭喜宿主 境界提升至真武镜后期 恭喜宿主 领悟前武真经第三层 肉身强度提升至不灭境中期 恭喜宿主 领悟圣体白心觉第三层 领悟天赋 无视近故 恭喜宿主 将心龙手品质 提升至道具武器 领悟奥义 大飞天龙 这好强的力量 仅仅是现在的状态 我感觉我都能与不灭境中期的高手一战了 若是魂力全开 我会强到何等地步 这就是强者的感觉吗 小野我膨胀了 胜地的高手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两位圣子大人 我红武门一向对圣地忠心耿耿 为何今日两位要在我红武门大开杀戒 老东西 你没有向老子发问的资格 快把江宇交出来 我可以考虑留你半条狗命 我 我不知道江宇在哪 如今江宇是我学武门复兴的唯一希望 老夫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不能出卖他 那真是太遗憾了 林长教 我还挺喜欢你这条好用的狗的 想不到 我这一辈子都姚维其怜的在圣地旗下活着 到头来却落得这个下场 高手 何方小小 胆敢在我红武门放肆 四季 你没事吧 嗯 我总算遇到个像样的枪杀了 断之再生 如此严谨 就有无灭境的修为 武长老小心 他们是灵霄圣地的圣子 却不可与之为敌 原来是圣地圣子 怪不得如此嚣张滑火 不过圣子又如何 保护当年首刃的圣子圣鱼 不计其数 就岂会怕了这二位小贵 老家伙 好大的口气 老大 这个老头就交给我了 你不要出手 也罢 不过你可要小心点 这老家伙虽然气血衰退 但也有不灭境中期的实力 切不可轻敌 来吧 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小子 你够狂妄 居然想跟老夫一对一 老夫修为虽已不复当年 却也不是你一个出入不灭境的后队能战胜的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老头 我劝你不要小瞧他 同样是不灭境 我灵霄圣地的弟子 跟你们这群垃圾货色可不一样 能在四大圣地中排名前十的弟子 每一个都是能在动天境之前越界而战的天才 而我灵霄圣地的圣子 更是天才中的天才 没错 像你这种货色 根本没有资格让我老大出手 对付你 我一人就够了 这是道际密法 天眼圣诀 居然还是第五重的境界 能让不灭境初期的人爆发出不灭境后期的实力 算你有点眼力 不好 此次底蕴超乎我的想象 绝不能让他将气势凝聚到巅峰 则我必定会伴于他的手下 全阶高级剑技 情妙斩 全阶剑技 拉走 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高级攻法 圣级高级武技 顺杀大法 圣级高级武技 大荒崩灭拳 全阶高级武技 都不得了的 看来我鸿铺门今日 是难逃此劫了 中了幽冥指的人 只会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但是本大爷 一向慈悲为怀 只要你愿意说出江雨的下落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想让我交出江雨 妄想 老夫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用不着你的慈悲 对不起了 老主人 少主 可恶 真是冥顽不灵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以前附属于圣帝之下的那些门派 如今居然纷纷生存忤逆之心 像这样的人多了 长此以往我灵霄圣帝在冬月的根基 恐怕都会动摇 还有高手 武长老 是你 只身经脉经纬 气息虚弱 可恶 要是我早点到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宗主 不必担心 如今你已经将肉身提升至不灭境 你的不灭精血 可以增强动天性 去下任何强者的生命力 精血 好 我试试看 太好了 老大 他就是江雨了 江雨 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大敌当前 你竟敢自损精血 未免太不把我等放在眼里了吧 你们放心 对付你们这种货色 根本不需要我使出全力 刚刚损失的精血 起码让我的实力削减了三成以上 不过只要再死一次 我的实力便会全部恢复 大言不惨 你们红武门的人 就只会点嘴上功夫吗 是不是嘴上功夫 混你就知道了 居然不是逃跑 而是敢向本大爷靠近 我靠近你 怎么能够狠狠揍你的呢 让光封灭全 大意了 这小子 比刚刚那个老头 还要强势几个档次 可恶 想不到区区一个三流门派 竟然会有如此强横的年轻弟子 看来不是出全力 是不可能击败他了 老爸 你在干什么 对付区区一个战武剑的废物 竟然会出于下风 简直太丢我圣地的脸面了 老大 刚刚只是我大意了 你放心 这小子绝对不是我对手 看来只能用秘法 强行将实力提升到不面经后期 才能稳胜这小子一筹了 一生战力的秘法 你以为这是你们圣地的专属吗 四象拳 两倍战力 青龙变 什么 买没完呢 四象拳 神双变 四倍战力 不敢啊 这是 高级武剑 圣地强者 不过如此 七经八脉净毁 十二个大穴闭塞 启 废了吗 大哥 救 救 我 我还有 theoretically 我不想死 救你 治好了也是浪费丹药 如去我养治 安心去死吧 果然不愧是圣地的人 一如既往 还是那么狠辣 对自己人都能下手 莫敬天择适者生存 失去价值的废物 没有活下去的资格 下一个就是你了 江鱼 你不过和他一样是不灭境初级 就在使用秘法提升修为 也只能有不灭境后期的实力 你就这么有把握击败我吗 果然像是三流门派坐井观天的废物 说出来的话呢 简直可笑至极 洞天境的强者 已经能运用大道之力塑造空间 即便放在整个大陆 也是雄霸一方的强者 所以不灭境与洞天境之间 实力差距比任何一个境界都要巨大 同样是不灭境后期 实力的差距也会有数倍 甚至数十倍以上 如果以纳兰兰一样 出入不灭境后期的人做比较 那么身为灵霄圣地第一圣子的我 所拥有的实力 比他要强上整整五倍 五倍 就让你这三流门派的井体之蛙 借实下真正不可逾越的强大了 这是至尊之威 难道他已经完全掌控至尊骨的力量了吗 至尊之威 你以为只有你有至尊骨吗 什么 原来你的至尊骨又重生了 还得多谢你抢走了我的至尊骨 不然我也不会有今天这等实力 那就看个究竟谁才是真正拥有至尊之姿的人吧 不好 此人的实力不在我之下 八红寄予猎掌 秦炉手 好强 使掌的神奋变得我 预兆便能击败纳兰兰 可在他面前 却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死吧 废物 这只能使这更强的秘法 四象拳 胡耀变 还能继续变强 这究竟是什么等级的秘法 神兽之士 胡耀拳 不过如此 看我破你拳法 八倍战力居然还是胜不了他 看来只能用四象拳最后一试了 玄武真经所说 四象拳后两世对身体伤害极大 使用最后一遍玄武变更有可能当场暴毙 不知道我扛不扛得住 四象拳 玄武变 八脉齐开 八脉齐开 这是 空间裂装 怎么可能 区区一个真武镜的人 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实力 这道实力已经接近我圣地副长老级的人物了 好恐怖的力量 若非我有圣地繁星绝护体 有着越战越强的特性 恐怕刚刚就会瞬间暴体而亡 这种情况下 我的身体最多只能支撑斩查世界 必须速战速决 不好 他要出手了 此周威力非同小可 我必须运足十成功力阻挡 否则我命失忧 天地熔炉 莫我今生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的最强秘法 怎会如此不堪一击 结 结束了吗 恭喜宿主 重生成功 激发战神血脉 经典之之案一百 想不到以我现在的实力 居然也只能跟圣地的圣子不相上下 若非有不死之身 我根本不可能击败这方精语 这是至尊谷 至尊谷居然在修复他的伤势 让他保留最后一口真气 看来这枚至尊谷是被大能者裂化过 才能和他人的身体如此契合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 嗯 这枚至尊谷虽然对我而言已经没有用处 却能让我再造一个顶尖的天才 少 少主 嗯 啊 五长老 爹一 少主 这是你击败了圣地的人 没错 圣地的两个圣子已经尽数被我击杀 怎么可能 数日前你的修为不够五行进 怎么可能赢得了你两个高手 此事说来话长 先不说这个了 五长老 这个你先拿着 玄武令牌 少主 你这是何意 五长老 你不要误会 我是让你拿着这玄武令牌 带着狄一和林紫月 进入玄武动天 如今我斩杀了圣地的两名圣子 凌霄圣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世尊江月已经掌控玄武动天 突破动天境 以他的修为 只要不是圣地圣主亲临 必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那你呢 江宇哥哥 你不跟我们一起呢 啊 我 我就不跟着你们一起了 反而圣地得知是我杀了他们苦心培养的圣子 一定会对我疯狂追杀 我跟着你们反而不安全 可是 傻丫头 不必为我担心 圣地的人还奈何不了我 少主如今的实力 连老夫居然都有些看不透了 或许我选我们真的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少主说的没错 如今我们残存的力量 尚不能正面对抗灵霄圣地 兵分两路 才可能有一线升级 好 我听你们的 不过江宇哥哥 你一定要答应我 要活着回来 你放心吧 这世间 还没人能要得了我的命 二星宇有至尊之子 谁 谁敢杀瓦尔 瓦尔 这是谁干的 一定要将他碎尸乱断 禀圣主 宗场圣主方显圣求见 方显圣 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本圣主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云兄 方老弟 许久不见哪 想不到你居然会来找我 真是太阳大西边出来了呀 云兄 不 实不相瞒 在下此番前来 是为了向你求取通灵雪参 不知云兄 可否忍痛割爱 关于价钱方面 一切好说 方老弟 你能来求本尊 本尊很开心 不过呀 你说话的方氏 本尊很不喜欢 你要那通灵雪参 无非是为了救你那宝贝儿子方星雨 是吧 不过通灵雪参 乃是天地间罕有的盛品药材 可生死人肉白骨 想要用财物来买下来 哼 怕是吃人说梦吧 啊 这 只要云兄肯将通灵雪参交于我 在下愿意答应你的任何请求 很好 很好 正所谓使食食物者为俊杰 方老弟 不愧是我被俊杰 我的要求很简单 从今往后 这灵霄圣地 只能由我西场化世 东场能管的事西场要管 东场不能管的事 我西场更要管 先斩后奏 唯我独尊 你明白了吗 方老弟 本尊 不 属下明白了 好 很好 你能如此明白事理 本尊自然会答应你的要求 你放心啊 老哥不会亏待你的 通灵雪参 稍后本尊自会派人送去你府上 伤了你儿的红武门余孽 本尊也会派人帮你报仇 你下去等着吧 谢过云兄了 圣主 你真的相信他吗 本尊自然相信他了 到了我们这个境界 违背誓言会致使心魔孽生 更何况 这方先生最大的软肋就是他儿子 你认为我不会在那通灵雪参里 做点手脚吗 嘿嘿嘿 圣主果然高明 好了 既然这方先生愿意和我们合作 我们也不能太过小气 惊为长老 属下在 传我法旨 下派七大圣宗 命于等全力剿灭红武门余孽 此事你全权作主 嗯 属下明白 还有 务必要活捉那叫江羽的小子 此人小小年纪竟然能击败方清羽 而且他很有可能跟太上长老的死有关系 我倒要看看这小子 到底有什么秘密 灵霄圣地有令 从武门叛贼江羽 杀人无数 以堕魔道 人人得而诛之 凡提供江羽线索者 已经核实 上灵石一万 玄界功法一本 凡活捉江羽者 上灵石百万 圣接功法一本 所属势力 永受我圣地庇护 不愧是灵霄圣地 出手果然阔气啊 这江羽究竟是何等人物 竟然能让圣地悬赏 管他是何等人物 被灵霄圣地盯上 我看他命不久矣 可惜我实力太差 怕是没这个资格了 看来圣地终于是对我出手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还是早点离开灵霄圣地 所属的势力范围为妙 有人在跟踪我 糟糕 不见了 姑娘 你是在找我吗 你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灵霄圣地的人 看得出来 灵霄圣地也不会傻到 派一个五行径的菜鸟来跟踪我 你是为悬赏而来吗 我 不是那样的 江羽 我来是想帮你的 帮我 为什么 再说了 你一个五行径的小姑娘 凭什么能帮到我 帮你的原因 自然是我跟那灵霄圣地 有着不宫待天之仇 不 不宫待天之仇 我本是圣地属下 太乙仙门的弟子张云儿 天长教卷入圣地内部势力斗争 而惨遭灭门 原本我想积攒十里报仇 却没想到数日前 灭我门盼的两名圣子 竟然被人斩杀 使我血仇得报 后来我又得知 为我报仇的恩人 正在被圣地追杀 所以才一路寻找恩人 想尽一点绵薄之力 来帮助你摆脱困境 呃 这么说你是把我当恩人咯 不过你可不要误会了 我杀圣地的人 只是因为看不惯他们的所作所为 并非是为你报仇 把我当成恩人这种事 大可不必 喂 地球很危险 你还是快点回火星吧 火星 那是大陆之外的地方吗 恩公 你现在的处境真的很危险 你恐怕不知道 圣地已经派遣七大圣宗的人 前来追杀你了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你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而且这附近 数十座城池圣地 早已部署高手封锁 你是不可能硬闯出去的 啊 七大圣宗 这七大圣宗 是灵霄圣地属下 分管大陆东域七个区域的最强附庸宗派 至少都有一名冬天镜强者坐镇 确实不太好惹 冬天镜强者虽然杀不了我 但困住我却轻而易举 一旦他们发现我不死之身的秘密 恐怕会成为一个大麻烦 想必恩公也知道 七大圣宗的恐怖 想要从他们的封锁下逃出去 硬来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不硬来的话 你还有什么办法 自然是有的 在这冬域的势力 也并非铁板一块的听从灵霄圣地掉领 俗话说才可通神 只要有足够的灵石 恩公便可使用万周商会的空间通道 安全离开冬域 空间通道 有意思 想不到这个世界还有这么便利的东西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 有钱也能为所欲为了 不过 怎么能搞到钱也是个难事 我长时间问问的坑货系统 有没有什么法子搞钱 恩公若是为灵石感到苦恼的话 云儿可以为恩公解忧 失尊临死前 将储存租门财富的空间戒指交托于我 里面虽然没有太多财物 单不法密集单方等其真 可便卖灵石 送给我白瓢 求恩公 求恩公尊客出此搓笔之云 云儿只是想报答恩公 报仇至恩 云儿自幼守身如玉 求 请恩公自重 嗯 这小孽子 看来是误会了什么 展开 展开 你 你要干什么 请不要这样 噓 是圣地的巡查队伍 此逼不宜久留 还是暂且去我的栖身之地 避避吧 嗯 好 看来这里也已经有圣地的高手出扎了 恩公 有何打算 一直微微缩缩的也不是办法 圣地的人迟早会找到这儿 在那之前得赶紧离开这里才行 恩公 不如你尽快编卖财物 凑足空间通道的费用 离开此地 不 姑娘 你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我可以用财物让那个所谓的万州商会帮我 万州商会同样可以将我的人头 卖给灵霄圣地 更何况 圣地给出的筹码 必然比我们更为丰厚 区区一个太乙仙门的财富 远远没有百万零食和一门圣街功法的诱惑力更大 可是那万州商会一向注重商与 应该不至于出卖客人吧 商与 商与算什么东西 商人的眼中永远是利益至少 只要肯加钱 哪怕是挚爱亲朋手足兄弟也能出卖 何况是区区一个通缉犯 那该怎么办 你放心 我自有办法 不过要劳烦姑娘在此为我护法一段时间了 好 既然是恩公所求 鱼儿订单鼎立相助 好 那就对谢鱼儿姑娘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据鱼儿姑娘所述 这空间戒指中似乎有着单方的存在 找到了 太好了 既然真的有不灭丹丹方 是否学习不灭丹丹方 哼 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 除了功法秘籍之外 单方也可以通过经验来学习 不灭丹丹方学习成功 恭喜宿主解锁链丹技能 额外奖励天赋 需空承担 在这天雨大落 除了零食之外 三大金属丹药也是通行货币之一 尤其是以不灭精精血炼制而成的不灭丹 至为罕贵 寻常不灭精强者 数年才能凝聚一滴精血炼制这不灭丹 而对于拥有不死之身的我而言 炼制这不灭丹简直易如反掌 悉空承担的天赋果然好用 这炼制丹药的速度 以寻常炼药师快乐何止百倍 有了这些丹药 就算是万州商会知道了我的身份 在这足够的利益之下 恐怕他们为了商誉 也不会向圣地出卖我 恩公 恩公他刚刚去干什么了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恩 月儿姑娘 我们走吧 去 去哪里 去万州商会 花钱 哇 这便是万州商会吗 果然够气盘 哎呀 自从到这个世界以来 我几乎一直都待在红武门内 这种兴致的组织 还是头一回跟他们打交道 有趣 这种兴致的兴致 此处只是万州商会的一处分布 主要是修士们之间交易的一个场所 真正的万州商会 则在一处洞天之中 需要花费大价钱才能进入 而空间通道也藏在他们总部之内 有意思 藏在洞天之内 这万州商会敢把生意做到灵霄胜地的地头上 看来是真的有些本事啊 走 进去看看 郑主 万州商会 只接待会员 两位看上去是生面孔 可有会员的身份证明 啊 居然还是会员制的 有意思啊 这经商思维挺超前的啊 我倒是对他们背后的老板有些兴趣了 我二人确实不是会员 敢问这位大哥 如何能成为万州商会的会员呢 自然是需要会员引荐 哪里来的野鸡门派的土包子 连这都不知道 你 哎 原儿姑娘 不必动怒 敢问这位大哥 可是万州商会的会员 废话 我身为万州商会成员 能不是会员吗 很好啊 这是 不灭丹 而且还是极高品质的不灭丹 啊 这 这 就算是不灭境强者 也只愿意损失少量惊喜 也 也只比不灭丹赐一品的不稀丹 这小子一下子竟然 能拿出如此多的不灭丹 他究竟是何等身份 啊 对他是某个大势力的公子 炫养了一批不灭境的血奴 我刚刚竟然对这种大人物出言不逊 这几枚不灭丹算是小小心翼 不知能否劳烦守卫大哥 帮我引荐一下贵会的会长 哦 愿意愿意 小的自然愿意 这位爷 小的刚刚有眼无珠 开罪了贵客 请贵客海涵 海涵 哎 守卫大哥 咋可不必如此拘谨 我还是喜欢你刚刚起奥不信的样子 你恢复下 岂敢岂敢 二位爷 里面请里面请 我这就联系会长 招待二位贵客 你是说 这二枚不灭丹都是出自一人之手 有意思 这两枚不灭丹无论是品质还是材质几乎都如出一辙 而且品质皆是上品 这是怎么做到的 老张 吩咐下去 本座要亲自招待这位贵宾 诺 属下这就安排下去 不过 那两枚不灭丹 你 你私受贿赂已经违反本会会归 本座不罚你便是大恩 还敢提这两枚不灭丹 是是是 是属下失言了 请会长大人原谅 哼 还不快滚 是是是 属下知罪 他哪来的 还好老子留了一手 只给了他两枚不灭丹 这黑心老娘们真不是个东西 你神奇个屁呀 老娘们 但老子填好这位大爷发家致富了 立马辞了这份工作 别以为我们打工人是好欺负的 啊 两位 这边请 我们会长已经恭候多时了 啊 那就多谢张老哥了 呃 这人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吧 不敢当不敢当 小兄弟哪里的话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位爷出手果然阔处 又老到三枚不灭丹 这次可真是舔到大腿了 哈哈哈 修炼修个屁呀 我招二口今后 就是要一天正道 真够奢侈的啊 但是这里面陈列的宝物啊 都能比得上一个二流门派的全部财富了吧 两位贵客 为何不进来做下漫谈 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便是万州商会的会长 想不到万州商会的会长 竟然是一位如此疯资绰约的美人 哼 哼 到底是何等的人物 还有旁边的这位姑娘 应该就是无极先尊的张颜 姑娘吧 你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的 万州商会既然是打开门做生意的 自然对着东宇的情报了如指掌 从二位踏入着万州商会的瞬间 二位的身份我便一清二楚了 这对于我万州商会而言并非一件难事 万州商会通晓万州 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月儿姑娘既然是生意人 就应该明白在商言商这个道理吧 没错 在商言商 不管公子是什么身份 只要是来和我万州商会做生意的 我身为会长断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我对江公子手上的货物也是颇感兴趣 不知道江公子手上还有多少枚这种品质的不灭单呢 这不灭单吗 我手头上确实没有多少了 也就还剩个五百枚左右吧 五百枚 此话当真 哎 区区五百枚不灭单 不算什么 连这点东西都没有 我江宇也不敢来这万州商会谈生意啊 这 这 数死之多的极品不灭单 这小子竟然这么轻易就丢了出来 这么多不灭单 我记得我给恩公的空间戒指里 就只有十枚不灭单啊 五万州商会背后的靠山是域外龙堂王朝 这些疗伤上药的确是龙堂王朝所需要的 这江宇能如此轻揉淡写的拿出五百枚不灭单 恐怕他身上的不灭单永远不止这个数量 怎么了 区区五百枚不灭单 用不着如此失态吧 月儿姑娘 江公子果然爱开玩笑 能一下子拿出五百枚不灭单的人 放人整个冬夜也没几个 江公子就不怕 切身起非分之响吗 如果月儿姑娘感兴趣的话 大可一世 五万州商会自然不屑于干这种勾当 这笔生意切身接下来 不知江公子想用这些不灭单交换何物 眼下呢我被灵霄圣地通缉 财务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在下只想借用贵会的空间通道一用 这五百枚不灭单就全当作费用 怎么样很划算吗 五百枚不灭单换取一次空间通道的门票 确实很划算 不过此事恐怕我万州商会是办不到了 哎 办不到了 月儿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江公子 你有所不知 所谓的空间通道 也并非是人想象中的那般便利 空间通道 是由两位掌握空间法则的动天境强者 在不同的地点开辟而建成 从而能使人自由在两个位置进行高速移动 但同样 空间通道也会被时空中的异常力量影响 尤其是超过开辟者本身实力的力量 啊 超过开辟者本身实力的力量 这跟万州商会的空间通道不能使用 有何联系 想必江公子有所不知 想要出这东狱 必经之路便是东狱的边界 陨落山脉 而近日在陨落山脉外围 有一处上古遗迹被发现 这处上古遗迹 疑似是大能者所遗留 自他出世以来 整个陨落山脉的时空 都被秦运函的强大力量所扭曲 现如今想要离开这东狱 只有穿过或者绕开那上古遗迹 除此之外别误他法 上古遗迹 竟有这等事啊 听上去似乎有些危险重重啊 有气 江公子似乎对那上古遗迹有兴趣 对于此遗迹 我对其的生险程度也略是一二 切身奉劝江公子 最好不要打他的主意 多谢月儿姑娘的美意 我对危险的事情并不感兴趣 我从来没干过危险的事 我江宇向来最珍惜自己的小面了 这是从你一个敢得罪灵香圣地的人 嘴里说出来的话吗 恩公 你这话说的你自己信吗 两位能不能别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花车回来了 月儿姑娘 既然空间通道不能使用 那贵会可有其他办法让我离开东遗 自是有的 五万州商会 虽然在这东遗的影响力不如灵香圣地 却也有三分薄面 正好近日那山谷遗迹出现 听说有不少王命之徒从中获得了价值不菲的宝物 本会早就有意前去收购这些宝物 即日便要启程 只要江公子潜入我万州商会的商队 想要绕开灵香圣地的封锁并非难事 那自然是猜好不过了 这五百枚不灭单就当做给贵会的报酬吧 五百枚不灭单价值不菲 只是让妾身帮个小忙的话 倒不至于如此破费 这是我万州商会最高规格的会员卡 里面存有五百万零食 这批不灭单就权当妾身向江公子买下的 江公子日后若还有这种品质的不灭单 一定要再来我万州商会变卖啊 一定一定 那就多谢悦儿姑娘了 这万州商会看来是真的挺会做生意的 怪不得生意遍布整个大陆 停下停下 天玉宫奉灵消圣地之命 缉拿逆贼将语 所有出城人等其受盘查 如有反抗杀无赦 哎呀这天玉宫好生霸道 我等也是东玉宗门弟子 居然也得跟平民一样接受盘查 哼 兄台 这话可不能乱讲 天玉宫乃是七大圣宗之一 和我们这些小门小派可不一样 哎呀这天玉宫实在是太过分了 难道就没有人能出头吗 让开让开 万州商会出城 闲杂人等退下 停下 天玉宫封城 闲杂人等必须接受盘 这死活的玩意儿 敢拦我万州商会的车 你 你是何人 你知道我们可是天玉宫的人吗 呸 垃圾一个 小小天玉宫 别敢拦我万州商会的车 就连你们的主子灵霄圣地 也得给我万州商会三分面子 叫你们管事出来说话 原来是万州商会的赖月儿会长大驾光临 误会 误会一扯吧 还请赖会长见谅 是天玉宫的王长老吧 五万州商会有事出城 天玉宫的盘查 应该不包括五万州商会在内吧 哎 岂敢岂敢 你们这群不长脸的家伙 还不快快放行 那就多谢王长老了 请转告你们公主 他要的灵药 五万州商会已经准备妥到 明日便会送上 一定一定 多谢赖会长 在下一定会转告公主大人赖会成请业 请啊 王长老 圣地命我等搜寻江雨下落 就这么放万州商会的人走了 圣地若是追究下来 哼 所以说年轻人就是年轻人 遇到一点小事就慌乱了阵脚 那万州商会的赖月儿是什么人 他一个一向认钱不认人的主儿 会去为了区区一个三流门派的贼子 来得罪圣地 就算那江雨把自己卖了也就值个几万流石 远远都不够让万州商会出手帮他 如果因此夺进了万州商会 那不好受的 而是我们 是我多虑了 长老大人果然英明 想不到万州商会的名头竟然如此好用 月儿姑娘 归会果然如外界传闻的一般深不可测 江公子说笑了 要论起深不可测 江公子才是当之无愧 啊 月儿姑娘此话怎讲 据切身所知 江公子三年前被圣地废了至尊骨 修为尽尸 如今不仅能以一己之力 击败两名圣地圣子 又能一下子拿出如此多的不灭丹 确实有些令人狭狭连篇 江公子 那不是得到了什么奇遇 月儿姑娘是在试探在下吗 江公子多虑了 任何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切身自然不会多问 看来 这江雨确实是有所奇遇 之前随手便拿出五百枚不灭袋 她身上的财富 只怕远远不止这些 如此一块贼肉 怎么能让那灵香圣地降了去 只是 这小子的实力深不可测 贸然对他动手 只怕会让主熟的鸭子飞走了 只有到了那上古一季 与五万州商会洞天镜的长老们会合 临手镇压这小子 逼出他的秘密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江雨 落到了我的手上 不管你彻底榨干 可不是本姑娘的风格 恩公 你怎么看起来心事重重的 银儿姑娘 你不觉得这一切太顺利了吗 顺利 恩公是指什么 没什么 或许是我想多了 我出去再找些柴回来 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 此地前往的上古一季还需三日交程 只需要飞鸽传书提前通知长老们 到时候也万无一失了 这江雨修为倒是不弱 长得也甚是俊巧 得将他身上的财富洗裂一空后 说来做本小姐的一个炉顶 倒也不错 是我多疑了吧 总感觉那赖月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 那是 这是天羽大陆各方势力专门用于通讯的灵格 流光追 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原来如此 这女人好恶毒的心肠 若是我毫无防备的跟她前往的上古一季 还真的是要被一群洞天镜的高手给困住了 既然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了 送上门的经验 岂有不收之力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有强者交手的气息 乃乃乃 月儿 你就别反抗了 这池子里早就被我下了剧毒 你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 可恶 曹云 你好卑鄙 你不是在三年前因调戏而知圣地圣明 被灵作圣地囚禁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还要多谢那个叫江宇的谋贼 哎 若不是因为他 我恐怕没有这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想不到本作刚刚被放出来 就能遇到如此天赐良机 看来你与本作有缘啊 哈哈哈哈 好了 多说无意 赖月儿 你已经中了我阴阳中密毒乱花残 中此读者一个时辰之内会情欲大发迷失本性 就算你是半步动天境的强者也不例外 若是能得到你的天心圣体本源 本作突破洞天境也并非难去 哈哈哈哈 你还是乖乖的任我摆布吧 可恶 身体不能动他了 我赖月儿 难道真的要栽在这个银贼的手里吗 嗯 有意思啊 果然是人见刺有天梢 这赖月儿好像遇到麻烦了呀 不过那个叫曹云的家伙 好像也是圣地势力的人 正好坐山观虎斗 等着两人交手之后再上去收个经验 岂不美哉 小美人本作来了 这曹云的实力也是半步动天境 与我先超无几 若见我深重剧毒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等他放松警惕的一瞬间 才有吸血机会 哼 不反抗了吗 看来乱花散的毒性终于凑笑了呀 呀 啊 这是 凝血神针 你 看 看 曹云 冬天境之下 受了冰写神针 神仙难救 按个时辰之内 你就会化为一滩血水 在痛苦和煎熬中死去吧 哈哈 好狠毒的女人 可恶啊 就算我活不过半个时辰 你也别想好过 你 你想干什么 这凝血神针我中了 肯定不会活着 不过你也别想好过 本座要让你的身体 你这辈子都留下我的烙印 疯子 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 你叫啊 你叫不红眼没人来救你 你越痛苦 本座就越兴奋 哈哈哈哈 哇 这就是老江湖之间的战斗吗 要不是我有不死之神 恐怕这两个人 我一个都不是对手 唉 好像差不多了 按这个发展下去 恐怕等会儿的画面 就要稍儿不移了 住手 是谁 抱歉啊 打扰了两位的雅兴 等等 这张脸 你就是那个击败了方星宇的江云 江公子 快救我 此人乃是七大圣宗之一 阴阳宗的副宗主曹云 快把我杀了他 闭嘴 赖月儿 都这个时候了 我岂不知道你虚情假意 暗藏祸心 你就不奇怪 我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在这儿吗 你 你难道都知道了 江云 看来你也被这个女人坑过呀 本座虽然奉圣地之命来追杀你 如今却也有心无力 只想当个牡丹花下死的风流鬼 你若有兴趣 我可以和你共享这个女人 不知你意下如何 江云 江云 你不要听她胡言乱语 她是圣地的鹰犬 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快杀了她 闭嘴 她是圣地的鹰犬 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吗 哈哈哈哈 没错 江云 我一个将死之人 对你而言 没有任何威胁 怎么样 不如接受我的建议吧 这小子出现的真是时候 只要我让他奉下警惕 长弓夺射了他 我便能拥有一线生机 这江云恐怕并不知道 作为半步动天境强者 灵魂已经与动天境强者一样 可以出窍夺射 哼 我话还没说完呢 曹云 你将元神汇聚于天灵穴 是想夺舍我吗 你的这点小伎俩 骗得了别人 可骗不了我 他怎么知道 他不过真目净修为 怎么可能知道元神的运用手段 嗯 要不是被云破天那个老不死的夺射过 差点就又中了这个曹云的套 哼哼 不过就算他成功夺舍了我 我的不死之身 也会教他做人 这波博弈你以为你在第二层 实际上我已经在大气层 哼 就算知道了 你屈居一个真无敬的小子 又能改变什么 快把揍身交出来吧 自寻死路 也好 就让我收下你的人头吧 全无变 这 这是 空击猎妇 原浅灵魂的 只有空间之力 一个区区真无尽的小子 怎么可能击破空间 我 我不甘心 我堂堂摆布冻尖镜强者 只剩一步 便能成为雄霸一方的强者 怎么能如此轻易陨落 搜索 搜索 月季地杀半部东京竞强者 经验值加十万 啊 空间戒指 不愧是一派副总主 居然有空间戒指这等珍贵之物 啊 居然有圣极功法 阴阳某种大法 圣极特殊功法 可对毫无抵抗之人 种下某种 容易出在境之下强者 是否学习 啊 有意思 这功法 除了名字不太正派之外 倒是挺有用处的 这小子 居然能击破曹云的灵魂 看来他的实力确实非同小可 只怕这小子收拾完藏云后 下一个就是我了 至现在他放松警惕 这名铁神针还剩最后一枚 静宇 我不管你是何等条件 在我这个老江湖面前 你还是太嫩了呀 你以为你识破了我的计划在第二层 实际上 本小姐已经算计到了第三层 去死吧 跟老娘到 你还是太嫩了 江湖 这该死的曹云 就能对我用了那等下三滥的毒药 不过 只要和你这个将死之人解了毒性 至少也就再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最后的赢家 是我呀 江湖 这般俊俏的少年郎真是可惜了 倘若不是因为那草原 姐姐还真想陪你好好玩玩 虽然不能得到你的财宝 但替姐姐解了这毒 也算你功德于鉴吧 毕竟姐姐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恭喜宿主席得阴阳众魔大法 经验之前一般 哦 是吗 什么 女人 我承认你差点就能杀了我 如果我是一般人的话 或许真就栽在你手里了 可惜你始终是奇差一招 你千算万算 也不会算计到我身上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 你身上的秘密 的确 这江湖确实有些超过常理了 一个普普通通的真武进武者 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 不妨就告诉你吧 我中了宁血神针还能活下去的秘密就是 我拥有不死之身 什么 这 是怎么可能 好机会 阴阳众魔大法 成功了 我故意说出不死之身的秘密 让赖月尔失神 果然对他成功施展了阴阳众魔大法 小 夏宇 你都有做了什么 还有 你 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不死之身的秘密 你是想杀了我吗 哼 你马上就会明白了 以你万州商会会长的身份 杀了你实在是太过可惜 哈哈哈哈 赖月尔 我会让你成为我的奴仆 为我死心塌地的服务 不 不可能 你忘了想 不好 这是阴阳宗的阴阳众魔大法 诚文中 连阴阳宗宗主都没有修炼成功 他是怎么学会的 我 我的意识 啥一个半步冬天境才只有十万经验 确实不太划算 收服了这赖月尔 以他万州商会会长的身份 倒是能替我做更多的事 不过 若是不能将他身上的毒素解除 恐怕他也会因为乱花散的毒性死去 必须得先把他身上的毒给解了 没想到干这种事居然会这么累 累死我了 可算是将他身上的毒素给拍干净了 嗯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身体 为什么这么热 这是 血 为什么会有血 对了 我花散的毒 那个男人 他难道对我做了 你醒了吗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放心 我可没有对你做什么 只是运工把你逼出了毒素而已 确实 我体内的毒素全部消失了 而且身体也没有什么异样 看来他并没有说谎 你也不用着急感谢我 我会这么做自然是因为救你对我有好处 你的体内已经被我种下某种 也就是说今后你的生死全部都在我的一念之间 除非我死了 否则你永远都要认我摆布 哼 被你比 怪不得你会如此好心来救我 想要解除某种 除非杀了他 而这疆雨可能是因为觉醒某种体质的原因 几乎不可能死去 除非动用圣人级别的力量 才有可能杀得了他 这疆雨修为并不比我高 所以我被布下某种后才能保留自己的意识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这小子中心的奴仆 必须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利用圣人级别的力量 像这小子诸杀 赖月儿 你也是个聪明人 如今你的性命在我手上 我不希望之后你再对我玩什么把戏 成王败寇 我没什么好说的 江雨 做我赖月儿今天栽在你手里了 你想怎么做就去听尊便吧 是吗 你嘴上虽然这么说 眼睛里的杀意却毫不掩饰呢 不过我不在乎你有什么心机和阴谋 即使不用营养肿磨大法 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屈服于我 无论你怎么反抗 最终也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被我碾压 可恶的臭小子 我赖月儿发誓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自从昨晚恩公和赖会长回来后 气氛就变得有点微妙起来了 三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天狱公和百花谷这帮废物 整整三日过去了 竟然还没有找到江雨的下落 看来有必要整顿一下奇大圣宗了 嗯 哦 奇大圣宗的人 属下派遣秦雷长呢 哼 客套的话就不必说了 除了天狱公和百花谷负责封锁城池之外 本族还召集了阴阳宗和吴奇宗的人 怎么不见他们派遣的高手 奇兵秦雷长呢 博奇宗递出远迈山落 又因为最近有上古遗迹出现在他们的地盘 所以并没有派遣高手前来 至于那阴阳宗的曹云 哼 阴阳宗嘛 本座知道了 确实指望不上那帮色令置昏的混撞东西 本座此次召集你们前来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利用你们的手段 来抓到江羽这个逆贼 属下等人自然明白惊雷长老的用意 我万妖宗可遇使万妖 想要找到江羽并不困难 如今搜遍各大城池 仍旧找不到那江羽的下落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这江羽已经逃至荒野 不过只要有属下的能力 想要抓住这江羽 指日可待 我无量宗虽然在搜寻方面不如万妖宗 且可以布置任法困杀将军 只要找到此次的下落 他定然绝无逃脱可能 我五毒教最擅长使毒 论攻击手段 当属七大圣宗第一 有我五毒教出马 就算对方是动天竞强者 也未必敢保证能全身而退 很好 本座期待你们的表现 三日之内 我希望你们能抓到江羽这个贼子 不过 若是办不到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你才明白吧 这就是圣地顶牵长老的实力吗 同为动天竞强者 云青雷只怕比我们教主 强了数倍有缘 我都明白 灯火 游二小姐 前面有村庄 看来晚上我们能吃上一餐像样的东西了 是吗 太好了 王大哥 那我们就过去吧 得了 铁雷江羽被我使用阴阳中魔大法 已经过去了十二个时辰 我的意识 已经开始渐渐模糊起来了 只要是和他的视线对上 我的内心就会生起一种必须服从他的奇妙感觉 可恶 奇怪 怎么总有种被人盯上了的感觉 是我多心了吗 喂 你没事吧 滚开 江羽你不要碰我 真是奇怪的女人 只是碰了一下他的手 一时就开始动摇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等不到我杀了他 我就会彻底的服从这江羽了 必须尽快抵达陨落山脉 我要借助长老们的力量 替我解除莫种 好 会长江公子 村子到了 今天就在这里歇歇脚吧 这村子起的名字还挺有个性 啊 恩公 怎么了 不 没什么 刚刚那种感觉怎么回事 是我想多了吗 这个村子里难道没有人住吗 奇怪了 刚刚我在马车上 从远处看着村子的时候 明明有很多灯火来着 是我眼花了吗 这座村子果然还是有些古怪啊 是 想必几位是外来的客人吧 老身是这里的村长 这里的人都习惯称呼我为燕婆婆 你们也可以叫我燕婆婆 不知几位客人来我们彼岸村 是为了什么 他就是这里的村长 不过看上去确实只是一个普通的老者 身上没有任何修士的气息 老婆婆 我们是路过柜地的修士 想来这里休息上一晚 你放心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 是 原来几位是修士大人哪 恕老身闲前失礼了 不过正如修士大人所见 我们彼岸村 我们彼岸村只是一处普通村落 并没有客栈之类的经营场所 如果几位修士大人不介意的话 可以来老身的家里歇脚一晚 想不到你这老太婆还挺明白事理的 你放心 钱我们有的是 只要招待好我们 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 修士大人客气了 请吧 老身的家就在这条路的正前方 老人家那就麻烦您了 那是自然 几位修士大人 请沿着这条路 一直向前就行 老身年事已高 腿脚不利索 稍后便会跟上 燕伯伯 需要我背你吗 不不必了 怎敢劳烦修士大人 是吗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我们便先行一步了 这将于好高的警觉性 还好我及时向气息收敛 不然差点就露馅了 哼 不过既然你入了这无量宗的彼岸沙阵 便是十死无生 这你才诡计多端 今日也要丧尸 是因为入夜的原因吗 怎么这里的雾气如此浓厚 这可不是寻常的雾气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五毒教的紫云毒烟 我一早便看出来这里并不寻常 只是我没那个好心提醒江乙这小子 若是我毒教的剧毒 或许多半真能杀了这小子 只要这小子一死 到时候我便能摆脱这小子的控制 哼 终于出手了吗 啊 希望这一次圣地的人不要太让我失望 能给我多送点经验来 哼哼哼哼哼 但从结果上一看来 他还是中计了 若是真正的老手 再察觉危机的一瞬就该避开 毕竟任何人的性命都只有一条 根本没必要以身视险 有你无量宗的患症 加上我五毒教的毒烟 只需要半个时辰 这里的所有人便会任人宰割 到时候杀掉江雨 根本不需费吹灰之力 不过麻烦的是 万州商会的赖月儿 居然也跟着这江雨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要是不小心伤了他 那可就伤脑筋了 哼哼 段风 那你可就多虑了 这赖月儿 一早便识破了我等的计谋 他既然没有点破 肯定是也想让我等 杀了这江雨 至于原因 我猜测 可能他有什么把柄在江雨手上 又或是被江雨威胁了 所以他根本不会对我们出手 好 原来如此 那我们便没有任何顾忌了 毕竟我们的任务也只是杀了这江雨 云青雷那边不好得罪 万州商会我们也同样惹不起 那便 我们 开始行动吧 好诡异的雾气 等等 那是什么 雾气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是花瓣星猛 这种毒蛇的毒素 对不捏进强者都会有一定影响 这里怎么会有如此之多 恩公 你要干什么 不用担心 傻丫头 我去去就回 这些东西应该是冲着我来的 不过区区毒蛇可奈何不了我 啊 冲着恩公来的 难道是圣地的人 啊 不好 武器更浓郁了 实现已经模糊 根本无法分辨出恩公的方位了 哼 江雨 你果然对自己的体质有着绝对自信 不过 就算你有特殊体质 面对五毒教的剧毒 恐怕也要命运于此了吧 毒蛇嘛 若是一般人或许会记得 不过我嘛 小家伙 你好像有点嚣张啊 对 就是这样 张开嘴 乖 真听话 知不知道这样很疼啊 宰住 老虎不发威 真当我是病猫了 恭喜宿主 触发战神血脉 经验值加十万 啊 什么情况 经验值怎么加的这么多啊 行行行 宿主啊 你是不是忘了你之前 将圣体烦心诀突破到第二层 觉醒了新的能力吗 新的能力 哦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啊 不过 战神血脉不是只有在战斗中死亡才会出发吗 没错 是这个道理 不过如果宿主和敌人交战中 中毒生亡反复复活 就会多次刷新这个buff 总有获得海量级面 啊 原来如此 不过你的脸是怎么一回事啊 啊 嘿嘿嘿嘿 这个嘛 不要在意细节 只是跟老婆亲热了一下 怪不得这么好心提醒我 原来是怕等一会儿我影响你跟老婆亲热吧 嘿嘿嘿 男人嘛 理解理解一下啊 那我就不打 哎 果然是不靠谱的系统 不过说起圣体凡心诀第二层的特殊功效 我似乎记得还有一个是无视阵法来着 这 这怎么可能 我的花斑星蟒 居然对它不起作用 嘿 上官燕 你不是吹嘘说这花斑星蟒的毒 配合你的紫云毒烟 能毒死动天境之下的任何强者吗 哈哈 怎么这小子中了你的毒还跟个没事的人一样 段风 你还看不出来吗 不是我五毒架的手段不行 而是这小子身上有着古怪 嘿嘿 你们慌什么 不过是一个厚生小辈罢了 就算这小子百毒不清 他也没办法破我无量宗的阵法 迟早会被我们困杀于此 如果圣体凡心诀有这个功能的话 那么只要运转起功法 找到了 怎么可能 他居然窥破了我的彼岸山阵 剑魁 这小子太邪门了 你们就是圣地派来的追兵吗 实力也太差了吧 这三人身上没有动天境强者的气息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你 区区小辈 出言放肆 江羽 你可知道我们三人是谁 抱歉 我对杂兵的名讳没有兴趣 刚刚那个阵法和毒便是你们的手段吗 就这些三脚猫手段也敢来追杀我 未必太没有创意了吧 嘿 江羽 就算你破解了我们的手段又如何 我们三人的实力 可是比你击败的方星语还要高上不少 就算跟你正面交手 你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是吗 我很期待 不如你们就一起上吧 狂妄小辈 就凭你真无敬的修为 本座捏死你就如同牢蚁一般 想跟我进神战吗 自量力 是 是 什么 死死的肉身居然恐怖如死 是 好恐怖的肉身力量 只怕比我等的肉身还要抢上不少 该死 五子孝这个蠢祸 居然如此大义 系统并没有提示经验提升 这家伙中的我玄武便下的权力一拳 居然没死 看来这些人的实力 应该是半步动天径 解决掉一个杂兵 喂 接下来你们两个是要车轮战呢 还是一起上呢 哼 口气倒是不小 不过是肉身力量有些强横而已 只要知道了这点 要对付你 根本不需要太多手段 这小子是想激怒我们 上官宴 不要上当了 你放心段风 我可不跟五子孝那个蠢祸一样 只要你和我一起出手 这小子绝无生还可能 是吗 区区杂兵大言不惭 小子 就让你看看我万寿门的手段 说行对 说 这是 哈哈哈哈 江羽 是不是身体不能动弹了 这可不是简单的把你身体拽进地下 而是利用整个地下的灵力 来束缚你的行动 这便是我万寿门的圣级功法 五行诀 干得漂亮段风 接下来只要由我来给这小子最后一击 便能轻松送他上路 这小子肉身强横 为了保险起见 就用上我五毒教的镇教之毒 天命世心伞 这种毒可是连动天境强者 都能毒杀得去 江羽 江羽 我看你这次还死不死 全是天命世心伞 哈哈哈哈 现在才后悔 已经晚了 江羽 要怪就怪你得罪了灵霄圣地 你放心 我动手很快 不会痛 终于成功干掉这小子了吗 接下来 只需要将这小子的尸体带回去 便算完成圣地交付的任务了 上官燕 别忘了这小子 是你跟我一起斩杀的 这里的功劳可有我一份 你可别想吃毒食 哼 段风 你把我上官燕当成什么人 我自会向精雷长老说明情况 只不过这小子的尸体 我很感兴趣 以这等强度的肉身 说不定能炼制出极其强大的毒魁 令我实力大增 你放心 圣地的赏赐 我只会要这具肉身 其余的奖赏 全归你一人所有 如此一来 你便没有一人了 这还差不多 哎 两位 这是在讨的什么呢 哇 这小子中了我的天命世心伞 居然没有死 而且实力比之前 似乎更上一层楼了 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 经验只加十万 哇 这次重生的经验还真是丰厚啊 恭喜宿主提升修为之半步动天境 恭喜宿主肉身强度提升至半步动天境 天武真经升级成功 等级加一 圣体本心觉升级成功 等级加一 居然能让我所有的功法都提升了一个等级 甚至将肉身和修为全部提高到不灭境巅峰 很好 看来这武毒教的人 对我而言可真是个可持续利用的大经验包 龄云 你究竟是什么怪物 凭你 还没资格知道我的秘密 山官燕 我给你两个选择 臣服我或者死 这 臣服于你吗 倒也不是不行 这么少管 这女人怎么回事 怎么 江羽你以为 本作是在骗你吗 我的用读手段对你全部无效 而你如今的实力也在我之上 你又何必如此谨慎 的确 不过我并非谨慎 我只是好奇 圣地之中居然还会有你这样的人存在 真是令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这没什么好意外的 我五毒教本就来自大陆之外的蛇岛 和灵霄圣地也只是合作关系 我蛇岛女子 一向以嫁给强者为重 所以屈服于强者 并不可耻 江羽 你是我认同的男人 能在如此年纪 就拥有这等实力和气魄 臣服于你 本作也没什么好说的 有趣 想不到这世上 还有你这等明白势力的人 我只是比那些世俗蠢人 更明白点形势罢了 江羽 我上官宴 愿奉您为主 很好 不过 以防万一 这时 金阳中魔大法 多么过去的男人 不仅实力和潜力令人伤味 连心机也不容小觑 若是她的话 或许将来的成就 还要在灵霄胜利之上 好了 上官宴 从前往后 你便是我的人了 今后也只会为我一个人而卖命 现在 你就用你所有的用夺手段 试着攻击我看看 这 主人 我 我真的一滴也没有了 很好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这波经验值 直接刷了上千万 可惜 恭喜宿主决心体质 逼接毒性免疫 看来bug也不是那么好卡的呀 想不到死了太多次 体质居然进化出免毒树星了 上官宴 主人 还有何吩咐 我命你继续潜伏在圣地之中 为我做事 你可有异议 这 可属下接到的命令 是必须既杀了主人您 倘若就这样回去的话 恐怕圣地中人 是不会放过我的 你无需顾虑这点 我自有办法让你跟圣地那边交代 属子这般最好 那属下 便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 很好 今后我会帮你在圣地之中获取更高的地位 有了你在圣地之中为我做事 对我将来击溃圣地又多了几分助力 属下 顶当全力付作主人 那 这空间戒指里的东西 你就拿去跟圣地的人交代吧 还有 收拾干净这里 属下明白 圣童叶 你 毒物消失了 不仅如此 你看 原来这里根本不是村庄 怎么会这样 难道将与成功击退了圣地的追兵 那些人可都是七大圣宗的爱把手 洞天剑之下的最强者 这怎么可能 是恩公 将与 他不但没死 秀与居然比之前更上一层楼了 太好了 恩公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呃 圆儿姑娘 其实我有一件事早就想跟你说了 恩公这个车乎听起来怪别扭的 咱能不能换个 那 我就叫你江大哥 好了 对 还是这个称呼更自然点 江公子 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 啊 没什么 只有几个不长眼的散修想要截杀我等罢了 不过不用担心 他们已经被我尽数收拾了 原来如此 看来这之前的一切都是幻术阵法 要不是江公子修为不凡 恐怕我们今天就得待在这儿了 哈哈哈哈 不敢当 不敢当 不过既然天色已亮 我们是不是应该赶路了 你说对吧 赖会长 对 对 江公子说的没错 这江羽是在对我示威 他难道知道龙想坑杀他的事 可恶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能杀了这小子吗 我赖月儿 难道真的一生都要当他的走狗 这赖月儿似乎是很不愿意服从于我呀 同样中了阴阳肿膜大法 上官燕轻易就被收服了 而这赖月儿在我修为提升之后 居然还能坚持这么久 那我就多陪你玩上一会儿 让你彻底折服于我 赖月儿 我要使你明白一个道理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一切的阴谋诡计 都是可笑无比的 上官燕 为何只有你一人回来了 段风和吴子孝呢 本座吩咐而等办的事 办得如何了 禀经雷长老 段风吴子孝 不幸被江羽所杀 属下与那江羽击战 最终侥幸战杀此子 你三人均是动天境之下 的最强者 半只脚已经迈入动天界 这江羽在你们三人的围攻下 竟能反杀两人 正是如此 此子修炼了一种神秘的功法 实力远超寻常修炼者 若不是属下擅长使毒 恐怕也要惨遭此子毒手 可惜 我五毒教的毒 毒性太过猛烈 此子 已经尸骨无存 只留下一枚空间戒指 还请惊雷长老过目 空间戒指 竟然是玄武真经 玄武真经 魔改版 干得不错 上官爷 本座会在圣主面前好好 褒奖于你 赐予你客卿长老的身份 只要你好好为我圣地效力 就算祝你突破洞天境 也并非难事 属下 多谢敬雷长老提醒 客卿长老吗 得快点将这个消息 传讯给主人 江公子 到了 终于到了 陨落山脉 江公子 接下来的路程 我就不便相逢了 这陨落山脉中 有不少高阶妖兽 寻常圈养的坐驾 受不了这些高阶妖兽的气息 根本无法前行 那就先谢过王大哥了 老王 你就先行回到商会之中吧 接下来的路 由我陪着江公子 好嘞 那就祝各位一路顺风 上官宴这时 应该已经将我的死讯 传达给圣地了 虽说在圣地面前诈死成功 可若我要接着留在这东狱的话 恐怕会使上官宴暴露 嗯 还是先离开东狱 提升实力为妙 嗯 这赖幼儿今天 倒是安分了不少 随着我实力的提升 这家伙终究也是 抵御不住了吗 那就是传说中的仙人遗迹吗 果然有够壮观 传闻这座洞府至少是圣文静强者作流 连圣地和我万中商会的高手都不敢染指 只有一些小门小派不知畏惧的人才想来碰碰运气 你说的没错 的确都是些不入流的小门派 江大哥 这种夺作人的话 你不要说得那么大声啊 喂 小子 你说话很萧正啊 你可知道我狂刀门留三刀的名讳 居然是狂刀门的刘三刀 哇 此人号称真武镜之下无敌手 刀法神通 没有人能扛住他三刀 刘三刀 快得教训下这臭小子 想不到老子的名号角有这么多人知道 也好 就拿这小子立下威 一举收拢这里的散修成为画室人 好在争抢一亿宝物的时候获得优势 什么 小子 想起本大爷的名号了吗 嗯 刘三刀 什么刘三刀 我只听过满三刀 这年头阿猫阿狗也有名号了吗 真是够稀奇的 什么 不过是个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小子 居然口出狂言 看我三刀将你斩下 看几位的样子 是想动手 我奉献几位还是老实点别冲动 会死人的 怎么 臭小子 这时候知道怕死了 嘿嘿嘿 小子 晚了 谁叫你已经惹恶了我们门主 果然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我是说会死的人是你们呢 什么 这 什么 这 怎么 可能 快看 狂刀门的人居然倒下了 竟然凭气势就制服了真武镜强者 难不成他是动天将 好强大的气息 散修之中 你有这等强者吗 此人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强者 突破修为之后 连真武镜强者也扛不住至尊谷的气息了吗 不过泄露了至尊谷的气息 恐怕潜伏在这一代真正的高手也察觉到了我这边 我倒要看看有多少强者准备在这遗迹外围守住待兔 这是 是商会的招牢们 竟然是万州商会的大人物 没想到他们也来了 好强 这三人都是动天境 幸亏我事先收复了这赖月儿 不然真要和这三人动手 就算我有不死之身 恐怕也难以逃脱啊 刚刚的气息就是从这小子身上发出的嘛 要是 大小姐 她怎么会跟这来路不明的小子混在一起啊 等一下拜见大小姐 各位长老免礼 大小姐 你怎么来了 你身旁这位少年凶士是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 这位江公子 是大小姐新任命的客卿长老吗 实敬实敬 大长老客气了 既然大家彼此都算相识了 那寒暄的话也就免了吧 三位长老 最近几日 这一季的情况如何了 既然都是我万州商会的自己人 那我便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实不相瞒 大小姐 这几日据我等观察 此一季恐怕并没有外界传言的那般简单 哦 二长老此话何解 据我等初步观察 此一季的主人 生前恐怕是至尊敬强者 即使过去多年 在这一季外围 依旧有着强大的节节防护 得断一切时空 不仅如此 我等还特刺到此一季内 还有着大孔不存在其中 若是贸然染指 恐怕会引来无穷祸养 连三位长老都如此忌惮吗 想不到 这一季就会是这等可怕 不过大小姐也不必担忧 此一季对动天境之下修饰 并非死死无生 我等只需看那些无知散修 争夺机缘做生渔翁之力即可 大长老说的对 无论如何 我万周商会始终能获得不少好处 那些散修就算能获得机缘 也要担心被人劫掠 将机缘卖给我万周商会 自然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哈哈哈哈 正是如此 这些散修在一季中拼死拼火 抢夺机缘 有些甚至连性命都搭在里面 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谁才是最大的赢家 大恐怖 死死无生 那可真是 香大哥在那开心什么呢 江雨 你怎么还在这儿 蓝月儿 我有一事不解 要向你解惑 哦 说来看看 你现在应该 你现在应该 还没有完全被某种控制意识吧 为何刚刚在三位长老前 要替我圆场 你完全可以命令万周商会三位长老 将我就地诛杀 恢复自有身 为何不能做 哼 原来你是在为这种无聊的事所困惑吗 江雨 虽然我并没有完全被你控制意识 可我的生死依旧拿捏在你手上 就算三位长老能压制你 但以你不死的特殊体制 想要杀我 不也是轻而易举吗 哼 果然是聪明人 和聪明人说话 就是省事啊 哼 那是自然 江雨 你如今已经抵达陨落山脉 只要绕过这一季 便能逃出灵香圣地的掌控范围 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既然都来了这里 就这样绕开一季未免太过可惜了 我自然是打算进一季闯一闯的 什么 你疯了 就算你体质特殊 像要从这一季中活着出来也很难保证 你这是要自觉反目吗 这貌似也不用你来关心吧 我死了对你而言 不是更有好处吗 你不是个生意人吗 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你给我有关这个一季的资料 我给你解除阴阳肿磨大法的部分禁制 就是让你保留意识 你看如何 这小子 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明明那么想摆脱圣地的追杀 却又对危险无比的一季这般感兴趣 真是搞不懂这小子 哼 既然你要找死 那我便如你所愿吧 这里便记载着我们从散修中买来的一季资料 多谢 这是 他居然真的解除了某种的部分禁制 这赖月儿倒是个人才 小型将他控制倒是少了那么几分成就感 不如慢慢调教 使他心悦诚服为我办事 好了 接下来研究研究这一季的资料 只要里面没有活着的洞天镜之上强者 或许又能捞到不少经验呢 以我如今的实力 只要不被洞天镜以上的强者 用洞天之力束缚 就算是任何常人眼中的绝境 对我而言都并没有什么威胁 原来如此 这个遗迹已经存在了万年之久 就算里面有什么强者 恐怕都早已化为积烦 而且据从遗迹中侥幸逃出来的散修所述 遗迹内虽然处处充满禁制和危机 却没有活着的生灵存在 如此看来 的确有进去干一票的价值 姜大哥 姜大哥 我 鱼儿姑娘 你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不是的姜大哥 我 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鱼儿姑娘 她这个样子 不会是亲起来的吧 修仙者也会来那个吗 之前我也没问过爹一师妹啊 姜大哥 实不相瞒 自从进入这允乐山坏之后 我的身体就与一种奇妙的反应 没关系 女孩子嘛 年龄到了总会有些日子会不舒服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所以我想麻烦姜大哥 能帮我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关于我身上在发生的事 什么 你说让我帮你看看 这种事我一个男人也能帮你看吗 没关系的 如果是给姜大哥看 那也没什么 就在这里 方便吗 什么 就在这里 当然可以 如果是这样能帮到你的话 那大哥我义不容辞 这个印记是 这个印记 我似乎在门派中的古籍中见过 貌似跟一位远古强者有关 难不成是 姜大哥 你认识他吗 嗯 确实有在门派的古籍中见到过这个图案 圆儿姑娘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清楚 姜大哥 自从我进入这允乐山脉后 就感到有些身体不适 知道今夜沐浴时 才发现这个印记的存在 关于这个印记 姜大哥 你知道些什么吗 嗯 现在只是猜测 不过其实我也不太确定 现在大概可以确定的是 你身上的印记 应该跟远洛山脉中 一记的主人有关 看来只有进入那一记之中 才能解开你身上的秘密了 所有散修朋友听着 此处一记入口 已经由我万州商会 数为大能开辟而成 任何动天境之下修饰 均可进入 我万州商会不收取任何费用 不过若是有散修朋友 曾一记获得宝物 将由我万州商会进行挑选收购 本商会再次保证 收购价格绝对公道 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不过话说回来 依我等的修为 若是真得到了什么宝物 恐怕也未必能有命享用 卖给万州商会 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兄台所言甚是 诸位先有 此物乃我万州商会信物 与此空间通道相连 只需捏碎此令牌便可返回此处 若是有想进入一记中的人 可以排队报名 联取此信物 我要报名 不要怂就是干 哼 果然是一群被贪婪蒙蔽双眼的无知鼠辈 举举三言两语就赶着为我等卖命 江小友 你怎么来了 难道你也对这遗迹感兴趣 三长老 悦儿小姐 在下的确是对这遗迹略感兴趣 想要进去碰碰机缘 江宇 你这是要带她一起进去吗 就算你对自己的实力有所自信 可这丫头你却未必护得住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我来此只是想借空间通道一用 不知二位是否愿意行个方便 大小姐 这 哼 那就随她的便吧 反正多两个人使用通道 对我万周商会又没有什么损失 来 这是你们的令牌 嗯 那就多谢二位了 这是 果然是别有洞天 这遗迹内部看来是大能者所开辟 实际空间比外面看上去要大得多啊 江大哥 怎么不见其他人呢 或许被传送到其他地方去了 小心点 这里与外界隔绝 灵气恢复的速度极慢 而且在我们之前还有几批人 从其他通道进来了 或许在暗中窥死也说不定 嗯 江大哥 我会小心的 什么人 藏头落尾 烧死 被发现了 你是何人 为何要在暗中窥死我们 住手 少侠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 碰上硬茬子了 想不到此人年纪轻轻 修围境如此恐怖 此人居然是不灭境行为 在散修之中也算个强者了 为何要干此偷襟摸狗的勾当 快说 你亏损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说 我居然都说 两位少侠 想必是初来乍到 对遗迹内部情况有所不知 说来看看 少侠 你还没有察觉到吧 此遗迹最大的恐怖之处 并在于 此遗迹内部的时间流速极慢 遗迹中的一日 便相当于外界的十年 什么 我倒是听完仙界一日 凡尘十年的传说 难道此地是仙界 仙界 怎么可能 仙界之门已经关闭数万年 就连远古时期最强的几个至尊 也未曾登临仙界 少侠说的没错 此地并不是仙界 而是由强者开辟出类似仙界的空间 此地 与仙界不同的便是 此地灵气稀薄 虽然遍地机遇 但若没有足够的灵石和丹药支撑 基本上举步为鉴 更不要说去抢夺机遇了 而且外界的空间通道 每三日才开启一次 就算我们想去到外界 也得在遗迹中 待上三十年之久 若是没有灵石和丹药 谁又能在此存活三十年 那些送我们进来的大势力 分明就是将我们这群散修当成炮灰 哼 原来你在此亏损我们 是想抢夺我们身上的丹药和灵石 果然些坏鬼胎 看来万州商会给我的消息 也是有所隐瞒 应该是他们想吸引散修进入遗迹 故意隐藏了这个对他们而言不利的消息 怪不得你一切散修修为都有不灭境 有如此实力 截杀普通散修的确并非难事 可惜你遇上的是我 少侠饶命 少侠饶命 修炼意图 弱肉强食本是常事 我并不会追究这点 真的吗 少侠 你是要放过我吗 可既然你选择了这条道路 就要做好被杀的觉悟 今天若是我的实力比你弱的话 你会放过我二人吗 不好 他起了杀意 我身上还有大机缘 不能死在这儿 必须逃走 就算你实力比我强 但这里的重力 可是比外界强了一倍 小爷我在此地待了三十年早已适应 你能跟上我的速度吗 啊 什么 到手的经验 让你跑了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擒龙手 啊 江大哥的实力 似乎比我刚见到他时又强上了不少 这是什么 好浓郁的灵气 这难不成是 传说中的诸果 诸果 那可是传闻中染上神兽朱雀之血的果树所孕育 一枚猪果价值堪比数百万零食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我的身体 在渴望着这猪果 看来我猜的没错 云儿身上的印记 果真跟这个遗迹有联系 这猪果对我作用不大 云儿姑娘 就由你来服下他们吧 这猪果如此珍贵 江大哥 怎么能给我这样的人服用呢 不可不可 万万不可 哎呀 让你服用你就服用 这等寻常人眼中的天才地宝 对我并无用处 况且这遗迹因为时间流速的原因 实力高强之辈不在少数 你的实力若是太弱的话 反而会成为我的累赘 这 那好吧 就于江大哥所说 这猪果我服用便是 好 你服用这猪果提升实力 我替你护发 嗯 主人即将突破洞天境 需要半枚猪果才能再够抵命 命我等筹备 可如今我只劫力到七枚猪果 仍不足主人命我筹备的十枚之数 若是不能完成任务 恐怕我小命难保 不是 居然是服用猪果时所引发的天地异象 哼 如此迷雾张胆地服用猪果 定然是新来的修士 正好助我完成任务 高手 至少是半步冬天境 此人的剑道修为居然可以切开空间 实力远胜寻常的半步冬天境强者 恐怕离冬天境也十分接近了 嗯 服用猪果的那个看来只有真武净出气 这个在一旁护发的小子倒是有些实力 不过并不算很棘手 尊下何人 来此意欲何为 哼 你还没有资格知道大爷的名号 所谓天才地宝能者得知 交出猪果 我可以考虑放你二人一命 小大姑母 果然是为此而来 小子 你是贤命太长了吗 倚你的修为 不会看不出你我之间的实力差距吧 买买束手就擒将于诸果献上 本大爷行情好了 你等或许还能保住一条小命 这 漂亮小丑 你 杜江武德 居然通行 厚颜无耻 你一个打劫的 也配跟我听武德 这小子怎么充手就是圣级高级武技 而且身体力量远胜于寻成星链车 什么 这把剑可是洞天正强者锻造的 怎么可能 看来放水放过头了呀 这一拳居然没能打死他 可恶 失散了 得赶紧向主人求援 你刚刚做了什么 小子 我承认你实力不错 不过等我的主人到了 你的下场只会是死有一条 出来混 要讲背景 要讲势力 你会打有个屁用吗 哦 这么说你主人也是个大人物了 他是何方神圣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 那么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免得你死的不明不白 挺好了 我家主人正是灵霄圣帝的第三圣子 云中节 啥 灵霄圣帝第三圣子 你笑什么 我当你说的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原来 原来是灵霄圣帝的小别三 连灵霄圣帝的第一圣子方星宇 都已经被我斩杀 那第三圣子又算个什么东西 胡扯 第一圣子方星宇乃天生至尊 岂会被你击败 况且我家主人已经在这遗迹中修炼百年 现在就算那第一圣子在我家主人面前 也没什么好惧怕的 好一个天生至尊 修炼百年 看来那第三圣子已经进入这遗迹十多日了 并不知道方星宇被我斩杀的事情 也好 这些个圣子都有洞天境甚至主宰境的潜力 将来是我对付灵霄圣帝路上的障碍 不如就在这遗迹中把他们全给做掉 你 要干什么 住手 是第三圣子云中节的人 那就先拿你这喽啰开刀 看来这批陷入遗迹之人的宝物可真不少啊 人儿居然这么快就吸收完了猪狗的药力 那修为 什么 居然之夜从真武精出奇突破到了不灭境 这都快赶得上我突破的速度了 啊 江大哥 刚刚发生了什么 啊 在你消化药力之时 有责人前来骚扰 不过你放心 他已经被我击败了 让江大哥费心了 举手之劳罢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朱果之药力浑厚无比 寻常真武精修士 得半个月左右才能吸收 你这吸收的速度有点快啊 的确不仅如此 朱果的药力也并未与我原本的灵力冲突 仿佛完美的被我身体吸收了一般 嗯 看来你应该有某种特殊的体质 那我刚刚又得到一些朱果 你再试着吸收看看 这 不必多言 这一切只是为了印证你身上的体质 这朱果对你的作用比我的要大 那好吧 我再试试看 看来随着云儿的修为提升到不灭景 吸收朱果的速度比之前更快了 它到底是什么体质啊 难道只需要吸收朱果 便能无止境的突破吗 这怕是跟拥有系统的我比起来 都差不了多少了吧 哇 又突破了 张德胜那狗奴才发出讯息的地方 就是在这儿吗 你 差点忘了 刚刚那家伙喊了援兵 来的可真是时候 江大哥 他们是 来者不善 你自己小心 这五枚猪果你拿去吸收提升实力 这些人先交给我来对付 好 江大哥 你现在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帮不了江大哥 必须将五枚猪果全都吸收了 才能和江大哥一起用敌 那猪果上有张德胜的气息 他难道被这小子杀死了 大胆 竟敢从本座手上抢东西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了 赵明 周云雅 你二人诉说 给我拿下这不知死活的东西 遵命 这三人的实力 比之前那个人可强多了 尤其是中间那个 恐怕随时已经可以突破到洞天境 能杀了张德胜的确有几分本事 不过也仅仅如此罢 零龙塔 怎样 居然是入道集法宝 来得好 正好试试我突破之后真正的实力 狂妄 居然想用肉身接住零龙塔 简直是自寻死路 就算是十个半步洞天境的强者和力 也抵御不了这玲龙塔的攻击 这可是我在遗迹中得到的入道集法宝 你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说对劲 这小子的气息好像并没有消失 而且在刚才一瞬间强大了数倍 你只使用了秘法吗 混货不要大意 你难道没察觉到这小子的气息吗 气息 少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 白虎变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居然单手托起了零龙塔 这就是所谓的高阶法宝吗 倒是件锤背的好工具 我用完了 我还给你们 不好 主人小心 妖宠小技 秀李清昆 动天镜 不 不对 动天镜的强者已经是无漏之境 举手投足不会泄露分毫气息 而云中杰出手时 仍有气息外溢 这足以证明他不是动天镜 至少没有完全踏入那个境界 只是现在的我 能战胜这种强者吗 喂 你二人刚刚躲闪了吧 嗯 主人 你 你听我们解释 够了 区区奴仆 竟敢让主人至神险将 要儿的何用 这 这 主人饶命 主人饶命 啊 周韵雅 看在你曾是本座卢顶的份上 这次就饶你一命 下次再犯 绝不轻饶 是 是 属下牢记主人教会 死子的修为 不是你们这群废物能对付的 在一旁看着吧 本座要亲自将这小子拿下 这等战力 待本座完全突破到动天镜后 倒是有资格成为本座新的奴仆 哈哈 就让本座来试试你是否真的有那个资格吧 大言不惭 你给小爷我当奴仆都未必够资格 哈哈哈哈 你很有胆量 不过光有胆量并没有什么用 也罢 就让本座来磨灭一下你的锐气吧 动天之力 什么 对付这样一个小子 主人居然使用了动天的力量 不好 剑大哥危险了 只是 这便是本座的动天 只不过本座还没有吸收足够的灵力突破 导致它还并不完整 不过用来对付你一个半部动天镜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动天 动天镜强者在自身的动天内几乎无敌 看来接下来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苦战了 在这动天之内 本座的任何招式都会威力倍增 而且绝对无法闪堵 哼哼 就先来到开胃菜吧 托 虚 斩 它的攻击 我竟然完全察觉不到任何诡计 哼 有趣 本座刚刚那招本想是斩断你一臂 没想到竟然只是划伤了你 看来你的肉身远胜同皆修饰 怪不得能硬扛入盗集法宝 本座真是越来越忠于你了 小子 现在臣服与我还来得及 本座可以对先前发生的事既往不咎 哼 痴心妄想 看来是我拖大了呀 即使是未完全突破的冬天境 也绝非现在的我能对付的 不过这既然是不完整的冬天 那一定也有它的破绽存在 好在这云中节并不知道我的真正实力 只要隐藏实力在它大意之时爆发全部力量 攻破这个冬天的破绽 我未必不能击败它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不断跟它交手 直到找到那个破绽的存在为止 圣体繁星菊 哼 牺牲功力的秘法很慢 可笑死我 冬天境与半部冬天境之间的差距 岂是秘法能填补的 什麽 与空跨落 我剑阵 这是一七化剑 与一七化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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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麽还会活着 雪舞变 游龙掌 给我停下 这小子的战利权又提升了数倍 不好 之前是在唐卓 真的如我所料 你之前施展任何攻击手段时都在原地 果然那个地方就是你冻天的薄弱之处 如今我击破你的冻天 你的实力起码削弱了五成 如今的你未必是我的对手 可恶 五成功力本座足以杀你 本座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了 顺杀大罚 我既是拥有增强功力的秘法 还有增强肉身强度的秘法嘛 小子到底是什麽怪物 你竟然能同时将两种修炼方式 都修炼至如此境界 他让他击破冻天 否则我根基受损 现在也无法真正突破冻天境 不妖子 本座其中全部冻天之力 一较高下 冻天之力 零 来得好 就让我用所有经验 将秦龙手提升到极致 来接下他这一招 秦龙手生机成功 恭喜速助掌握低进武器 隋翼龙神掌 这是什麽级别的武器 本座的境界已经抵达冻天之将 你怎麽会摆给一个小子 成练百年 竟然摆给一树子 我不甘心哪 啊 主人的洞天竟然破碎了 这个其实是 有趣 有趣 云忠杰居然会被人杀死 东西速中 越界击杀 动地境初期强者 经验值 加二十万 啊 原来只要是境界达到了 无论凶蕊是否突破 都会被系统认定为是相应境界的强者吗 看来情况有些不妙啊 刚刚使用的武器器实在太过显眼 我已经能感觉到有数十道神石在窥探此处了 啊 江大哥 此地不宜久留 羽儿姑娘 我们走 他居然放过了我 云风姐 想不到你有今天 这是自作自受 本姑娘本是天之骄子 没想到完毕之身却被你这个人渣玷污 这样死 真是太便宜了 混账 这是 云忠杰的储物戒指 居然有七十枚珠果 这是云忠杰用来突破洞天径积累的底约 没想到 竟然没有被刚刚那人发现 真是天助我业 有了这些诸果 我突破洞天径也并非难事 云忠杰 你为了突破洞天径所做的努力 全都成为了本姑娘的嫁衣 有人来了 阿杰 是谁杀了我的好兄弟阿杰 圣子大人 杀了主人的 是刚进入遗弃的两个散修 一男一女 身份不明 圣子大人 你也不必太过伤心了 我伤你个头啊 混账 这个王八蛋 到我这儿借了五十枚珠果来突破洞天径 现在不仅人死了 连珠果也被人抢了 你的珠果该找谁要 我的火气很大呀 混账 那两个贼人是什么行为 一个半破洞天径 一个不灭境 未入洞天径 竟能杀得了阿杰 看来之前我感受到的气息没错 杀死阿杰之人 使用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武器 恐怕远远超过了圣级武器 哼 不过既然未踏入洞天径 终究只是蝼蚁之辈 迟早本作会拿回自己的东西 只是本作如今有更重要的事要吧 你便留在我身边 帮我办事 待本作办完钥匙好 祝我寻得那两个贼人 明白了吗 说算明白 已经逃了这么远 看来暂时是安全了 啊 有什么东西在下面 这是什么 小心 这是什么怪物 居然一点生灵的气息都没有 鱼儿姑娘 可恶 给我 破 什么 这是什么生物 竟然有着这么恐怖的回复力 你 江大哥救我 可恶 不好 怪物太难成了 鱼儿姑娘危险了 混蛋 看来只能用全力了 这帮人竟然在吸收我的体力 谁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出手救我 我只是不想让朋友就这样死了而已 哼 你 朋友 你我似乎素不相识吧 你不认识我不要急 我认识你就行了 灵霄圣帝的圣子云中杰是你杀的吧 是又如何 此人的境界已经突破洞天境 只是和云中杰一样 修为还没真正突破 那就对了 你杀了云中杰便是灵霄圣帝的对头 而我和那灵霄圣帝 有着不死不休的恩怨 所谓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的朋友 我称呼你为朋友 难道不对吗 原来如此 我叫江雨 阁下怎么称呼 在下图天 应该比你年长 小兄弟不介意的话 可以称呼我为图雄 图雄 我比你早入这遗迹近百年 你有什么疑惑的 可以尽情问我 图雄 你可知道 刚刚那个怪物是什么东西 我的朋友方才被他抓走了 对此 我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已 刚刚那个怪物 便是黄血神术的根径 啊 黄血神术 就是那个能孕育出诸葛的奇物 没错 正是如此 这遗迹中的黄血神术 已经存在无数岁月 早已孕育了神石 就算是圣人 恐怕也未必能追踪得了他 你的那个朋友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怕是并不见得 我方才在我朋友身上 留下了一缕气息 我能感觉到他并无大碍 哦 想不到小兄弟心思竟然如此缜密 怪不得如此年纪便有这等修为 虽然不明白的黄血神术 为何只冲着云儿姑娘一人 但凭着我留下的气息 应该能追踪到黄血神术的位置 不知道头胸可否助我一臂之力 找到黄血神术后 你我机缘均分 你看如何 痛快 自然是义不容辞 想不到已经有这么多人 跟我们一样找到了这里 这几个人的修为 这便是真正的东天境啊 小兄弟 不可贸然前进 此四人 居已真正突破冻天境 出入冻天境之人 冻天大小一般 不会超过方圆三里 进入他们方圆三里之内 就算你我彻底隔绝气息 也会被他们所察觉到 有趣 要不是我的冻天领域有方圆五里大小 恐怕还发现不了这两人的存在 何方鼠败多多藏藏 给本座现身 好恐怖的威力啊 这 这便是冻天境的实力吗 若是被发现了我不死之神的秘密 而被这群人用冻天困住行动 再注下精神烙印 恐怕我就要沦为某个大势内的奴奴了 总而言之 得小心行事 哼 我倒是什么人物 原来不过是两个楼一项 鬼入洞天境 竟敢挥似此此当机缘 简直不知死活 不好 有个女人不是云中节身边的人吗 她怎么会在这 怎么会是她 怎么 你们认识 不 不认识 只是这两人 竟能躲开圣子大人的攻击 属下对此感到有些惊讶而已 哼 这两个人不同于一般的蝼蚁 能躲开本座一击并不是难选 而且本座也并没有杀心 这二人对本座还有利用价值 太好了 这种场合 若是我指认此人 云中盛若是杀了他没找到祖国的下落 恐怕会怀疑到我的头上 到时候逼死无疑 这个女人称呼身旁之人为圣子 也就是说这个人也是灵霄圣地职 那为何她要说不认识我呢 莫非是 她 嘿嘿 她是被我的颜值征服了 对我有别的想法才会如此帮助我 这两个蝼蚁 你说刘他们还有用处 是什么意思 蠢货 枉你贵为一国国师 居然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 你 我等虽然发现了这黄血神术的踪迹 却不知道这结界之中是否有凶险存在 若是让这些蝼蚁之辈先进入结界之中打头阵 不是免去了不少风险吗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确实是个好主意 你们两个小子 还不快报上姓名 散修 通天守徒苍生 散修 彻底拳将无底 小兄弟还真上道 嘿嘿 老哥你也不赖 只是这名字会不会太山马特了点 这帮散修本领不大 名号倒是不小 就算你是通天还是彻地 到我黑魔老祖的面前 都得给我趴着 明白了吗 万别明白 这黑魔老祖自己不就是散修头子吗 说话真羞张 啊 照机会一定要把这伙先坑死 很好 待会我们刺动天强者 会合力打开这结界的一处 到时候你们几个半步动天境的 就先进去打前锋 明白了吗 哈哈哈哈 不过 为了一防万一 是黑魔试魂大法 是老王八蛋玩音的 黑魔老祖 我吃你呢 黑魔老祖 你给本姑娘等着 苏青城 你什么意思 我的人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出手了 黑魔老祖 你未必太不把我摇持圣帝放在眼里了吧 这 这苏青城是摇持圣帝钦定的下一任圣主 果然傲气凌人 本老祖就不信你能一手折天 苏小姐 你别误会 我这也是为了大家着想 万一这些人进入结界后图谋不轨 岂不是影响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你就当给我黑魔老祖一个面子 啊 面子 一个修炼两百年才突破洞天的废物 你也配跟我谈什么面子 为了所有人的利益 怕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吧 在场的四位动天镜中 只有你黑魔老祖没有靠山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等平起平坐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吴青城 你 放肆 竟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指护本座姓名 你算个什么东西 再敢在姑娘面前大呼小叫 你的黑魔宗帝也没有在这世上存在的必要了 可恶 哎呀 这女娃娃的性格可真带劲 还以为她是软柿子 没想到却是这里最硬的茬 嗯 真是有意思的女人 只可惜没把黑魔老祖这个老乌龟给杀了 这次暂且留你一命 倘若再这般没大没小 下次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好了 我们所有人合力打开这结界 绿竹 青梅 你们两个还有其余三个半步动天境 先去结界中窥探情况 在确认没有风险后 我等随后杀入 是小姐 少用命令的口吻跟本座说话 好了 诸位应当放下成见 争夺机缘才是 我的法宝天罗盘可以汇聚我们所有人的能量 用以击破这结界 各位 出手吧 还不快快出手 还不快快出手 为了机缘 就先忍下这奇耻大炉 黑魔大法 什么星爵 什么星爵 顺杀大法 七星爵万法归一 还不快快进入结界 小兄弟 我们走 走姐姐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是灵墓 为什么从外界看来 奇迹中明明除了古树之外 里面应该空无一物才对 难道这里就是黄雪神术的躯干之内 你说什么 如此说来 倒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好 蛾方萧小 敢敢擅闯境地 啊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明明身居已经化为枯骨 怎么还能拥有如此浓厚的生命力量 这恐怕是传人中的狮灵 我在古籍之中又看到过 狮灵 狮灵 是圣人镜以上的强者死后 尸体发生异变演化而来 继承了躯体主人生前一部分的实力 大家小心 这家伙相当危险 好 想不到尔等之中 居然有人能看出本王的来历 着实有趣 不过打扰了本王休眠 可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你们准备好承受本王的怒火了吗 前辈怎么 前辈 我等无意打扰前辈兄民 只是受人所破 才逼不得以冒烦 还请前辈见谅 哦 方才本王没注意观察尔等 没想到尔等之中竟有如此佳人 你说你们是受人所破 也对 凭尔等的实力断无可能破了主公部下的结界 主公 这骷髅已经这么强了 居然还有主公 不过不管尔等是有什么苦衷 擅闯禁地的罪过都不能轻易饶恕 除了刚刚那个美人 你们四个都要接受本王的成见 喂 死骷髅头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只有我们四个要受罚 我敬你是前辈才离让你三分 没想到你却是如此好色之徒 想惩罚老子 啊 大不了于死网破 有种你就试试 闭嘴 你这如羞未干的臭小子 本王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而且本王身躯早已化为苦苦 确实没种 你能奈我何 我去 这骷髅头这么没有下线的吗 图兄 我看这骷髅实力并非那么可怕 你我联手未必不能胜他 好 江兄 我也看这家伙不爽 看我把这厚色骷髅的头盖骨掀了当夜壶 哦 有趣 想动手 也对 你们几个当中有点实力的也就你们两个小白脸了 不过本王可懒得跟你们打 给野跑 啊 这 就是 动天之力 凯思 难道说这黄血神术内 本身就是一个强者的动天吗 你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 哈哈哈哈 小美人 本王正在对他们略施惩戒呢 如果你放心 本王可舍不得对你下手 你就乖乖在一旁看戏吧 待本王收拾完这几个家伙再来好好疼外面 妹妹 妹妹 姐姐 我 我好难受啊 可恶 你这邪恶 到底想怎么样 啊 啊 当然是杀了你们 用你们的血肉来重塑本王的肉身 这你都不明白吗 小姑娘 啊 王八蛋 放开那个女孩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有种冲着我来 居然还能站得起来 看来你小子肉身强度可无啊 想不到万年之后 天与大陆还有这等有武器的修饰 不错 勇气可嘉 不过 啊 爷让你爬你就得爬 哼 自不量力 啊 江公子 嗯 上我爬 你也配 圣体凡心诀 这是 这是什么火焰 居然能伤害到本王 全无变 什么 这小子的力量居然到达了洞天境初期的水平 啊 威龙神掌 尖鬼 地球无际 怎么可能 压力松失了 那个厚色骷髅死了 妹妹 你没事吧 我没事姐姐 你不用担心我 你快去看看江公子 啊 我去 这地球无际 也太耗费体力了吧 啊 之前跟云中节对战时用过一次 现在再用一次 体力已经基本耗尽 啊 啊 看来得找机会给自己偷偷来一刀 刷新状态了 啊 江公子 江公子 你没事吧 啊 是 啊 啊 检测到宿主体力靠近 即将在三十秒后启动重生机制 不好了 江公子上的好严重 他已经开始蹊跷流血了 七夕 七夕也没有了 这 这该怎么办啊 姐姐 你快把人放下 传闻果然是真的 有只圣女的女弟子 都这么单纯的吗 这新疆的 不会被这两个傻丫头给折腾死吧 本想欺负欺负这群小辈 没想到遇上硬茬子了 还好他们不知道本王的生命本质是灵魂 而并非躯体 还是先装死看看情况为上次 距离重生还有三秒 距离重生还有两秒 距离重生还有一秒 速度重生成功 经验值加一 姐姐 江公子醒了 太好了 江公子你没事吧 这位小姐姐我没事 还有 你能不能不要靠得这么近啊 把那玩儿挪开点啊 你哪个干不清的 是这样的考验的 我去 他的气息恢复的好快啊 几乎就是在一瞬间 看来我这刚认识的小兄弟身上的秘密还不少呢 不好意思江公子 刚刚救人心切失礼了 小女子多谢江公子的救命之恩 我摇持圣地会永远记住江公子的这份恩情的 哈哈 哈哈 两位姑娘不必客气 我江母人行走江湖 绰号少女之友 凭生最看不惯欺负女性之徒 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这点小事不止一提 不止一提 小姐总说圣地外面的男修士 每一个人是好东西 可这江公子 却和小姐说的不太一样 改天一定要让小姐解释一下这位江公子 咳咳咳 你们寒暄够了没 可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对了 机缘 这里是古树内部的洞天 玉玉诸果的神奇之地 这里应该有不少隐藏机缘才是 而且我感觉到 鱼儿姑娘的气息也就在这附近不远了 没错 只是还需要我等仔细发掘 刚刚那个好色骷髅乃是诗灵 诗灵必须在灵气十分风雨之地才可诞生 可这个墨穴内似乎并没有太多灵气 或许这里还有其他的秘密通道 嗯 什么 不好 这家伙居然还没死啊 混账 玄武 我 变你个头 你当本王是棒吹马 还会再给你使用密法的时间 给我下去吧 混账耗色骷髅 还有我呢 吃我一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子 下次出招前屁话别那么多 本王又不是傻子 混账 有种放我出来单挑 单挑 哈哈哈哈 你脑子秀斗了吗 你会打有个屁用啊 初来混讲的是技毛 蠢祸 下去吧 啊 还有你们 也给我下去吧 嘿嘿嘿 爱事的人都紧了 现在就只剩你和我了 小美人 你 你 你把他们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哈哈 不过是送他们去见我的一个老朋友了 那老家伙可没我这么好说话 一想到那家伙的邪恶啊 连本王都不见有些损然啊 哼 小美人 知道太多对你并没有好处 你就安心留下来好好侍奉本王吧 不 你要干什么 那几个炮灰 怎么还没传来消息 真是一群废物 袁中生 你也不能怪他们 他们刚进入这结界 身影就消失不见 看来这遗迹中有不少风险 还是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不好 怎么了黑魔老祖 是有什么情况吗 我种下烙印的几人当中 已经有两个人死了 一个是那个叫江无敌的散秀 还有一个便是云中生 你手下的那个女娃娃 还好我没有自己进去 看来里面的凶险不小啊 进去的那五人 实力都还不错 五人联手 就算遇到洞天境初期也能扛住一会儿 没想到这么快就死了两个 热柱 金雷 你们两个千万别逞强 不要是灭死我给你们的信物离开那儿 千万 千万不能出事啊 死骷髅头 你给老子等着 嗯 奇怪 这么高掉下来就是一点都不疼 难道是小爷我的练体境界又提升了吗 哎呀 有时候人太优秀了 也是一种烦恼啊 哎呀 我 图老哥 你都别吹牛了吗 你的屁股压到我这儿脸了 我 我去 教兄 你怎么在我下面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这里味儿也太重了吧 这死骷髅到底把我们传送到了什么地方 图兄 你有没有察觉到 此地的死气十分浓郁 的确 这般浓郁的死气 若是被不灭境以下的羞士接触到了 几乎必死无疑 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大能在此陨落 才能预遇出如此浓郁的死气 怎么了 图兄小心 好像有什么邪恶要出来了 那是 这 这 莫非是 图兄 怎么了 你知道这件事的来历吗 看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刚刚那个骷髅 并非是简单的失灵 或许 我们惊扰了不该触碰的禁忌 传闻中 远古之强者 可斩断三世因果 跳脱天道之外 眼前这个邪恶 和先前的骷髅气息极为相似 很有可能都是同根同源 好 或许都是同一个大能者 所褪去的肉身 什么 这怎么听上去比我的不死之身还牛 好 好 好 重生成功 经验值加1 好痛 刚刚那一击明明没有击中我身上要害 却直接杀死了我一次 这是怎么做到的 哦 居然未死 磨血症 不 不对 你身上没有死气 而且有外人的气息 不像是患有磨血症 可若不是磨血症 以你的修为 是怎么扛住本王的攻击的 这鬼东西在那嘀咕什么东西 磨血症 那是什么玩意儿 喂 你到底是什么家伙 一上来就偷袭 还在那一个人叽叽歪歪 什么磨血症 你跟小爷我说清楚 嘿嘿嘿嘿嘿 该说你是无知者无畏嘛 本王很久没有听到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 像你这么嚣张的后辈 本王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 小子 你是真的不怕死吗 哎 你今天就见到了 小爷我什么都怕 就是不怕死 江兄 这个怪物修为极其恐怖 虽然石灵这种生灵 不被天地认可 无法凝聚洞天 可这家伙实力恐怖 和千千那个骷髅根本不能相比 你还是不又激怒他为妙 啊 不能凝聚洞天 那不就是废物一个吗 土老哥莫怕 有我在 照得住 你先一边休息会儿 看我怎么收拾他 嘿嘿嘿 我似乎又闻到熟悉的惊艳味道了 嘿嘿嘿嘿嘿 这么自信 莫非我这个小兄弟隐藏了石灵 一只在绊猪吃老虎 可不对啊 刚刚在外面的时候 他怎么没有这么嚣张 这个鬼东西 明显比外面那四个洞天镜加强还要强啊 要将凶有什么克制手段 混账 你竟敢说本王是废物 真是狗胆包天 死鸡龙鬼 这怪物果然够强 这种级别的攻击 我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干脆速死 耍点惊艳心 哦 这小子居然不反抗 哼 面对本王的攻击 还有保留实力的余地吗 果然深藏不漏 哦 还在保留实力吗 那这一招呢 怎么样小子 一般般 给小爷我挠痒都还差点意思呢 还在这边 就算你拥有强大的恢复能力 本王就不信 把你撵成碎血你还不死 绝对死欲 可须为时 这是竹在京的手段 加上小心 小子 在这绝对死欲之内 隔绝一切灵力 就算你不死不灭 也要汲取外界的灵力来恢复吧 好了 让我们开始这令人愉悦的折磨吧 本王就大发慈悲地听下你的遗言 我谢谢你的傻子 这东西应该是我咬过的最恶心的玩意了 那味道可真不敢勾累 不过我也算是发现这鬼玩意的弱点了 你竟敢 本王的肉身 本王的肉身 可恶 可恶啊 让你碎尸万段 看来我的猜测发九不离十了 这僵尸王虽然身上的死气和境界都极其恐怖 但那腐朽的肉身却很脆弱 给我死 我们就不幸杀不死你 一次弱形就一千次 一千次不行就一万次 一亿次 我们就这世上还有杀不死的人 这家伙疯了 明明境界这么高 攻击却完全没有章法 那我也不找武德了 尝尝我自创的武技 武天雷霆溜一腿 小王八蛋 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 江兄 你到底怎么样了 这都一个时辰过去了 你不会连骨头渣都没剩了吧 江兄 你我相处的时间虽然短暂 但人非草木 熟能无强 像你这么合得来的朋友 我是第一次交道 你放心 虽然你尸骨无存了 但哥哥会继承你的意志 活下去的 幸亏留了块传送令牌 待我出去后 一定会为你 立衣观众 继承你的遗志 替你端掉灵霄圣地 服不服 服了 我好像听到了江兄的声音 是幻听吗 还拽不拽了 不拽了 不拽了 我错了 还不行吗 大爷 大爷 谁是你大爷 叫爸爸 爸爸 那是什么意思 没听过这词啊 是大哥的意思吗 管他呢 再打下去 这小子要把我的肉身给毁了 本王教师肉身都没了 岂不是要被他死骷髅给削死 鬼松子 强者 独觉一诗之语 不就是爸爸吗 又不是让我叫他爹 叫就叫 爸爸 爸爸 别打了 哼 乖 这还差不多 还不快解开这结界 放你爸爸出去 那好嘞 爸爸 哎 东兄 江兄 他 他这是 来 这是你气爷 快说声气爷好 你气爷好 江兄 这气爷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 你对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啊 嗯 这气爷嘛 是我老家的方言 就是干爹的意思啊 这家伙不知道 还在那乐呵呵傻笑呢 不过你放心 有我在 他不敢造次的 老弟我已经将他彻底征服了 啊 是 哼 嗯 那个 你过来 怎么了 爸爸 气爷 爸爸和你气爷 此情而来 是为了救一个女人 他是被这黄血神术的处须抓走的 你可有线索 是他抓走的人 他不是一向不问外界事物吗 怎么会对一个女凶事贸然出手 我说呢 怪不得 这里沉寂了万年 怎么会有外人进来 原来是你小子惹个祸 还找来这么个怪胎 不仅打不死 关键是比我还疯 这小子我得罪不起 你小子我也得罪不起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 哎 你在那一个人琢磨什么呢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吗 哪里哪里 我哪敢有所隐瞒呢 爸爸让我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再回答 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 如果是发现你再敷衍我 会发生什么事 我可不敢保证 我到底该怎么办 再不想想办法 只怕我现在就会被这小子给拆了 那个女修士确实在我这儿 石王 带她到我这边吧 这声音是 这小子居然会主动给我传音 这万年来 我和老谷从未听到过她的讯息 她竟然为了眼前的这小子给我传讯了 看来这小子的来头比我想的还要大 难不成她便是我们三人的主事之身 从她不符合境界的表现看来 确实是有这个暗闻啊 哎 算了 不行了 还是带她去见那个家伙吧 想起来了吗 小朋友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 二位放心 她还平安无事呢 我这就带二位去见她 这还差不多 从这进去便能见到你们的那位朋友了 江兄 这家伙这么配合 不会有什么古怪吧 还是小心点为妙啊 哎呀 啪什么 天塌下来了 有老弟我撑着 那你要是不放心 我先上 所以说人类这种东西还真是不便利呢 怕这怕那的 可惜兄弟有了系统后 早已经不进门了 哎 江兄 我这小兄弟是不是小时候 把脑子给摔坏了 我图贴也算是见过蟒子了 没想到他居然还要更蟒 等等我 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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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是 这究竟是什么生物 我甚至感觉到 它与我们之间 仿佛不是一个资源的存在 我见过许多强者 甚至曾经远远观看过 圣人敬强者的英姿 不过就算是圣人敬强者 也不曾让我有过这种感受 在他身上似乎没有任何枷锁 和我一样 不被天地规则束缚 不过我是凭着系统 而他是怎么做到的 江羽 图天 想不到你们二人竟然还是追到了这里 看来未来并不是那么轻易能改变 做到 你不用感到意外 江羽 我是从未来而来自然认得你 可惜 我并非在规则之外 仍旧受到某些束缚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跟我之间的关系 一切都还要靠你自己领悟 领悟 前辈 可否把话说明白点 以你如今的实力 知道太多 对你并没有好处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 这位前辈说话好古怪 算了 还是问问云儿姑娘她下落吧 江羽 你是想问张云儿的下落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必意外 江羽 我说了 我是从未来而来的 如今发生过的一切 过去的我都曾经经历过 你不必担忧张云儿 我正在送她一场造化 一年之后 你们自会相见 你带她进入这遗迹 不也是为此而来吗 莫非我先前的猜测是真的 沾染神血而孕育的黄血神术 还有三世身 难道这遗迹的主人真的是 难道说 你和先前的两个鬼东西 不会是上古四大至尊之一的 世皇至尊斩断的三世身之一吧 看来你二人还是有点悟性 可是前辈 传闻中上古四大至尊 实力远超其余诸多至尊 甚至可以击杀先人 像您这样的人物究竟是怎样陨落的 天际不可泄露 不过我可以给你二人一个提醒 将来等你二人要度过至尊大劫时 一定要小心仙剑 小心仙剑 仙剑 仙剑不是早已经消失了吗 好了 我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你二人牢牢记住我说的话并好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本你二人是不该见到我的了 而是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获得一场机缘 现在我将这场机缘还给你了 前辈 你就是要干什么 希望这次的见面 能稍微改变未来的轨迹吧 江大哥 这个前辈真是个谜语人 就不如把话说明白嘛 话说一半现在又要赶人走 不过好在这个前辈应该不会伤害云儿姑娘 那我也就放心了 童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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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兄你怎么了 屁 屁股 啊 屁股 我去 这是什么地方 不清楚 似乎是一个远古战场 荒废了很久 至今还有这强大的邪念 游荡在此 真是倒霉啊 搞不懂这些个人 怎么这么喜欢把人传送来传送去 童兄 你对先前那个前辈所说的话 有什么想法吗 想法 能有什么想法 至尊大劫 那是突破至尊才能遇到的大劫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能不能突破至尊境呢 说的也是 反正小爷我有不死之身 真要跟那位前辈说的那样 有什么威胁 不是好事吗 等到了那个时候再说吧 实在是太遥远了 江兄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是不是发现我还挺帅的 老哥 水汽水后 我去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一点气息都没有 好像不止一个 已经万年 尸骨依旧没有护手 这些骷髅生产 至少是洞天静的强者 可就算是洞天静的强者 也不可能存活了万年还有意识 这些骷髅好辛苦 翻门弄斧 什么 失策了 能保留上万年还不腐朽的武器 应该是相当厉害的法宝 这帮骷髅不好对付 江兄 不要请敌 这些骷髅生产 都是洞天静强者 虽然如今失去肉身 可也不是一般的小角色 不过 这点实力在我面前还是太嫩了 江兄 你先疗伤 他们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灵宝幻化 十字破捐枪 江兄 趴下 想不到图兄真正的实力 比着那圣地第三圣子云中节 也不遑多让啊 不过是一群亡灵罢了 怎么样 江兄 老哥我虽然不如你手段多 实力也还是有的吧 干得漂亮 图老哥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僵尸暗场里说应该死透了 怎么还能活动 莫非跟之前那个傻乎乎的僵尸说的 魔削症有关 就是不知道杀了这些骷髅 系统能不能给我加点经验 我确 确真的可以 经验 我的经验 江兄 你这是要干嘛呢 图老哥 捕捕的事就交给我了 这事我擅长 你先歇一歇 江兄这人的脑回路有点奇怪呢 真是搞不懂他 算了 反正能歇一歇 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话说回来 这里应该也是黄雀神术内部洞天的一处 一般来说 越是凶险的gap越多奇遇 这里的奇遇到底在哪呢 这是什么血液 那些骷髅身上好像也有这些血液 这感觉 气息跟诸果的一样 怎么回事 什么 不可思议 这些血液 竟然和诸果的像里一样 不 甚至还要强上数倍 他所蕴含的能量 正在不断强化我的修为 机遇 天大的机遇 只要收集 并吸收这些血液 想突破境界 简直一如反掌 有了它 我何惧灵霄圣地 头大哥 你正在干嘛 听我说 江兄 我已经发现了此处的大机遇 大机遇 这些骷髅士兵身上 所沾染的血液 似乎就是整个黄雀神术的养分来人 其中蕴含的能量 比诸果还要精纯术倍 只要收集这些血液 提传其中的能量 修为日尽千里 根本不是幻想 江兄 这可是天大的机遇 这血液竟然还有如此功效 不过 为什么我总感觉有些不祥的气息呢 头老哥 我看还是慎重点好 这血液太过古怪 在没弄清楚它的来源之前 最好不要轻易吸收它 小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啊 机遇明明就在眼前 这些血液我也吸收呢 并无古怪 哎呀 你怎么在这种小事上 泼泼泼泼的 你要是怕 就让我一个人 来吸收这些血液吧 这种提升修为的好事 有什么好犹豫的 那好吧 图老哥的状态有点不对劲啊 或许是太激动了 也对 我拥有气筒在身 不太能体会寻常修饰 遇到大机遇的心情 或许是我想多了 此地不过只是脉围 前往更深处 或许能收集到更多的血液 走吧 江兄 哦 好 果然有夏季人的气息 看情况似乎并没有走多远 包大人 他发现武军尸海 身躯已经化为灰烬 确认是我不像是 哦 居然能杀了我的部下 看来这次来的人并不简单 一共两人嘛 其中一人还吸收了 赤皇至尊的精血 这精血可不是那么好吸收的呀 用不了多久 那个夏季人应该也会变得跟我们一样吧 这些夏季人能来到这里 说不定跟赤皇至尊有关 他们身上或许藏有能离开这鬼地方的手段 自从万年前随先王大人围攻赤皇至尊以来 我等便一直被困在此地 如今还变成这般人不忍鬼不鬼的模样 本座早已受够了 赤皇那个老家伙自身肉身不知死活 先王大人更是不知去向 我等现在这个状态 我等现在这个状态也无法回到上界 只有想办法到外界去吸收足够的生命力量 重塑入身 才有机会重返上界 所有士兵听练 抓住这两个下界人 和徒兄一路走来 已经杀了数十名骷髅士兵了 加上之前的积累 经验值足以让玄武真经直接提升到第六重 大大提升实力 恭喜宿主提升玄武真经之第五重 消耗经验值五百万 恭喜宿主提升玄武真经之第六重 消耗经验值一千万 恭喜宿主肉身强度提升之冬天镜初期 可是徒老哥的状态 徒兄你没事吧 没事 我感觉我的身体从来没有这么舒爽过 这些血液的能量实在太过精纯 我突破冻天镜的底蕴 已经积累完毕了 看呐 江胶 我的冻天正在凝聚 马上便要度过冻天大劫了 这 这便是徒兄的冻天 不 不对 冻天的属性与修炼者的功法息息相关 徒兄所修炼的功法并没有如此邪恶 这冻天充满了诡异与不祥的气息 难道跟徒兄所吸收的血液有关 谁 已经完全被赤黄至尊的血液侵蚀致了吗 这血液中可是有着先王级别的诅咒 连普通仙人都无法驾驭 凡夫俗子胆敢染指 不易于自寻此路 什么 赤黄至尊的血液 你是何人为何知道这些事情 嘿嘿 想不到万年过去 现在的凡人都已经忘记那段历史了吗 本座乃先王麾下战将之一 曾跟随先王大人诛杀赤黄至尊 其量我等虽然成功诛杀赤黄至尊 却也被他所蕴含月面的血液给轻视 变成如今这般模样 赤黄至尊的身躯化为这黄血神术 让我等受困于此万年 先驱腐朽 修为倒退 不过好在苍天有眼 让我等到你们 你们是从外界进来的 定然有出去的方法 只要能从你们手中夺得通往外界的手段 我等便可重获自由 哦 原来黄血神术竟然是至尊身躯所化 怪不得内部洞天空间如此巨大 对了 先前那个僵尸所说的魔血症 难道就是童兄现在的争装 就先从这个正在突破的小子下手 不好 还要对童兄下手 默想 堂毕当车满 那就先收拾了你 我管你之前什么神恨 如今你的实力最多也就冬天静 谁怕谁 神 威龙神掌 什么 黄血虽然心为倒退 但所使用的也是心法 怎么会被区区凡人所使用的5G击退 想伤我朋友 先过我这一关再说 这火焰 危险 奇度危险 不可能触碰 好霸道的功法 既不于当年赤皇至尊的神果一般无二 这是威力弱些 他莫非是世皇至尊的转世之身 飞龙神掌 这老怪实力深不可测 虽然一时之间能勉强吵架 但以我现在的实力却难以胜它 更何况我还要分出精力 保护已经失控的童秀 给不住了 童老哥 都好 这小子想跑 若死子是赤皇至尊的转世 那就更留不得他了 小子 你是跑不掉的 那批战靶被圣体烦心绝伤到 还能复原 这便是赤皇至尊训业 赋予给他们的什么用力吗 大人 我抓住这小子了 找死 休边 方哥们提神战力的秘法 莫非是玄武真金 这小子绝对跟那几个 上古至尊有所关联 拦住他 绝对我们都两人 忙了好了 什么 那个骑马的家伙 难道能灭掉 所有的骷髅怪物吗 不妙啊 再等下去 要被包围了 要是童秀还能自保的话 我还有把握对付这些家伙 现在 可恶啊 想不到这小子 他居然在赤皇至尊的洞天内 还能飞行 看来他的肉身强度 已经接近洞天境 怪不得只有半步洞天境的修为 却如此强悍 不过你以为这样 你就能跑得掉吧 放箭 此处空欲洞天的压力太大 我的身法速度受到极大限制 根本无法灵活躲掉所有攻击 不管怎么样 得先跟他们拉开距离 飞 走 不好 不好 那个地方是落日山脉 落日山脉 那不就是赤皇至尊 在洞天内 封印手下败将的地方 没错 正是那个地方 这万年来 我一直不敢靠近那个地方 没想到刚刚一时心急 竟然无意中将那两个小子 倒落到了落日山脉 这样一来 想要再抓住这两个小子 可就麻烦了呀 老大 你就过去万年 就算是当初 能与赤皇至尊争风的强者 现在也未必保留多少十年 我等何不杀你去探探虚实 会的 你是想让我们去送死吗 赤皇至尊 可是能以凡人之躯 与先王级强者争风的强控存在 连权兽时期的他呀 都无法杀死的强者 又岂会如此轻易陨落 可是大人 若是放走了那两个小子 岂不是错失了 能逃出去的大好机会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传令下去 让所有兄弟包围落日山脉 没我的命令 不得踏入落日山脉 万万不可擅自行动 一旦不小心破坏了落日山脉内的禁制 我等恐怕有灭顶之灾 都听明白了没 明白 四处于战斗中死亡 出发战神血脉 经验之家一百 这里是什么地方 从那些山洞中传来的气息 竟然如此恐怖 只怕比我至今为止 见过的任何强者都要强横 哪怕是接近圣人镜的云破天 以及那个实力 深不可测的骷髅骑士 在这些怪物面前都不止一提 若不是那些风音压制着他们 恐怕仅凭他们外溢的气息 就足以杀死任何洞天镜强者 难道他们是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喂 小子 谁 你如此微貌的修为 是如何到了这个地方的 真是有趣 难不成 你也是被赤皇至尊抓进来的 赤皇至尊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连外面的骷髅们都知道 他难道不知道 赤皇 小子 你说赤皇至尊已经死了 你在胡说什么呢 差点忘了 这些人修为太高 连我的意识都能读取 本座明明还能感觉到赤皇至尊的气息 你居然说他已经死了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混蛋 他要是死了 本座该找谁负责啊 本座该找谁负责啊 又被勒死了 关我屁事 你有病吗 快松开你个神经病啊 虚蛆蝼蚁 也敢出言不逊 吵死 垃圾 不过赤皇 他是真的死了吗 不 绝对不可能 他早已达到涌结不灭的境界 根本不可能死去 况且 瘟业我的力量也一直没有削弱 他不可能会死 只有一种可能 他遇到了强敌 被迫通过某种秘法转身炸死 赤皇 你骗得了别人 可骗不了我 也不知道那个小子 是从哪得到的假消息 那个小子的尸体呢 还有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小子呢 在那儿 鱼鱼已经死了 死而不生 他是怎么做到的 混账 竟敢戏弄本作 不好 被发现了 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还不是拿小野我没办法 不必多骚 白白了你呢 可恶 竟敢小乔本作 只以为本作 会被这区区禁制困住吗 不是吧 果然是个神救命 明明能挣脱禁制 还怕舒服不累 多半是脑子这么邋遢了 不好 快留 好痛 不过奇怪 刚刚那一脚威力巨大 为什么我没有重生 土老哥 你不能死 这是传送令牌 我从此物上感觉到了与外界相连的空间之力 难不成 他可以通往外界 这是天助我眼 小子 命牌交出来 可恶 这该死的禁制 原来如此 看来赤房至尊留下来的禁制 并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也不知道新的禁制 能拖住这家伙多久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不好 这小子要走 离开这本地方 就只能先舍弃又深了 有什么东西 要从古树中出来吗 江公子 贼魔老祖 你知说这小子已经死了吗 奇怪 我的确感知到这小子死了 或许这小子在古树中获得了赤皇至尊的传承 只有赤皇至尊才有死而复生的能力 那就拿下这小子 逼他交出机遇 人 差点忘了外面还有四个人等着呢 这下完了 慢点 苏青城 你想干嘛 你是想一个人独吞赤皇至尊的传承吗 周天璇 你未免想的优点太多了 此人对我的婢女有恩 就是对我姚池圣帝有恩 我不允许你对他出手 苏青城 你今天是保不住这小子的 说得没错 凭你一个人是护不住他的 快让开 我不想伤了我们四大圣帝之间的和气 还不快走 那是多谢姑娘了 那坏我等好事 你是想以一敌三吗 三个洞天竟出奇 本姑娘还未曾把尔等放在眼里 赤皇至尊的传承虽然诱人 但远远不值得为他做出有为我道心之事 你们一起上吧 那是 老师圣经 赞宗法宝 七弦无稽勤 这家人家里至尊法器 什么可能 非魔老祖 我曾三代五次告诫你 不得知乎本姑娘姓名 你却一再为之 就先拿你稽勤 天音化 不好 不好 至尊法器威力实在太过惊人 不可与之为敌 我的目标只是那个小子 没必要和这苏清城死客 动天之力 空间开辟 可恶的周天玄 居然一个人先跑了 云忠圣 头为四大圣地中人 我不想杀你 你走吧 你说的可是真的 我摇池圣地中人说话 一向一言九鼎 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还那个姓姜的散修一个恩情 再说了 若是本姑娘想要杀儿的 凭借我手中的至尊法器 你认为周天玄跑的掉吗 他说的倒也没错 那黑魔老祖确实惹人生严 死了也是活该 苏清城对我和周天玄二人 并未下自首 苏清城 我承认你很强 不过那小子身怀赤皇至尊的传承 就算你拦得住我们 难道能拦得住那些主宰精的强承 我只是为了报答他救我婢女的恩情 而并非要护他一辈子 这次之后 我不会再管此人生死 要躲起传承就各凭本事吧 好 我相信你的承诺 一言为定 那咱们山水有相逢吧 清城 你的天赋是我摇池圣地 千年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个 也是最有望突破圣经之人 不过为师会演到你将来 会遇到一场情节 你需谨慎对待之 一不小心便会万劫不复 师尊 那有何时会遇到那场情节 天机不可泄露 不过为师可以告诉你 你命中注定的情节之人 同样也是天资卓越之辈 有一场大机遇 所以 近乎不死一命 你想要的答案 都在一处一迹之中 将来 你会慢慢明白的 他便是我的情节吗 涂熊到底怎么了 气息虽然没有衰弱 也成功突破到了洞天境 却迟迟昏迷不醒 傻瓜 这小子吸收了太多邪气 当然没法苏醒 师妹讲我的声音 你在哪里 阿尔博 本座现在在你石海里 石海 他是怎么做到的 大惊小怪 占了天大的便宜还不知道 要不是本座为了逃出生天 元神出窍无法抵挡空间的吞噬 怎么会欺辱你的石海 等等 你 你就是先前那个家伙 你的本体居然是一条狗 有我这么帅的狗吗 五神狼 藏越神狼一族 要不是本座现在只剩元神 只能寄居在你的石海内 你死了我也会死 否则就凭你刚刚说的话 你早就被我杀了 喂喂 刚刚那两声你就自己暴露了好吧 还说自己不是狗 等等 你说你寄宿在我的石海之内 这是什么一个情况 那不过是我妖兽一族的契约手段罢了 本座为了逃离那个地方 在你元神中落下了灵魂起运 才能将元神寄宿在你的石海之中 逃脱求见 虽然说 现在你死了 本座的元神也会消散 不过你可别以为 你能凭死来要挟本座 不苍越神狼一族 只会臣服于强者 又连当初的赤皇至尊 都未曾能让本座屈服 你小子还差得远呢 小子 你是不是真的得到了赤皇至尊的传承 啥 别给本座装杀充了 刚刚那四人 就是为争夺你身上的传承 才引起争执的吧 本座在你的石海内 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呢 而且之前你在本座面前死而复生 的确是赤皇至尊才有的能力 虽然赤皇那老家伙的复活能力 没你小子那么轻松 看来他也跟那些人一样 误会我得到了赤皇至尊的传承 可是赤皇至尊的传承 明明是被云儿姑娘得到了呀 坏了 我成云儿姑娘的替身了 等那些人从遗迹中 把消息带出去 不得满天下宣传 我得到了赤皇至尊传承这事啊 假设我本身的不死体质 这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真是莫名其妙 就背了一口大锅呀 喂小子 为什么半天不回答我啊 在那一个人想什么呢 是不是在够撕什么谎话敷衍本作 呃 你就当是我得到的传承吧 反正也没必要跟一条狗解释那么多 小子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站在你面前的可是大名鼎鼎的 魔尊浩天 再对本作不敬 本作可就不客气了 哼 就剩一个元神了 还这么准 你当我怕了你不成 好 小子 有种 别以为得到了赤皇至尊的灭盘重生功法 就能为所欲为 今天本作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苍越神狼一族的厉害 哇 你玩真的呀 够急跳墙是吧 好 今天就让你看清楚 谁才是老大 陈 打走十八事 取魔乱无神功 放条来陈 躲离天下 天下无疼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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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恶犬的元神 也敢在小爷面前耍狠 不知道小爷我号称元神杀手吗 这小子真是个拐胎 想不到我堂堂一代魔尊 竟然会栽在他手上 可恶 都用了太多力量 元神受损 身体都变小了 我 以后我做大的 你做小的 听明白了吗 明 明白了 可恶 好狼不吃眼前亏 常规手段对这小子根本不起作用 等本作凝聚了肉身 能动用法则力量再来收拾这小子 好 看你这么有诚心 我就勉为其难 受你做了小弟 你既然号称摩尊 猫子懂得也挺多的 谁不知道我朋友这个状况 该怎么让他苏醒 他这种状况 你倒是不用担心 邪气还未彻底入侵他的元神 只需要一段时间 他自然便会苏醒 倒是你 你现在得到了赤皇至尊的传承 已经是众矢之地 若是不尽早逃离这里 恐怕迟早会被强者盯上 我现在和你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我可不想跟着你一起倒霉 你虽然拥有不死之身 可若是被什么大宗门 用动天之力封印求尽了 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看来你懂的还是挺多的 废话 你朋友这个状态 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很危险 若是刚刚那几人追杀过来 以你现在的修为和不死体制 自保尚可 不过若是带这个累赘 恐怕难免会被人镇压 如今你我原神异体 我可不想刚刚恢复自由 就和你一起被某个势力再给镇压了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封锁一记的结界 每一年才开启一次 在没有办法出去之前 我和童兄分开一段时间 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这跟死的苏青城 竟敢怪我好事 不过这丫头骗子守不至尊法器 凭我的实力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我也不放在眼里 那个前楼盘 在惊许的追动下 推进任何主宰境之下的人物 苏青城 你绝对不会想到 我还有这个后手吧 苏盘 苏青外向 不好 这是 小子 你的行踪暴露了 这是洞天强者 催动圣器级别法器的力量 威力不可估量 快快逃离此地 可恶 为了不连累同兄 只能先撤了 终于找到了那个散修的踪迹 你跑不掉了 奇形剑 好快 我的肉身已经到冬天境界 理论上飞行速度不会比冬天境强者差才对 怎么回事 小子 追你的人 是用了飞剑法器 当然会比你要快 看情况你是跑不掉了 做好作战准备吧 以你现在的实力 加上我的帮助 未必不能坑上一名冬天境强者 前面的地势很适合附近 就在此迎敌 准备好隐蔽器线 好 嗯 器械就在这里消失了 哼 想要跟我玩猫猪老鼠的游戏吗 天真 好家伙 区区一个冬天境初期 竟然同时拥有两件盛器 这家伙的战力 恐怕比冬天境中期 也不慌多让了 喂 有什么对付他的办法吗 办法 办法倒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蠢法子倒是有一个 我虽然修为 只剩下一丝 但元神境界 远非区区动天境能比你 只要我有心隐藏 他断然不可能发现我的存在 你利用你的不死之身 想去顶住他的攻击 我负责偷袭 给予他致命一击 不过这种利用信息差的偷袭 只有一次机会 小子 你敢吗 哼 我将于什么时候怂动 就这么决定了 躲得不出来吗 想跟老司丸捉迷藏 一行剑 陨星落 我天 危险 快闪开 好 居然能规避掉我的一击 看来这小子的确得到了大击 秦为比进入古树之前墙上了不少 秦为比进入古树之前墙上了不少 奇怪了 跟他在一起的另一个散秀呢 难道是逃走了吗 不过本座所需要的 是这小子身上的寄遇 黑魔老祖之前说了 这小子能死而复生 那世皇至尊的传承 多半应该在他身上 该死 想不到这么快就暴露了 等等 那条笨狗呢 不会定位向我跑路了吧 我哪看呢 小子 教住你在古树中得到的传承 本座可以饶你不死 哼 别说我没有得到什么传承 就算我得到了 也不会把属于自己的东西 拱手让人 你算的什么东西 应该威逼我 哼哼 勇气可嘉 不过实力差了点 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 朱邪弧魔圈 这是 去 真正的东天镜实力果然恐怖 不过如今的我 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小角色了 飞龙神掌 什么 小子 你们功法规律不错 可你对功法的运用 还是远远没有动天镜强者贤手 简直不堪一击 困 糟了 能在本座手下挣扎这么久 也算有点本事了 在老夫将你带出一镜后 再好好逼问传承的下落 就算你有不死之身 老夫也有千万种让你生不如死的手段 令你开口 什么 天真 你以为近身脱袭就能容不了我 我有神性护体 你的攻击根本不可能对我造成伤害 是吗 怎么可能 居然还有光神 为什么天罗派没有预知到这种狗的存在 可恶 你这种狗到底是什么伤灵 我的伤势明年并不照 为何连我的元神都有要亏散的感觉 小子 我已经用秘法 伤到这家伙的元神 这是我目前能做到的极限了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他元神受损 无法运用全部的实力 不能让他恢复过来 趁他必要他命 好 玄无变 可恶 元神受损 无法动用洞天之力 再斗下去可能会死在这小子手下 铁罗盘 我挡住他 铁罗盘拖不了他多久 还是早会上街 让他跑了吗 这小子居然 舍得丢下两剑圣器逃命 倒是有点气魄 这可都是好东西 凡界的圣人竞强者 若是到仙界 接受仙器洗礼 也能成为地仙级别的仙人 而圣器作为他们的随身法宝 也是蕴含了一丝仙的力量 若是吞噬了他 对我而言 也能恢复一点力量 好 你在干什么 这可是圣器啊 你个败家玩意儿 圣器又如何 真正的强者 从来不用法器这种外物 本尊只是帮你排除修行路上的障碍 你应该感谢本尊才是 这么说 我还得感谢你才对了 大不了 另一剑圣器 我留给你便是了 你用不着 动这么大火吧 能得到这两剑圣器 我也是出了一笔力呢 不是吗 这还差不多 小子 虽然这次你我联手击退了敌人 不过 以你如今的处境 继续待在遗迹中 恐怕早晚会出事 况且 我们让那个家伙跑了 暴露了我的存在 下次想用这种偷袭的方式取胜 可就难上加难了 要知道 以你我如今的实力 合力对付一个动天境强者还行 若是有两个以上的动天境强者前来追杀 你我恐怕 都难逃被镇压的下场 你说的我当然明白 可是这遗迹也不是我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了呀 虽然从外界进入这里容易 可想从这里再回到外界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说的也是 此地乃是赤皇至尊 激落仙界一角 所幻化出的一空间 修为不到圣人境界 的确无法自由进出 哦 想不到你对赤皇至尊的秘心这么了解 你说这里是仙界的一角 你是怎么知道的 哼 我可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存在 赤皇至尊的实力 即使放在仙界 也能媲美仙王 传闻赤皇至尊与仙界一位仙王大战 曾展触仙界一角 想必 就是这处一空间的来源了 此地时间流速 与仙界一般无二 但法则残缺 以我多年的见识 几乎可以确定这里就是仙界的一部分 啊 原来如此 想不到至尊境竟然已经能于仙人媲美 看来所谓的仙界强者也不怎么样吗 蠢货 你以为所有至尊都如同赤皇至尊一般强大吗 简直迂不可及 以你现在的修为 告诉你太多也没用 不过你要记住了 万不要小乔仙界 要知道 即使强如赤皇至尊 最后也是败在了仙人的手下 更不要说你一个连动天都未凝聚的小子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反正我现在的对手也不是仙人 你那么认真干嘛 啊 你看我干嘛 我又不是赤皇至尊的传人 我这是个悲果侠呀 好了小子 既然暂时逃不出去 不如就先提升实力自保 这里毕竟是仙界的一角 也是赤皇至尊的老巢 应该会有不少天才地宝 若是能得到什么对神魂有帮助的灵药 让我的力量再恢复些 你我就不至于如此被动了 说得轻巧 天才地宝 哪有那么容易得到 况且 小爷我有系统 也不需要什么天才地宝啊 再说了 若是让你实力再恢复些 岂不是要对我实施人身报复 你等我傻吗 天才地宝难以寻得 可本尊作为苍阅神狼一族 天生对天才地宝的气息敏感 再加上你拥有不死之身 设身一些险境对你而言 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你我联手 得到一些天才地宝 简直不要太容易 你觉得如何啊 这不就是把我当成的打工仔吗 还说得那么好听 有了 其实也不一定要去主动寻找什么天才地宝 我还有更好的办法 不去主动寻找 什么意思 你想想 芸汐等着他们来追杀我们 不如我们先下手围墙 趁他们还没有联手 先解决他们 反正你我联手 对付一个洞天境强者 还是有机会杀死对方的 况且还能得到对方的宝物 岂不是一举两得 你说的 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不过会不会太 那就对了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你堂堂一切磨蹭 还能怕了几个区区洞天境的蝼蚁 你放心 只要能反杀他们 所得到的天才地宝 全是你的 还想让我帮你打工 我看你是在想屁吃 说的也对 一妹的逃遍也不是办法 不就是坑杀几个小小的洞天境吗 抱在我身上 小子 那另一件剩器先给我 那上面还有之前那家伙的精神烙印 我可以借此追踪到他的下落 好 不过你可别把他给弄坏了 可恶 那条狗到底用了什么法术 老夫堂堂动天境强者 竟然会感觉到头一目线 原神涣散 不 老夫绝对不能死在这 必须得在原神溃散之前 解除掉这原神秘法的侵蚀 事到如今 只能先联合云中上 一起拿下那小子了 虽然这样做 便不能独享 赤黄之尊的传承 可若是再拖延下去 恐怕老夫这条命 就真的要交代在这了 千里传印 喂 我已经往这个方向飞了很久了 到底靠谱不 怎么样 找到那家伙了吗 你有点耐心行不 臭小子 通过法宝 追踪气息 可是件技术活 哪有那么简单 不过我很确定方位没错 你就安心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找吧 那是 找到了 看情况他似乎在给他人传讯 要是他再找来个洞天境万元 可就形势逆转了 必须在那之前击杀他 好 速战速决 他居然能追查到我的踪迹 可恶 在云中盛赶来之前 必须拖延时间 避免跟他们正面交锋 断速 哪里跑 可恶啊 让他跑了 难道只能在他的外援赶来之前 先撤了吗 这滚货 他并没有逃远 动天境强者 虽然实力 有了质的跃迁 但也有个致命的弱点 便是气息无法隐藏 不要用无感来判断 又用原神来判断 好 这是动天境强者的气息 黑洞一般浑视着周围的灵气 太邪眼了 找到了 围龙神掌 这小子的无际威力果然惊人 我老夫如今身处地下膀杖 即使你跟无际威力再强 也很难伤到你 可恶 围龙神掌的攻击被地壳缓冲 根本伤不到他 笨小子 对付这种奇闻遁甲之术 只靠武器蛮力是没有用的 必须得靠秘法 我现在 传你造极秘法 青帝黄木诀 只保学习青帝黄木诀 青帝黄木诀 造极秘法 可将真气转化为木气灵力 操控世界一片墓园 青帝黄木诀 学习成功 经验间一万 这是 这条狗不愧是先进魔尊 出手便是道极秘法 小子 便宜你了 要不是我原神之靴 无法轻易催动灵力使用秘法 怎么会让你占我便宜 虽说是临阵魔枪 不过这青帝黄木诀 就算你只领悟和皮毛 也应该足够了 好 我试试看 青帝黄木诀 什么 这小子这么快就完全领悟了 青帝黄木诀 可以开玩笑的吧 万物木铃 唯我所用 你跑不掉了 什么 抓到他了 哪有那么简单 就冲火树 燃 江无敌 你想要杀我 可没那么简单 哼 连主宝 连主宰镜都要推比三射 趁现在赶紧杀了他 好嘞 打命嘞 盖范子 难道老夫真的要命绝于此 不好 这是洞天境中期的气息 他的旧边来了 小子 暂时先放他一马 动天境中期 绝非现在的我们能对付的 要镇压你我 易如反掌 好 我明白了 可恶啊 到手的经验就这么飞了 云雄 你终于来了 刚才那个散修人呢 他们被吓得提前溜走了 不过云雄 你何时突破了境界 哼 在你又被苏青城打散之后 我又返回了一趟黄穴古树 试图再次进入 结果却无意间 放出了一群奇怪的生灵 为他们交手 在击杀他们之后 得到了一些机遇 这遗迹中居然还有活的生灵 从古树内部逃出来的 不仅实力强好 而且难以击杀 十分棘手 我击杀他们之后 吸收了他们的血液 这血液虽然使我修为大增 可也在不断侵蚀着我的意识 这 这是邪气入体 就不能尽快处理 恐怕会走火入魔 你说的我岂不明白啊 可如今你我身处遗迹内 想出来 也许花费不少食 只能暂时先用修为压制 只是 这一记内灵气稀少 得不到补充 长此一望 我怕等不到我走火入魔 我自己就先立即而亡 这 这可怎么办啊 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要先抓住那个伞修 得到传承 或许赤皇至尊的传承中 有解决我体内邪气的手段 不过你我要多加小心 先前从遗迹中逃出的生灵 我并未全部击杀 现在你我军有伤在身 再遇上那些生灵 恐怕凶多吉少 好的云兄 我明白了 事不宜迟 待我调养片刻伤势 然后你我先 何力擒下那小子 共享传承 可恶啊 只差一点经验就到手了 现在不仅经验没拿到 还有同时被两个洞天镜追杀 倒霉 真是倒霉透顶了 灵力又用完了 先刺断心脉恢复 经验加一 你怎么出来了 警察到速度已成功 死亡一万次 解锁进阶里吧 今天太阳是打西面出来了吗 快快快快 解锁进阶里吧 看看都有啥 这小子在那嘀咕啥呢 哎 四主 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 我这个人一向都很大方的 静恶资的礼包并非实物奖励 而是一次经验任务 虽然有一定难度 不过经验且相当可观 进阶里包的内容就是 你之后击杀的一名敌人 经验倍率将会获得一万倍 向速度好好把握哦 因为接下来你击杀的任何一个人 都会出发这个掌地 啊 这听上去貌似没有任何难度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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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你可能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 这个任务可是自动出发的 也就是说接下来哪怕你去杀一个炼气精 也会出发 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这意思不就是我接下来所击杀的 必须得是强者 才能最大化的触发任务奖励吗 嗯嗯 有自可教也 我先撤了 作主你好好把握机会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完美达出这个任务目标的 嗯 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总感觉这个坑货系统在给我下什么套 小子 你一个人在那对着空气发什么神经呢 有人跟踪我们 啊 你还没发现吗 啊 难道是那个老头带着帮手追上来了 不是他们 洞天的气息是无法隐藏的 似乎是别的修士 一记中有别的修士也很正常 多半是来截杀陆丹散修夺宝的修士 没错 真把我们当软柿子捏了 小子 快去解决他们 好 不好 被发现了 怎么办 大哥 要先撤吗 没到洞天境 竟然敢把主意打到我头上 简直是找死 等等 嘿嘿嘿嘿 这 啊 原来是在这里给我挖客 傻狗 我们还是先撤吧 啥 呃 现在当务之急 是躲避两个洞天境强者的追杀 没时间浪费在这些小罗罗身上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 你小子在说啥 你不是一直很勇敢的吗 啊 怎么突然这么怂了 咳咳 我主要是怕我们的打斗 会引起那两个洞天境强者的注意 我强调一遍啊 这不是怂 这叫解释 请注意你的用词 好吧 我随你的便 嗯 不过小子 现在情况有变 你最好赶紧找到离开这遗迹的办法 我可不想一直跟着你被人追杀 那 那是自然 哎 我突然想到 那些大势力出来的修士身上 应该有自由离开遗迹的办法 我们可以从这里下手 不过 我们还是先甩开这些修士的跟踪吧 好吧 本尊姑且信你一回 什么情况 那人明明已经发现了我们 为什么会选择逃走 以他半步动天境的势力 我们如果不偷险 根本不可能去上 这是为什么 事出反常必有妖 能进入遗迹的都是亡命之徒 绝对不会如此怂暴 会不会是他们身怀重宝 所以才如此谨慎行事 我听完前几日 遗迹中有仙气出现 为一名半步动天境的修士所得 这人也是半步动天境 老大 你说会不会是他 原来如此 你说的没错啊 很有可能就是他 快通知门派在遗迹中 所有寻宝的弟兄 我们一定不能让仙气 落到别人手上 明白了 老大 小子 交出仙气 让你不死 快把黄蟹鼓鼠的幼苗交出来 金贼 快把我小师妹交出来 小子 你什么时候干了那么多缺德事 为什么要这么多仇家呀 我也不走啊 冤枉了 怎么平白无不背了这么多孤 不是说嚣张才会挨揍吗 难道怂也有罪吗 这君修士是脑子有爆吗 这小子身上好像有条狗 快抓住他们 不好就没只狗肉火锅了 本罪忍不了了 快还击 再忍忍 你堂堂摩尊 何必跟一包蝼蚁计较 我怕我没情没正的打死人 你 你还是个凶士吗 枉你还有赤黄至尊的传承 不死之身 就没见过你这么怂的 本座要不是只有灵魂状态 只能攻击元神 早就自己上了 哎呀 先别扯这么多了 跑路要紧 坐稳了 我要加速了 他的速度居然如此之快 可恶 原本是想过去追杀那残修的 没想到就爱在半路上 遇见了这些奇怪的生灵 这些生灵好强 连这些普通骷髅的实力 都接近动天井 那个神船铠甲的骷髅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连云凶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恶 可恶 该如何是好 嘿 万年过去 下界的凡人已经如此脆弱了吗 你二人修为明明已经抵达洞天井 若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自爆洞天 也不会被本座轻易擒住 可没想到你们 竟然是如此没准的肺 修理不已 谁又愿意轻易舍弃自己的修为 再说了 要不是我要压制体面的邪气 又喜欢输给你 嘿嘿嘿 谁让你贪婪陈性 竟敢吸收我属下身上的魔血 吸收那种血液 虽然会让修为大幅度增益 可你一旦骑收过度 你会变成和我们一样的怪物 好了 本座罗血轻属 你的下场几乎可以预见 现在就让本座利用一下你的剩余价值吧 你这怪物 究竟要做什么 我可是灵霄圣地的圣子 杀了我 我圣地的大能是不会放过你的 嘿哈哈 可笑 就凭凡人的势力 也想拿来威胁本座 你就认命吧 你 要对他做什么 这具肉身真是不错的 看来用不了多久 本座的修为便会彻底恢复 恭喜大人重获肉身 从这家伙的记忆中 我得到了很多有趣的消息 没想到万年来 这一方世界居然已经彻底和仙界隔绝 不知道是不是那几远古至尊的刻意所为 哈哈哈哈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只要能从这个鬼地方出去 本座自然有办法打开禁制 联系到仙界 小的们 此地乃是赤皇至尊所留下的一方遗迹 在这遗迹之中 还有许多凡人修士存在 本座现在命令你们 夺取那些凡人的肉身 借助他们的肉身 混进凡人的势力之中 之后 将这一方世界 能威胁到我们的强者 全部暗中解决 那么接下来 我们便可以献祭这些凡人势力中的大能修士 恢复修为 届时 我们将无人能挡 哈哈哈哈 终于能重速肉身了 杀光这些凡人 怎么算甩开那些疯子了 小子 你现在真的还有办法逃离这里吗 啊 我像那种说大话的人吗 像 很像 本座活了数万年 怨人无数 看得出来你小子不仅喜欢吹牛 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怂包 这傻狗有必要这么贬低我吗 啊 小子 你最好是快点离开这地方 我能感觉到 这遗迹内 有什么邪恶的东西正在蔓延 到了我这个境界 预感的东西通常都会应验 你小心点 等等 你过来了 不过这一次收益颇为丰富 不仅得到了一枚仙气 还得到了黄穴古树的幼苗 嘿嘿 更重要的是啊 哎呀 成功抓住了一名 拥有先天道体的女修士 哈哈哈哈 我将无敌 不愧是天道眷顾之人 果然气运无人可敌 只要把这些东西带出去 消化 拥有这些 我成为顶尖强者的道路 就更进一步了 嘿嘿 嘿嘿 啊 喂 这小子刚刚说什么来着 好像说什么 他是姜无敌 嗯 什么气韵 什么仙气之类的 没听太清楚啊 枪无敌 那不是我用的外号吗 听错了吧 算了 赶紧拿着他的令牌 看看能不能出去 对了 这小子的空间戒指里 似乎有不少好东西 别忘了带上 嗯 不愧是老江湖 还有这种习惯 我差点都忘了 基本操作 基本操作 啊 啊 痛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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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衣服呢 啊 哎 哎 我的储物件 我的令牌呢 谁啊 谁 是谁 我记得 我原本是要离开这遗迹啊 可接着就 我丢 我这是被人敲闷棍了吗 啊 可恶 混账 竟敢敲我闷棍 我可是天道之子 为何 为何有人可以夺我气运 不要让我抓到他 让我抓到那个敲我闷棍的小贼 我一定要让他随时万断 就这样 一名拥有大气运的天道之子 被江羽敲了闷棍 从此 他的人生也开始悲催起来 看来这个空间通道所通往的地方不是东域 这里是哪儿啊 找个修士问问不就得了呗 终于 终于从这个鬼地方跑出来了 颤抖吧 下街的家出门 用不了多久 这世界就将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你好 兄弟 请问这里是 是他 那个在赤黄之中封印之地大杀四方的修士 如果不好 难道被他发现了 必须赶紧离开 他怎么跑了 我只是想乱个路啊 这个修士有古怪 他身上的气息 怎么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怎么了 浩天 没什么 应该是我的错觉吧 小子 你要小心点 这个世界接下来 可能并不会那么平静了 这傻狗 什么时候成了谜语人了 我已经打听过了 此地竟然是西域 摇池圣地的管辖之域 不过这西域的情况貌似比东域更复杂了许多 除了一家独大的摇池圣地之外 这西域还有着无数个王朝 其中以圣王朝最为庞大 似乎也有主宰精以上的强者作证 传闻这圣王朝之所以能如此强盛 是因为他们的开国皇帝 曾跟当时摇池圣地的圣母友谊推 原来如此 这家店的饭菜挺好吃的 嗯 小子 你不来点吗 啊 我不吃狗肉 这是我特意给你点的菜 你慢慢吃吧 这 什么 你说 这是什么肉 啊 狗肉呀 啊 你 听说了没 最近发生的劲爆消息 啥消息 老哥你就别吊人胃口 哼 你知道吗 我们的圣王朝国师 从一进回来后 竟然稀微大增 突破到了洞天境后期 这 那处仙人遗迹 真的有那么神奇 倒也不全是 听说有的修士从一进回到宗门后 他们的宗门竟然一夜之间凭空消失 你说古怪不古怪 确实挺古怪的 不过我这也有个劲爆消息 摇池圣地的圣女苏青城 听过没 哼 听过 那可是绝代佳人 所有男人的梦啊 若是能娶了他 和江王朝的三皇子江无敌 有暧昧关系 四处打探他的消息 这两人 貌似在那个仙人遗迹中 发生了点啥 可些 那江无敌 好像还没从遗迹中出来 这江王朝 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江无敌 那不是我用过的假名吗 什么情况 这世上不会真有这么耗人吧 那这哥们岂不是要为我背了大锅 呃 对不住了哥们 这些锅你就背着吧 哥们一年清明一定会回去给你扫墓的 喂 我说小子 你还要在这破酒楼待多久 哎 别急别急 越是这种破酒楼 三角九流来往的越多 现在你我人生地不熟的 多收集点情报 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有意无害 这 怂到 亏你还有不死之身呢 哎呀 啊 傻狗 你没听到之前在一记追杀我们的那个叫周天玄的修士 已经突破到洞天经后期了吗 这里还是他的地盘 如果过于高调形式 万一引起了他的注意 你我二人都要面临被镇压的风险 知道了不 你说的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不过那个叫周天玄的修士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突破到洞天经后期了 以他的资质 起码 嗯 要再修炼百年 才有可能达到这个境界才对 也有可能是他比我们晚一点出一记 那里时间流速不同 不过 我们也才出来五天 就算他是刚从一记出来的 似乎也有些不对劲 况且他曾被你我联手打伤 哎 起码损失了数十年的修为 就算他得到了什么天才地宝 也绝对不可能进步如此神速 除非 除非什么 嘿 银甲卫的爷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来一边去 啊 对 奉国师之命 昨日王上遇袭 国师怀疑有境外势力作祟 命我等捉拿叛唐 所有非本国的修士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得罪了 你老实点 面孔很陌生啊 你是哪个门派的 太有命啊 我别犯事 我凭什么抓住 我自己走 放手 放手 怎么办啊 不慌 这里毕竟不是皇城了 实在不行就杀出去 不过我比较在意的是 据我所知 这银甲卫是圣王朝皇室贴身亲位 怎么可能被国师胡来喝去 有问题啊 你们把这当成什么地方了 慕王城 也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吗 你老头 你不想活了吗 竟敢忤逆国师旨意 拒不配合调查 我看你 就是叛党 兄弟们 给我拿下他 赵承杰 身为宝龙一族之人 你连本王也不认识了吗 本王倒要问问你 什么时候宝龙一族 要听命于外人的命令了 你是 难道应该认识他 该死 这只神经原本的灵魂 在我夺达他之前 删除了部分核心记忆 果然有古怪 你根本就不是赵承杰 看来王城有变 你们这群乱臣贼子 一定做了些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当 本王就先将你拿下 再慢慢拷问 圣灵局 别了 刚刚那一瞬间 发生了什么 这人的功法 挺有趣的呀 莫非是自创呢 怎么可能 圣王朝之内 怎么可能有这种等级的强者 竟然只用了一招 便能同时击败我们三人 认出来了 他是穆亲王 穆亲王 那不是我们圣王朝第一高手吗 传闻他十三年前 并已经踏入洞天境巅峰境界 怪不得藩掌之间 就能致服赢甲位的高手 穆亲王 这个名字我好像有听说过 哦 此人十六岁便踏入不灭境 仅用不到十年时间 就随后突破洞天之境 号称西域第一天才 仅有摇智圣帝圣女苏清成 能与之可怕的天赋一较高下 确实是个罕见的天才 这样的人 就算放到仙界 也是极为耀眼的人才 他的年龄似乎还不过半百 距离主宰境界也仅半步之遥 此等天资 是所罕见 仙界之人 难道不是生来就有仙人的境界吗 这穆亲王再厉害也比不上仙界之人吧 你懂什么 你以为仙界之人就那么特殊吗 虽然出生在仙界 穆与仙灵之气诞生的人 要比下界之人强大 但想要修炼成为真正的仙人 也是需要时间的 况且你所在的这一方小世界 天元界 可不是一般的小世界 换作别的小世界 动天之境 便可以非生成就虚心 至于主宰境以上的强者 比起一般的普通仙人还要强大 至尊境极限的那些强者 理智仙界那些大能 也不成多让 原来如此 还有这种说法 说 你是什么人 谁派你来的 你们抓捕外来修士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 王城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圣皇陛下被你们怎么样了 母亲娃 你以为你真的制服本座了吗 我承认你的实力的确很强 不过和国师相比 还差得远呢 这不过是本座一旅元神控制的傀儡罢了 想要知道真相 就来王城一叙吧 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胆子了 不好 他要自报 雕虫小稷儿 发生了什么事 我果然没有看错 这个母亲王 自穿的功法 居然能动用一丝空间法则的力量 那可是圣人也未必能掌握的力量 的确只是一丝元神的力量 连一丝元神之力都能控制 赵承杰这样的不灭境巅峰高手 其本尊的力量恐怕不在我之下 这二人居然一点也没受到影响 不像是登仙之辈 那个年轻一点的小子身上怎么还有一丝我熟悉的气息 那个穆亲王似乎注意到我们了 要离开这里吗 没有那个必要 他对我们并没有恶意 两位小友 不是我圣王朝的修士吗 何 何意见得 实不相瞒 我虽是圣王朝亲王 却也经常游戏人间 私服威仿 这穆王城 二位小友的面孔 本王还是第一次见到 所以才有了如此猜测 不愧是圣王朝第一高手 眼力过人 我二人的确非本土人士 而是来自冬裕 冬裕 冒昧的畏惧 二位小友 不会是通过 陨落山脉的遗迹 来到我圣王朝的吧 没错 原来如此 可否请二位小友俯上一句 关于那个遗迹啊 本王有些问题 想请教一下二位小友 是吗 我对你这个圣王朝第一高手 也是很感兴趣的 想和你深入交流一下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请 穆王爷客气了 您贵为亲王 却是如此盛宴 款待萍水相逢的我二人 这让晚辈着实有点受宠若惊了 小友客气了 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况且这些只是凡人所食用的韭菜 对修为并无异处 对我等修炼者也谈不上圣业 那晚辈就确实不恭了 如此甚好 二位小友先万佣 本王有一些急物缠身 就先离席片刻了 稍后再来相陪 小子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到 悠着点 我看这穆亲王是想拉拢我二人 坐他府上的幕僚 以对抗国师周天玄 无妨 就算这穆亲王不拉拢我 我迟早也要灭了那周天玄 毕竟我和他早已经在遗迹中 结下了梁子 就算我不去找他 他也会来找我们 现在有个至少是动天境巅峰的高手帮助 何乐而不为呢 况且还有系统的任务 若是能坑杀了这周天玄 那我岂不是直接一步登天 有便宜不战事傻子 先吃一顿再说 说的没错 干饭 你上辈子是热死鬼投胎吗 练器竟修饰便可避骨断食 这些食物对我们而言不过是杂质罢了 你懂什么 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试试被人关上万年 天天吹西北风再说 给我留一点 看样子最神香的药效已经生效了 王爷 此二人虽然修的不错 可王爷您翻掌便可镇压 何必用上如此珍贵的迷药 本王确实翻掌便可镇压这两个小辈 但我怀疑他们跟那赵承杰一样 是从遗迹中出来后 被人元神附体 若是打草惊蛇 虽然能镇压此二人 却未必能保证从他们口中得到什么情报 这最神香是专门针对元神的密药 就连洞天竟初期的强者 服下后也要昏迷半个时辰 这半个时辰足够我勘察他们的元神了 王爷高明 还好之前在上官宴的帮助下 觉醒了低阶毒体免疫的体质 不然还真就栽在这了 这傻狗 不会真昏过去了吧 喂 傻狗 快醒醒 本尊醒着呢 小子 先静观其变 别露出破绽 看看这沐亲王到底要干什么 的确没错 灵儿的气息就是从这小子身上传来的 嗯 被藏在储物戒指里了吗 哇 啊 这里是 夫姐 这里是 沐王府 哦 父王 是营救的了吗 哼 你还有脸说 不经过我同意 就擅自跟万山宗的队伍 进入遗迹 啊 你可知道你先天道体的体质 会引来多少人的觊遇 要不是机缘巧合 哼 父王我也救不了你 我真是后悔送你出去拜师寻意 父王 我 好了 你不用多说了 自从你母亲死后 我太放纵你了 这次我罚你禁足一年 不得再回万山宗 父王 我 我 都是那恶贼哄骗我 女儿才找了套 像是公平决斗 我一定不会输给那个恶贼 哼 借口 你以为修仙界的人 都跟王府的下谱一样吗 啊 公平决斗 可笑 可是 郡主 不怪那个恶贼 不是他 本君主又怎么会受这么多委屈 本君主要杀了他 抓了我的恶贼在哪 父王 我要亲手杀了他 那人的确已经被我拿下 你看看 是这个人吗 要貌虽然不一样 不过很可能是用了一荣之术 父王 我终于去杀了他 小子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绑了一个女人 还是那个木木齐娃的女儿 怪不得先前在遗迹中有那么多人追你 我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的吗 傻狗 你还记得那个除戒指吗 我们除一戒指前敲了一个倒霉大发门棍 那戒指是他的 因为有禁止我一直没逃出来看 哪想得到 里面竟然关了一个女人 受死吧 恶贼 慢着 不准动 准 郡主 你想干什么 快放了郡主 他种了醉身香 竟然这么快就能醒来 木亲王 这之中恐怕有些误会 请不要怪晚辈无礼 晚辈也是想要自保 才迫不得已挟持郡主 既然是误会 那小兄弟不如放了小女 再坐下慢慢想谈如何 实话告诉你 木亲王 你女儿的确不是我二人所抓 王你是洞天竞巅峰的强者 难道还看不出来 禁锢你女儿的储物戒指上的气息 来自何人吗 这储物戒指 的确不锁 能吸纳声明的储物戒指 都是上古工匠所留下来的稀有之物 这是 江王朝皇室的标志 江王朝皇室素来与我交好 其中成员我都曾见过 的确并没有此二人 难道我误会这二人了 废话 虽说修炼者之间 相互截略并非罕见 但本尊也从不屑于去走邪道 岂能做出如此下作之事 快放开我 女猪恶贼 你以为父王会信你的一面之词吗 父王 不要怪我 快杀了这两个恶贼 你这丫头 怎么就听不明白人话呢 都说了不是我们干的 你 你以为本君主是那么容易被制服的吗 父王 快杀了 够了 偷袭你的人的确不是责任 你他们的行为刚刚若不是手下留情 凭你那半调子的修为 岂能占到便宜 明儿 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父亲 你 你竟然打我 从小到大 你从来没有打过我 今天 你竟然为了两个外人打我 你交埋任性 都怪我对你宠宁过度 才养成了你这性格 希望这一巴掌能够打醒你 好让你以后不再这么任性妄围 要是娘来在 不管我这对事做都会为我助记 我 我恨你 小姐 不用管她 让她一个人去 这沐亲王的女儿是不是有病啊 小友 看来 是我误会你二人了 虽说被人下药的感觉很不好 但既然是一场误会 我也不好继续追究 何况沐亲王你归为洞天境巅峰修士 就算有追究 我也没那个能力 修炼意图 本就是谁的拳头大 谁的话就是道理 好了 既然误会解除 那我二人也不便多留 劳烦沐亲王将储物戒指 怀孕在下 在下就先行离去了 小友且慢 先前的确是本王失礼 还望小友体谅 如今 圣王朝动荡不安 天下即将大乱 本王此前行事过于谨慎 确有不妥 还望两位小友不计前嫌 就此打住吧 沐亲王 你的意思我理解 却不能接受 我兄弟二人 并非圣王朝中人 换句话说 王朝存亡本就与我二人无关 我二人并不想掺和其中 正所谓道不同 不相为谋 沐亲王 晚辈就先告退了 王爷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不会有事吧 无妨 此二人与那赵承杰不一样 的的确确是正常修士 若是和赵承杰一样是被原神附体 根本不可能抵御最神香的药力 只是可惜了 此二人潜力不凡 却不能为我所用 小子 我们就这么走了 不然呢 可是 你小子先前不是想借着沐亲王的手 除掉周天璇吗 从这回变卦了 真搞不明白 你怎么想呢 我虽然想借着沐亲王的手 除掉了周天璇 却也不想成为被人呼来喝去的小角色 况且此前沐亲王还想除掉我二人 虽说是误会 但若是当时我们选择主动交好沐亲王 反而会降低了自己的档次 若是沐亲王真有那个诚意 站在他的立场 他和周天璇之间必有一战 所以他一定会笼络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来对付周天璇 万一若是他没有那个诚意 我们又不是非要现在去对付那周天璇 将来等实力强大了再对付他 又如何 说的没错 看不出来你小子考虑的还挺深的 不过我感觉那周天璇派遣手下来搜寻外来修士 是冲着你来的 避是避不开的 他是如何得知你在圣王朝疆域之内的 还记得我们前几日出一季时 遇到的那个举止奇怪的修士吗 现在想来 那人多半跟周天璇有点联系 沐亲王说过 进入一季的修士 很多被夺舍附体 加上王公政变 周天璇修为又莫名其妙的提升那么多 这背后又有什么关联呢 那天我们遇到的那个修士 是不是也是被夺舍的修士之一呢 西域中那些一夜灭亡的门牌 会不会也和这些人有牵连 我感觉冥冥中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推动着这一切 若是做事不管的话 或许在将来会成为一种隐患 管他呢 兵来将挡水来驼眼 小子 现在该怎么办 嗯 我们就在这沐王城之内逛逛 该吃吃该喝喝 等着沐亲王主动找我们再说 哈哈 正合我意 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从城墙那边传来的 这天哪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陨落山脉的妖兽们 为什么会聚集在沐王城外 难道他们不惧怕沐亲王的气息吗 不 不可能 高洁妖兽具有灵智 不会招惹强者 可事实就是他们出现了 如此巨量的妖兽 即使是沐亲王大人 也没办法一己之力抗衡吧 你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很危险 闲杂人等退避 闭嘴 还轮不到你说话 大爷我是来看看情况的 啊 我们是半步动天境的修士 是来帮忙的 我这位朋友说话冲了点 请见谅 半步动天境 怎么样了 浩天 情况不妙啊 光是三四节的妖兽 就不下于万头 五节妖兽也不在少数 还好没有六节的妖王出现 你的本体不也是高阶妖兽吗 不能尝试用气息威慑他们吗 你以为我没有用吗 就在刚刚 我已经将自己的气息散发出去了 那些三四节以下的妖兽还好 可五节妖兽却没有被吓到 这些妖兽 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趋势 根本没有理智 五节妖兽嘛 相当于人类的半步动天境强者 甚至更强 这个数量就算是动天境强者来了 也要殒命吧 我虽然能凭借不死之神对付他们 可那样就浪费了万倍经验奖励的机会 啊 木齐王呢 这城里只有他一个动天境 他人去哪了 王爷他 他在东城楼的 与三明妖王激战 糟了 要虎离山之际 看来幕后黑手是有备而来 小子 这末王城看来是没救了 要撤吗 那要我们亲眼看着生灵涂炭吧 我倒是无所谓 别忘了 我也是妖兽 跟他们才是一家 不过你要干价 我倒无所谓 毕竟啊 吞噬妖和也能提升我的修为 哼 果然不愧是仙界魔尊 誓人命如草芥 不过我可做不到 这小子 倒有几分当年人族大帝的风范 喂 你们的对手是我 哼 孙说不能打死你们 不过给你们降降火这种事 还是能做到的 不然 也对不起我这不死之身了 居然有人类 胆敢出现在我等面前 不自量力的小子 人类对我等而言 不过是家畜 竟敢反抗 将人小子杀了 再把他的头颅 扔进沐王城内 看看还有谁敢污蔑我的 嘿嘿嘿嘿嘿 我可不要接着杀他 不如斩断他的死去 让他亲眼看到我等 多长的景象 是他明白反抗我妖族 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 吼金妖兽已经开启灵智了 原本以为和他们之间 还有沟通的余地 现在看来 没那个必要了 果然是非我族类 齐心弊异 这小子在说什么 说话那么小 是在装高手 嘿嘿嘿 我开始被吓傻了吧 老女 出事 沐王城中 除了五星王外 还有这种高手存在吗 小子 他们可是五级妖兽 生命力极强 没那么容易死了 伤口还是太浅了 我还补上最后一级 怎么了 你可不像会犯这种低级失误的人 嘿嘿 我故意的 果然如此 浩天 怎么了 你也是妖兽 若是没有我的束缚 你也会像他们一样 世杀为乐吗 呵呵 不然把本座和这些低等妖兽比较了 我操阅神王一族 只会挑战强者 对七零弱小没有兴趣 漂亮的答案 漂亮的答案 浩天 我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杀生 所以补刀的事就交给你了 哈哈 我可以代劳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斩获的妖壳可是我的 没问题 怎么还没收到攻下沐王城的消息 沐亲王已经被虎王 狮王 鹏王牵制住 这群废物 连沐王府其他的修士也搞不定吗 相王稍安勿躁 别忘了攻下沐王城不是主要目的 除掉那位大人的另一个大敌 公亲王 才是我们要做的事 被三名高阶妖王围攻 沐亲王一定会通知 最近的洞天境强者 公亲王前来援助 我等再次潜伏 也是为了他而来 我们可不像人类那般 耐得住性子 这些年我妖族 被圣王朝的徐边风王强者压制 早就像一雪前耻了 公亲王要杀 沐王城我妖族也要拿下 放肆 鬼王 巷王 别忘了 没有那位大人的帮助 我等根本不可能这么快突破到妖王寂静 一点点好处 就想让我当人类的狗 我可没你那么没骨气 果然就算成了妖王 你也改不了拍马屁的习惯 你 够了 谁若是不想和我们合作 随时可以离开 不过你们不要忘了 那位大人能让你们成为万寿之上的王者 也能让你们轻易的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一群乌合之众 若不是赤练大政 需要五名洞天境强者才能发挥威力 我又何必要与这群乌合之众共事 报 妖王大人 大事不好了 你不是彭王仗下的妖将啊 不在阵前杀敌 怎么跑到后方来了 啊 何事如此惊慌 就使我妖族提宠 有什么话好好说 不好了 各位妖王大人 沐王城外出现两名疑似动天境的高手 你斩杀我不时为妖将 赶紧 赶紧各位妖王大人支援 沐王城还有别的动天境高手 疑似动天境 他们身上有动天境特有的气息吗 并 并没有 不过这两人的手段 近乎动天境 敌人肉体无比强横 比我等妖族还要强大 另一人不知道有什么手段 他站在那儿 我不妖将以下的强者都无法动弹 就连我等妖将也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看来只是比较强大的半步动天境高手 是摇殖圣地的人吗 不是 那两人均是男性 既然不是动天境 那便不足为惧 彭王此方攻打沐王城 并没有动用精锐部队 只要派遣一些强悍的妖将前去 斩杀此二人 一如反掌 几位妖王 谁愿意潜将出征 这 两个接近洞天境的人类强者 即使派遣我不足精锐妖将 也可能会有折损 这时候谁出头谁倒霉 还是先看看其他妖王怎么说 难道妖族麾下养的 竟是些光说不练的窝囊废 大人 我不愿前将出征 我不妖中数万 君是九经沙场的高手 五次鬼王和向王回下步骤 九输沙场 我有上将马爱昆 身怀上古昆寿血脉 妖王之下无敌手 半住香内 可破沐王城 很好 若是能攻破沐王城 我会启禀那位大人 褒奖你麾下不足 当你足 再造一位妖王 也绝非难事 谢大人 可恶 我早知道有这等好处 本王刚刚就自己上了 这该死的马屁镜 面前真好 怎么回事 这些妖族怎么退开了 难道是放弃了 这些妖族 如此大张旗鼓来犯 竟会轻易放弃 看来是有高手要出场了 小心点小子 不会是六届妖王级的强者吧 沐亲王如今不在 面对比同级洞天竟修士 还要强大的妖王 我们可没有胜算啊 好强的气息 不过还没有达到妖王级别 就是这俩人 阻碍了我妖族打去的前景 我当时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不过如此吗 想不到妖族 除了出动三大妖王之外 竟然也出动了这等精锐战力 你是何人 攻打沐王城 有何目的 本座乃是马王直属副将 至于为何攻打沐王城 凭你一个半步动天气的凶事 还不配知道 愚蠢的人类啊 你只需要知道 但当我妖族扯 傻无赦 区区五届妖将 你好大的口气 自从本座上次被圣王城 封王强者所伤后 便领悟了一丝妖王的境界 如今本座已经在云落沙漫中 练习了两年半的无忌 掌握了接近妖王级的攻击手段 此招乃是我 由于太陵之间 煤花盛开的季节所领悟 所以本座又将此无忌 命名为 太眉刀法 人类啊 我能感觉到 你的实体 无必接近洞天境 值得死在本座脑下 本座就用这最强一击 斩下你的头骨 为我妖族开闭 攻破沐王城的道路 别走吧 太眉刀法 哎呀 的确是接近洞天境修士的攻击 若是不使用玄武真经的话 就算是我 也很难无伤结下 不过 陪狐变 能逼我使用玄武真经啊 你也算有点本事 不过 也就到此为止 浩天 交给我了 如此强大的妖将 雕河一定蕴藏巨大的能量 我就收下了 骂 骂艾坤将军 这两个回合 便被斩鱼长下 胡说八道 一拍胡掩 我不捆将军 动天之下无敌 怎么可能会被 动天境 一下的修士斩上 你是否谎报军情 还是说 那两个修士 根本就是动天境 禀 马王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若是动天境修士 小的就算加了眼 也不会认错 那两人却非斗天境 可能是 可能是两人联手 才击败了 骂王 你何必迁怒于他人 要怪就怪你属下 既不如人 看来 还是得我鬼族出手 我鬼族有上将赤凤 三合可斩敌手 只有你鬼族强横吗 我相族也不差 我族上将军长崖 早就想收服一半部 东天境修士当做棋了 前他出征 一回合便可击溃人族修士 这次的两个修士 可能不是很好对付 不如同时派遣两位邀将助阵 你们放心 之前答应给马王的好处 也不会少了你们的 只要能确保 攻下沐王城 怎么可能 连赤凤和长崖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太恐怖了 尤其是那个小白脸 头都被打歪了 居然还能接回去 他还是人嘛 难以置信 他们居然真的扛住了 妖族的进攻 等等 王府的精锐部队 也已经从东城那边赶过来了 太好了 多亏了那两个修士啊 王爷说北城有大量妖气汇聚 让我先行过来治愈 看来北城还没有破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刘大人 如今妖族侵扰我沐王城 而等为什么不上前杀敌 还在此发弄 北城战况如何了 启禀大人 北城虽然遭到妖族攻击 但有两位修士正义助阵 所以得以幸免于难 那两位修士已经击败数十位妖将 成功阻挡了妖族的攻势 我沐王城还有如此高手 是他们 沐王府的管家 原来是两位小友在此抵御妖族 你怎么来这儿了 沐王府的精锐不都在东城遇敌吗 确实如此 不过东城的妖族已经被我沐王府高手斩杀 只剩三个妖王强者和沐王爷继续激战 沐王爷察觉到北城这边的异常 所以命我等来此镇压妖族 想不到此地已经被两位小友掌控了局势 我带着沐王臣万千百姓 感谢两位小友仗义相助之举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不过既然你们来了 那剩下的残局就交给你们来收拾了 那是自然 不过二位小友在下还有一事相求 还望两位小友不计前嫌 帮我沐王府一次 说来看看 若是好处足够的话也不是不行 那在下就直言不讳了 事情是这样的 如今沐王城大乱 我家小姐又不见了踪迹 我想请两位帮忙寻找我家小姐 两位放心 只要两位能保护好我家小姐 我沐王府绝不吝啬 这 让我们去找那个疯丫头 快知道她在哪啊 再说了 我可不想跟那种女人设成关系 好 我们答应了 多谢小友了 喂 我说小子 你干嘛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我知道了 那个女人脾气泼辣得很 你不会就耗这一口吧 你想啥呢 我答应找那小妮子 只是单纯为了卖个人情给母亲王 吃余别的 我可什么都没想 你最好是什么都没想 老爷子 可有郡主小姐的贴身植物 自是有的 只是 你放心 找到你家小姐之后 我就原物奉还 我只是想通过气息 来搜寻她的下落 即使如此 也只能 罢了 这玉佩 你拿去吧 不就是块普普通通的玉佩吗 干嘛搞得那么不情不愿呢 多亏了本郡主的千天道体 感觉历史寻常修饰的十倍 才察觉到了这些央王的存在 千天道体能隔绝一切气息 就算是央王 也得想轻易发现本郡主 若是我能生情了这四个央王 就能让父王知道我真正的实力了 虽然棘手 不过也并非绝不可能 本郡主 今天就要干一挑大的 来了 圣王朝 封王强者的气息 啊 是公秦王 都不要愣着了 快快前去截杀公秦王 公秦王乃洞天境中期强者 我等想要成功击杀他 必须合力使用赤炼大阵 而种切不可掉以轻心 擅作主张 若是阵刑被迫 我等军会受到反噬 明白 发生什么了 这些妖王是要去哪 方才 我好像听到他们提起公秦王叔叔 难道 他们是想要对他下手 不行 我得跟上去看看 不好 有埋伏 公秦王好久不见 你跑不掉了 公秦王 今日就是你的葬身之日 居然有四位妖王 和一名洞天境出击的强者 妖族当真是好大的手笔 不过 你们也未免太小看在下了 无愧是老牌凤王强者 实力果然惊人 看来必须得使用那个阵法 不见 这是 这是国师专门为你准备的阵法 他能将五个洞天境高手的洞天之力融为一体 足以越阶斩杀强者 而且我等乃妖王之躯 实力远超同境界修饰 令此阵法 威力更强竖长 你就受死吧 什么 周天玄果然叛变了 竟然还联合妖族 看来连沐亲王也被算计了 他们攻打沐王城 不是冲着王兄来的 而是冲着我来的 哼 这身赤炼大阵之中 还敢分神 简直是找死 赤炼神剑 宁 看剑 什么 不可能 你明明只有洞天境初期的修为 怎么可能拥有这种力量 哈哈哈哈 恭喜王 是不是很意外 想要万无一失的杀死你这个洞天境终其强者 我又怎么会不准备充分 这赤炼大阵本就是仙界顶级阵法 他能将布阵之人的力量合而为一 就算你在境界上占优 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怎么样 被赤炼剑刺中的感觉不好受吧 就算是这样 本王也有能跟你们同归于尽的手段 你暴动天使吗 我又岂会料不到这一点 这赤炼大阵还有一个隐藏杀阵 连这些妖王们都不知道呢 这是 不好 我的力量 我还要被这制法给吸干了 柔月牙 你要干什么 伟大的事业 往往要伴随着牺牲 为了杀死公亲狼 这些牺牲也是必然的 你们就安心的去吧 啊 啊 赤炼大阵本就是需要四个祭品来完成 这些妖王精血不仅能提升我的修为 我仅能短时间内加强阵法的威力 干扰你使用动天之力 这阵法好生很毒 赤炼神甲凝聚 那把剑和那身铠甲 都是由四大妖王的精血之力所凝聚 威力深不可测 此刻的他 恐怕实力还要比我强上一倍 毕竟是动天中其强者 就算是赤炼大阵也无法压制你的动天太久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现在就杀了你 可恶 难道本王真的要命绝于此吗 公亲王 你就安心去死吧 等赤炼大阵吸收入你的精血后 我就能真正突破到动天境中期的境界了 雲儿 怎么是你 你来这做事 此地危险 你快快离去 等等 这张脸 公亲王叔叔 我来这里 原来是母亲王的女儿 真是天主我隐 真是天主我隐 只要拿下她 那么枕杀穆亲王的计划就可以提前了 哼 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 什么 她 她竟然这么强 雲儿 该死 妖女 你到底想干什么 公亲王 你似乎没有那个余力关心别人吧 接下来 本座收拾的就是你了 放开我 你可知道我爹是谁吗 若是不知道你爹是谁 本座早就杀了你了 哼 不得 想不到公亲王英明一世 胜出的女儿却蠢笨如猪 自己送上门来 果然是再优秀的人都有污点 先将你的蠢货收于洞天之内 本座在好好利用你 对付陆亲王 哼 可恶的妖女 你好卑鄙 他也拼了 洞天之力 本源释放 不好 刚刚出神对付那个小丫头 就借了对公亲王的压制 竟然让她能使出一丝洞天之力了 现在她已经燃烧洞天来换取力量 短期之内 实力倍增 妖女 受死 你放了吗 这样燃烧洞天 你可是会神仙俱灭的 神仙俱灭的 看来只能动有那个力量了 天罚 龙仙俱灭的 发生了什么 这个气息 是仙剑的人吗 快过去看看 可恶 强行使用心机密法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吗 有人来了 两个半步洞天境 难道 是帮助守城的两个修士吗 他们居然没死在那些妖精的手里 难道 他们有着能与洞天境匹敌的实力 算了 这老东西已经死定了 以现在我的状态 未必能对付得了那两个身份不明的修士 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 甚至还有着意外收获了 那股十分强大的妖气消失了 小子 快看 他是 你们 你们是沐王府的援兵 大叔 你没事吧 死人魂体聚损 看来是陷阱灵魂提升力量过度所致 已经回天乏术了 我 我没事 灵二他 他被人抓走了 快去救他 不用管我 可是 你的伤势 我的伤势 我自己最清楚 这不是普通的伤 就算圣人在世 也束手无策 虽然说 以我动天静的修为 能在苟活数个时辰 但也只能徒增痛苦 小兄弟 在我元神溃散之前 能否给我一个痛快 这 小兄弟 你不用内疚 你这样做 反而是让我解脱 趁我元神还没有溃散 晚辈 晚辈明白了 那就多谢你了 动手吧 这小子 不是不能杀生吗 怎么突然变卦了 还未请教前辈尊姓 姓甚名谁 还重要吗 说的也是 那 前辈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 心愿 本王虽是皇室成员 却也是树出出生 自幼便被贬到 圣王朝边境属地 在见识到妖族的残虐后 才历经图治 潜心修炼四十载 有了如今这般修为 只可惜 繁花如梦 一切皆已成空 小兄弟 动手吧 前辈 得罪了 前辈 晚辈答应你的警求 也是有私心的 不过 你的心愿 我会替你完成的 那欺运呢 想不到宿主居然能直接 捡个县城的经验吧 宿主如今的经验储存 可以直接将玄武真心 和圣体凡心诀 提升到第七层的境界 并且还能突破到 主宰境初期 宿主是否使用经验升级 想不到这次的任务奖励 居然不吃越阶杀敌的 十倍加成 真是亏大了 还以为能直接无敌呢 还是先等等吧 太快突破到主宰境 并不是一件明智的选择 我想将玄武真经 和圣体凡心诀 提升到第八层 而且境界 只需要维持在 洞天境初期就行 直接升级功法吗 可是要将这两个功法 直接升级到第八层 可是要花费 接近四亿的经验值呢 而突破到洞天境初期 要花费两千万经验值 实力提升的并不是很多 话虽如此 不过这样一来 将两个顶级功法 提升到第八层的我 在洞天境初期 基本无敌 还能享受 越阶杀敌的 十倍经验值加成 哎呀 想不到宿主 已经参污了 系统奖励机制的真谛 是本系统肤浅了 本大爷用脚动的想到 让你这个坑货系统分配 就是件不靠谱的事 还想再继续坑我 少啰嗦了 快点给我升级 好嘞 经验已分配成功 空气宿主升级成功 将于洞天境初期 玄武真经第八重 解锁半生五级 解锁原神分身 圣体烦心觉第八重 解锁烦心热火 解锁天人合一 剩余经验 九千两百万 我去 这小子要突破了 这个洞天 二十里 不 五十里 还在继续扩展 我不是眼花了吧 突破到洞天境初期 通常来说 洞天大小 只有十里左右 怎么可能会这么大 所见过的妖孽也不在少数 但像这小子这么邪门 的确是第一次见 难道她的洞天 能达到百里之隽 岂不是跟洞天境 巅峰的强者差不多了 这就是洞天境吗 我感觉 自己仿佛跟这片天地 脱离了某种联系 又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 就好像是婴儿出生 离开母体一般 这就是洞天境强大的秘密吗 怪不得不灭境 和洞天境的差距如此之大 小子 你是怎么做到的 什么意思 你还问我什么意思 我问你 你现在究竟是什么境界 洞天境初期 还是洞天境后期 当然是刚刚突破洞天境罢了 你在说什么虎话呢 傻狗 看来这小子还不知道自己 干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不过这小子 居然真的刚突破洞天境 就达到百里洞天 这可是只存在于 传说中的无暇洞天 才有可能达到的呀 就算是那些先王强者 年少时初次凝聚洞天 也才不到五十里 这小子前途无量啊 看来以后对这小子的态度 得改变点了 嗯 喂 你这傻狗 在那偷偷摸摸想啥呢 没啥 没啥 老大 老大 你说啥就是啥 哈哈哈哈 嗯 我寻思今儿太阳 也没打西边出来呀 你这傻狗 啥时候态度这么好呢 哪里有的事 一生大哥一辈子都是大哥 以后大哥止痛 小弟绝不往前 嗯 这话说的挺中听的啊 算你有点悟性 本来还想突破洞天之后 找你练练手呢 不过看你态度这么好的份上 哼 就免了吧 呃 哈哈哈哈 这家伙 差点忘了这小子是个牙子必报的种 得亏本尊机灵啊 避开了一场皮肉之苦 还是先把大叔给安葬了吧 毕竟我突破洞天 全靠着这位大叔啊 老大 接下来我们干啥 是去找木青王吗 不 不必了 木青王实力深不可测 他自己会解决木王城的一切的 突破洞天境之后 我的感知又敏锐了许多 已经能依稀察觉到木灵山的气息了 无论是大叔还是木王府 都希望我们将木灵山救回来 你一起去帮木王府 做好我们分内的事情反而更重要 找到了 什么 竟然有人能锁定我的气息 现在的我可是洞天境中气 整个圣王朝 除了那个已经被关起来的圣皇之外 就只有木青王一个人了 难道是木青王 面对洞天境后期的强者 我可没有胜算 该怎么办 那个携走木灵山的人气息突然消失了 连我也追查不到 难道有人暗中接应 这里是 国师 是您救了我吗 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 主人 这 真差 那您怎么会 主你惊慌 本座只是顺便过来看看 周延雅 你干得很好 不枉费本座当日在一季内对你的一番栽培 多谢主人夸奖 本座本来只是顺便来看看 却没想到圣王朝中 竟然出了这等变数 除了木青王之外 还有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也冒了出来 主人 您是说 之前追杀我的那个人 不是木青王 自然不是木青王 如果是木青王 就算是我也未必救得下你 要知道木青王可不是一般的东天境后期 就连三个东天境后期的遥望联手 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若是想突破 随时可以突破到主宰界 那他是 一个变数 我们意料之外的变数 似乎是我们认识的人 我们认识的人 难道是一技之中的修士 苏青城 又或者那个神秘的散修 不对 这儿的修为都离洞天境后期相差甚远 应该不可能是他们 不过终究只是个洞天境罢了 以人族修士的修炼速度 这个境界的人很难突破 对我等造成威胁 而我们实力恢复的速度 则日益增长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将再无修士 能与我等抗衡 你们也要不断精进实力 早日征服这一方疆域 重返仙界 别忘了 吴亲王并不是你们最大的敌人 你们最大的敌人是摇驰圣帝 而我则负责对付灵霄圣帝 属下明白 小子 既然对方已经逃走了 我们该怎么办 让我想想 因为这东西的缘故 我仍能感受到牧灵山的气息 但是它所在的位置 似乎是圣王朝的皇城之内 那里被强大的禁制笼罩 连现在的我也无法窥破 或许是有强者作证 走 回牧王城帮助牧亲王脱身 必须联合牧亲王 才有可能进入皇城内部 圣灵局 不愧是牧亲王 连我们三王合力 都无法逃得半点优势 明明境界相同 我等更是妖王之躯 同皆无敌 为什么即便用了仙界阵法 也打不赢他 无愧是有着圣灵体制的强者 有传闻说 牧亲王的人神 已经修炼到圣人境界 看来不是孔穴来风 我虽能压制这三大妖王 甚至能杀死他们 不过若是逼急了 让他们自暴动天 那可就糟了 若是有人能帮我牵制住一名妖王就好了 破了他们的阵法和力 我就有把握一一击破他们了 四哥你怎么还不来 哎 牧亲王 别来无恙啊 他怎么来了 他不过半步弄天境的境界 来这做事 小兄弟小心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快退下 是来助阵的人族修士吗 不自量力 这可是高端局 我弄到你一个毛头小子插手 死他 把我当成软狮子了吗 正好试试我突破后的实力 围龙神掌 什么 这小子什么来头 竟然能跟我的力量不分上下 小兄弟他突破了 不过即使他突破了 也不可能是虎王的对手 他是怎么做到的 等等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既然小兄弟有如此实力 那么就有办法了 小兄弟 我需要你 助我歼灭这帮妖族 我便是为此而来 说吧 牧亲王 我需要做什么 你只需要帮我拖住 一名妖王即可 一如反掌 就是你了 许斩选择和我硬碰 是觉得三大妖王里 我最弱吗 可恶 本王可是最强的 尝尝戒的厉害 洞天之力吗 小心 这是戒 戒是洞天衍生的终点 只有洞天达到百里以上 达到洞天最大的临界点时 才有可能凝聚成戒 而戒与洞天最大的不同便是 戒之内的法则 与外界不同 所以境界低于对方的人 将无法使用完整的洞天之力 戒一般是主宰境强者才能掌握 只有极少数天赋一柄的天才才能掌握 想不到 这个虎妖居然有这等实力 这下难办了 小子 你完了 若是在外界 你还有能和我一较高下的可能 可你的境界明显要比我低 被我吸入界中 你已经失去了胜算 现在我可以动用洞天之力 你却不能动用 就算你肉身再强 你不过是一个沙包罢了 我们这现在 优势在我 是吗 确实压制力比洞天强了不少 不过对我的束缚 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看来我的洞天之力 和他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太大 不过如此 在切的压制下 居然还能爆发出如此的肉身力 这小子的体秀到底是什么境界 好强的力量 那小子刚才在外面跟我交手时 并没有用权力 死 跑 你小子是怪物吗 在别人的洞天里 这么压着对方打 对了 他好像还没有使用 那个能提升实力的秘法 混账 竟然让本王如此狼狈 去死 这就是本王在戒中 才能施展的法则暴虐 在本王的洞天内 所有空间在本王的操控之下 都可以随时进入混乱状态崩坏 就连洞天静中期持下这一招 都只有被顺杀的分 什么 小子 你是怎么做到的 本王刚刚的攻击 应该确实击中了你才对 没错 你刚刚的攻击确实击中了 不过击确实击中的不是我 不是 怎么会有两个你 而且气息一模一样 土鳖 原神分身的手段都没有见过吗 亏你还是妖王呢 可恶 你把妖给看扁了 管你什么手段 今天本王就要以你破万法 就让你见识下暴虐法则的真正恐怖之处 躁动吧 本王的动天之力 这是 大哥 小心 这狗妖要给你拼命 动用了朝托他现在境界 所得完美掌控的力量 玩命嘛 小爷我就没怂过 我很佩服你在我面前有玩命的勇气 要是人族修饰 可不会做到这一步 上批翻新却 天人合一 什么 动天之力 这小子为什么还能动用动天之力 刚进入这虎妖的动天之时 就尝试了一下进入天人合一之境 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下 我虽然不能完美的使用动天之力 但这种事还是能做到的 什么 自暴动天 这小子是个疯子 比我还疯 大哥 我不想死啊 我还在这呢 少废话 你不是能进入我原神吗 进入我原神 我保你不死 好 大哥我信你 这条狗妖是交给你了 很好 就来试试我进入动天境之后 最强的杀招 本王可不想死啊 这个疯子 我不陪你玩了 这小子的分身 什么手 老弟 让我带你见识一下地狱的模样吧 这小子 比我们妖族我还要恐怖 放我回家 我不当妖了 我错了大哥 不好意思 不 可恶 你竟然隐藏了实力 现在才知道 太晚了 都死吧 可恶了 我不能死在这 不好 这朋友好强的求生欲 竟然在战斗中 觉醒了原祖血脉 母亲王 谢谢你帮我领悟了妖尊的境界 不过现在的我还不是你的对手 你等着 待我彻底突破了妖尊之境 便是你人头落地之石 不好 这朋友要跑 可恶 他觉醒了捆蓬血脉 速度和力量 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以他如今的实力 我未必追得上他 彭王 救我 看来不能一举同时见面三大妖王了 不过剩下的两个妖王 可不能放过他们 可恶 该死的彭王 竟然抛弃了我 你要对付我了吗 母亲王 人 妖 两族 自古便是水火不容 今日你既不如人 死在我手下 也是你所应当 哈哈哈 你说的对 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 不过 我们是妖中之王 死也要死的那有尊严 哼 想自暴动天吗 若是一开始就自暴 或许能威胁到你 现在呢 圣灵诀 净花水月 哈哈哈 母亲王 你终于死了 你想不到 能在这种绝境之中突破吗 哈哈哈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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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苍虽然 给了妖族强横的肉体 但元神方面 还是太过脆弱了 想不到这么轻易 就进入了幻境 雅尔等作恶多端的妖族 等这样死去 倒也是便宜了你们 啊 好了 接下来 该收拾最后一个妖王了 以小兄弟刚刚突破的实力 未必能应付得了高阶妖王 啊 嗯 不好 这是 赶紧坐下捷径 雾中的王城 好强的威力 至少是洞天境后期自爆的威力 难道小兄弟跟虎王同归于尽了 想不到冬天爆炸的威力这么夸张 我还是第一次死的这么彻底啊 连不死之身都不能像以前那样瞬间恢复 可怕 小兄弟的气息出现了 啊 木齐王 小兄弟 你没事吧 还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虎王呢 哈哈 啊 虎王吗 那个家伙奈何不了我 最后竟然刺爆了 还好我有法宝护铁保住了一命 啊 怎么 木齐王不会是鲸鱼在下的法宝吧 当然不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本王不便多问 不过小兄弟当真神秘无比 万日前还是办不动天境 如今 竟然 能斩杀陨落山脉三大瑶王之一的虎王 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呀 哈哈 哪里哪里 不过是侥幸突破罢了 侥幸突破 哼 说本王冒昧 请问小友突破洞天时 所凝聚的洞天大小有多大 呃 啊 呃 不过六十里罢了 什么 六十里 比那个号称瑶池圣帝万年不出的妖孽苏青城还要多实力 这是何等恐怖的天赋 我要是说我凝聚的百里洞天 会不会直接吓死木亲王啊 老大 你还是慎重一点好 这个秘密被人知道了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当然知道 我又不是傻子 咳咳 木亲王 先不说这个了 我还有几件事要跟你相谈 这次的妖族入侵 我怀疑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预谋 预谋 竟有此事 好 不过如今妖族已退 本王还要安抚百姓情绪 还请小友府上稍等片刻 这么说 小女是被人绑架到皇城之内了吗 没错 正是如此 而且公亲王也是被那个神秘人所杀 看来我所料没错 皇城果然出了变故 一切的原因 大概 都跟云落山脉的仙人遗迹有关 为了圣王朝的安危 本王怕是不得不去闯那皇城一趟了 我也正是这样想的 不过那皇城外部有禁止 我远远所观 察觉到里面至少有十位以上的洞天强者 想要应宠皇城 还需要慎重准备一下 十位以上的洞天静吗 我圣王朝分封在外的除了我和四哥两位亲王之外 还有三位封王强者 真是洞天静中起 或许能帮上我等 也就是说 一共才四位洞天静嘛 确实 不过小友若是能助我一臂之力 那我便有把握一闯皇城了 所以说我跟小友之前有些许误会 不过小友愿意帮我慕王城百姓抵挡妖族 想来是侠义之辈 所以殊本王冒昧相请 不知小友可否对我圣王朝伸出援手 老大别答应他 这老头是想把你当成工具人 算盘都打到你脸上了 啊 我当然知道慕亲王的算计 不过我对遗迹中发生的事很感兴趣 那个周天璇 之前不过洞天静初起 竟然能控制了圣王朝的皇城 你不觉得可疑吗 再说了 从我们一踏入圣王朝就被人盯上了 周天璇甚至派人通缉我们 避是避不开的 与其让别人杀了他 不如我自己动手 毕竟那可都是经验的 十个以上的洞天静 好几百万经验的 既然慕亲王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看来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不过此次前往皇城凶险不小 甚至可能会遇上主宰境的强者 若是没有好处 恐怕不值得我为之卖命吧 的确如此 想要请一位能杀死高阶妖王的高手卖命 自然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本王还是明白这点道理的 这样本王就自作主张 将我圣王朝一处灵脉和十枚妖王妖河当作献礼 不知小友对这个条件是否满意 一座灵脉 十枚妖王及妖河 好大的手扁快答应他大哥 喂 你能有点节操吗 不过将来我若是要重建玄武门 还真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 一座灵脉 就算是四大圣地也不可能轻易拿出 这个条件倒是可以接受 好 既然沐亲王如此有诚意 我就答应你的要求 小友果然爽快 本王这就召集三位封王 三日之后便一闯皇城 小友这几日就在王府内歇息 啊 待本王准备完毕后再一并出发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啊想不到短短数月 如今的我竟然已经是动天进墙者了 现在的我就算面对灵霄圣地 也不是任人拿捏的小角色了 不过就连一个圣王朝都有着沐亲王这样的强者 要想推翻灵霄圣地 似乎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爹一 吴长老 你们还好吗 等这次帮沐亲王解决了周天玄 我就来找你们了 那时候我会像大英前辈的那样 在这里重建玄武门 甚至让玄武门凌驾于圣地之上 老大在想啥呢 想吃狗肉了 老大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你 就不会看看氛围吗 我正伤感呢 你就来破坏气氛 你去好好练化虎王的腰盒 你跑这来找死是吗 啊 哎呀 我哪里敢呢老大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 我已经把虎王的腰盒给彻底练化了 已经恢复到了洞天镜的实力 啊 这么说倒是不枉费 我特意在杀死虎王后给你留了腰盒 那是那是 要不然你怎么是大哥呢 一生大哥一辈子都是大哥 哼 这还听着像个人话 啊 是雷公追 什么玩意儿 是南宫燕的消息 他怎么给我传讯了 想不到方仙宇居然没死 而且狄一和武装老他们还在冬月 老大他们是你什么人 你好像很关心他们的样子 他们是我失门的人 几个月前我们为逃避灵霄圣地追杀而走散 想不到现在有了他们的下落 原来是老大你失门的人 怪不得老大你这么担心 哎你要去救他们吗老大 废话 就是肯定要救的 但沐亲王这边怎么办 你可是答应了人家三天之后 要陪他去闯皇城呢 此地距离冬月相差甚远 就算老大你已经是动天境 利用空间通道 也要花费一天一夜的时间 才能赶到冬月 来回的功夫便要花上两天时间 时间上恐怕并不够吧 我看不如先解决沐亲王这边的事 再去想别的吧 毕竟他钱多嘛 再说了老大 你那些同门不过是一些累赘 就他们呀哪有这边的报仇重要 是吧 确实不太好办 不过我记得沐亲王只邀请了我 好像没邀请你吧 好像是这么回事 而且你现在吸收了虎王的腰盒 修为已经恢复到了动天境 不如这一趟由你来跑如何 别别吧 老大我可是只有元神的呀 再说了我也就恢复到动天境中期的修为 万一遇上了什么高手 我岂不是直接完蛋了 少来 你骗骗自己还行 可别骗我 你有多少本事我会不清楚 以你现在的修为 准个东西能奈何得了你的人 不过了了数人你在跟我装弱 怎么 你白拿了我一个高级妖王的腰盒 总得表示表示吧 什么 那不是你送我的吗 啊 送你 哈哈哈 我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哎呀 你要是不去也行 那沐亲王报仇里的十个腰盒 我可就拿去喂狗了呀 这小子越来越奸华了 居然用猎业来威胁我 我是那种能被威胁的人吗 好吧 我去 不过你得给我点防身之物 也就来个十剑八剑盛气就行 没有的话 百来剑盗气也凑合 嗯 这些我都没有 不过仙气倒是有个 你要吗 嗯 仙气 也不是不行 想不到你小子藏了这么多好东西 拿来吧 哎呀 哎呀 不给就不给 干嘛打人 王八蛋 连我妈都没打过我 我可是给你的哦 仙气 你好好感受下你体内 这人真的是仙气 你从哪闹的 从上次我们在遗迹里打劫来的戒指里翻到的 之前因为有禁止没法查看 后来被木器王给破了 我才翻到这东西 这可是仙气呀 老大你就这么放心我 用狗不移 移狗不用 况且我也用不上这玩意儿 仙气呢我给你了 不过你可得把我的朋友们都安然无恙的带回来 嗯 我的 你放心 我一定完成使命 你带着流光追 他会带你巡路的 傻狗 我的朋友们可就交给你了 嗯 我现在就出发 你回来了 圣王朝那边的事安排的怎么样了 赤霄 启禀先尊 属下已经安排妥当 圣王朝用不了多久 便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待击溃圣王朝之后 摇殖圣帝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很好 干的不错 四大圣帝所镇守之处 是打开仙界通道的关键 只有彻底击溃了四大圣帝 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计划 还有 那些远古至尊的传承者 也会使我们的威胁 说不定他们当中 就有远古至尊的转世者 本尊尚且能够转世觉醒 那些老古董也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无必要小心他们 天道运转 阴阳互步 如今我等复苏 冥冥中的因果也会重连 那些老家伙万年前并没有死绝 随着我们的出现 隐藏在暗中的他们 也会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属下明白 万年前便是这群至尊 缴了我等好事 此次就更不能重蹈覆辙了 还有这四大圣帝 万年之前 不过是我先见在下界的一群走狗罢了 竟然敢备注自立 简直死有余辜 此事不可操之过急 四大圣帝除了明面上的战力之外 还有一批老古董在尽地沉睡 现在还不是与他们为敌的时候 如今我刚刚觉醒前世记忆 实力只恢复了九牛一毛 暂且还得虚与尾蛇 利用灵霄圣帝圣子的身份 完成更大的布局 先尊英明 禀报两位圣子 圣主大人求见 是我那便宜老爹来了吗 他又说找我什么事吗 禀报圣子 圣主大人并未说明 只说有急事找您 罢了 那就见他一面吧 是 属下这就请圣主入殿 自从我救活羽儿之后 羽儿便性情大变 那云中圣入了一趟险地之后 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一向和羽儿不对付的他 如今竟然对我而毕恭毕敬 现在羽儿和那云中圣 都说自己是仙人转世 也不知真假 不过羽儿如今实力大涨 竟然直接一手覆灭了 云士一族的西场势力 一手把握圣地大权 现在连我这个父亲 要见他都得奏情 也不知这样下去是福是祸 不过羽儿毕竟是我方家的种 若是他不做出有为宗族利益的事 我这个做父亲的 也就没必要为此担忧了 圣主大人 圣子大人有请 羽儿 放肆 真把仙尊大人当成你儿子了 这 罢了 这一事我毕竟与他有父子之事 就让他这般换我吧 是 好了 父亲 你说有邀请市长我 是何事 羽儿 你此前托我查明玄武至尊传承者 江羽的讯息 我这边已经稍有眉目 快快到来 说起来 我和这小子 倒是有点淵远 哼 那小子我也见过 此人有大气韵传身 要不是和仙尊交流过 我还不知道 当初遇到的那小子 不仅得到了玄武至尊的传承 居然还得到了赤皇至尊的传承 这小子不是什么小角色 很可能是某个大人物的转世 这小子 一来有赤皇至尊的不死至身 二来有玄武至尊的至强秘法 即便如今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也不好对付 此子的确有些本领 不过我也查清楚了他的底细 他的软肋便是玄武们那帮余孽 那帮余孽如今的下落 我也有了确切的情报 若是能以此威胁那小子 想要逼他现身不是男士 他们如今就在五毒教之内 五毒教 那不是新任克勤长老 南宫燕的教派吗 难道南宫燕背叛了我们 定是如此 这南宫燕此前告知圣帝已经斩杀江羽 如今江羽却活得好好的 想来此人定和江羽有所勾结 既有此事 为什么不早说 我也是刚接受圣帝事务 此前一直是西场主事 各种详情 我也不甚了解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速速带人剿灭五毒教 将南宫燕和玄武门余孽拿下 山羽一来 风满楼啊 也不知主人是否已经接到传讯 教主 天色尽深 小心着凉了 我也是修成洞天之修士 喜会如凡允般着凉 教仲和玄武门众人的转移 安排好了没 祈礼教主 已经安排妥当了 只是教主 你送走了他们 你有何打算 林霄圣帝那边 已经瞒不住多久了 随时会对我教发难 我又必须保护好教仲 和主人亲朋的安危 若是他们发难 我在教中借助阵法 还能拖延他们一段时间 若是连我都跟他们一起跑了 反而不能拖延逃跑的时间 此地便是五毒教嘛 想不到一个小小的五毒教 竟然有着主宰静强者布置的结界 那层环绕在结界外的毒云 怕是寻常不灭静强者都无法抵抗吧 可惜 布置结界的主宰静强者已经死去 如今这结界只不过图有七表罢了 哼 不过是一个不若留的山野小宗罢了 这些所谓的禁制手段 在老夫眼里简直不堪一击 看老夫一箭破支 您都是他们来了 郑主到了 各位长老造访本教 为何不实现知悔一声 何必要如此大动干戈 不愧是一教之主 都这个时候了 还能面不红心不跳的装作若无其事 嘿 南宫燕 你的所作所为 我圣地已经知晓 不必再演戏了 没错 交出玄武门于你 再向我圣地俯首称奴 我等尚且可以考虑留你一命 妄想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那这戏我也就不演了 同为洞天星 记住我叫五毒老祖留下的护身阵法 你们未必能考得了好处 冰完不顾 两位长老 准备作战 烏龙 雕虫小剑 大哥 你我何力破之 好 一举击破这护身阵法 阴阳剑决 什么 我兄弟二人何力施展阴阳剑决 就算是洞天镜后期 也要暂避风芒 岂是你一个小小洞天镜初期 借助阵法就能抗衡的 两位长老的一阳剑决 果然已经抵达大城之境 那么老夫也来献食一番 五雷阵阳剑 可恶 这就是圣地长老的实意吗 太强了 非我所能抗衡 嘿嘿 怎么样 京雷长老 您洞天覆盖六十里之巨 有探测到那些人的气息吗 并没有发现 这五毒教堂的南宫宴之外 就只剩下一群凡人 应该是提前转移走了 你将那些人转移到什么地方了 嘴倒是挺硬的 怎么处理的 京雷长老 把这女子带到分部 我圣地刑罚有两百一十二种 就算是大罗金仙的嘴也能撬开 何况一个女子 就是那儿吗 看来已经有人截足先端了 可恶 要是被那小子知道 我把事情办砸了 回去岂不是要把我的皮给剥了 啊 等等 这七位和流光锥身上的一样 好像不在此地了 难道说还有人活着 七位飘向别处 是被人抓走了 跟过去看看 七位便是停留在此地嘛 看来就是这儿了 竟然有四名洞天镜 其中一人的气息 跟流光锥身上的一样 应该便是我要找的人了 另外三人 两个洞天镜中期巅峰 一个出入洞天镜后期 有些棘手啊 此地防守森严 本尊又已经突破到洞天镜 气息不变隐藏 若是贸然靠近 恐怕会惊动了那三位高手 不过这可难不倒我 本尊的元神境界 远胜于这三人 先分化出一道元神 分身看看情况 元神分身 明 此道分身只有不灭境的力量 而且是本尊元神的一部分 寻常修饰 根本不可能探查他的底细 去吧 去吧 什么东西 出来 什么啊 原来是一条狗啊 此地怎么会有野狗出没 小心点师弟 说不定是什么妖兽 让我探查一下他 嘿嘿 没有修为 史书你太紧张了 不过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狗抱了 你看 长得多可爱啊 是我多心了嘛 不好 是妖 看来比想象中的要简单多了呀 果然这个年龄段的小辈 没几个跟江羽那小子一样精明 真是蠢的 真是蠢的可以呀 哈 好了 就借用这副身体进去看看 哼 想不到这娘们嘴还挺硬的 那里那小子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值得你一个洞天境高手如此为他卖命 骑兵长老 谁 是你 我不是让你们几个弟子巡逻山门吗 怎么来这儿了 骑兵长老 我等弟子在巡逻时发现有洞天境强者 暗中窥死 未免打草惊蛇 特来禀告长老 哦 竟有此事 消息属实 弟子修为微末 没有十足把握确认 只是弟子巡逻时 的确感受到有强者窥死 还请长老出手明察 难道是江羽来救治南宫宴了吗 让老夫看看 冬天之力外放 果然有强者暗中窥死 你就在此地看管犯人 本座这就通知其他两位长老 处理此事 是 本尊故意让本体泄露了一些气息 不怕你不上套 不是个标致的美人 也不知死女跟江羽是什么关系 你 你要干什么 嘘 锦商 我是江羽派来救你的 你是主人的人 主人 这小的玩的还挺花的呀 我现在只是夺射了这举肉身 本体还在外面接应 你现在冬天被人压制了 我这就帮你解开束缚 时间不多啊 你解封后 我的本体便会带你离开 明白了吗 明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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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释 你解释 不好 这是冬天之力 糟了 我们终于调虎离山之境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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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晚了 我今天是冬天境中期之上的强者 晚辈派前辈你 让我无法发挥权力 才有所收敛 你速速离去吧 和江羽宗门的人先会合 等我甩掉了他们 再与你会合 好 那前辈就多加小心了 就是你吗 就是你吗 就走南宫宴的人 你到底是江羽的什么人 敢跟我圣地作对 不是江羽 哼 什么狗屁圣地 万年前 不过是仙界的一条走狗罢了 至于本作的名号 儿子也不配知道 圣境元神 不 甚至在那之上 怎么可能 这小子究竟什么来头 就有如此实力 就算拥有圣境元神又如何 哼哼哼哼 再强也不过是个冻天中期巅峰罢了 从他外放的冻天气息来看 不过五十粒大小 我三人合力未必怕了他 说的正是 冻天境界的比拼 根本还是冻天之粒的大小 两位长老 我们一起出招 哼 井底之蛙 的确以本尊现在的实力 无法轻易杀死你们 不过元神之粒的使用 岂是你们这等凡夫俗子之人 哼 能透彻理解的 幻术 好 是元神幻术 快快固守元神 清新诀 可恶 可恶 被他跑掉了 连江羽的手下都有如此实力了吗 此次恐怕将来会成为我圣地的心头大患 哼 刚刚跑着的那家伙实力的确够强 不过带着玄武们和南宫燕这帮雷坠 暂时他们还跑不掉 我这就用刘光追传说通日本部 在调前几位擅长元神秘术的长老增援 在冬月跟我们圣地作对 我要让他插翅南逃 没错啊 元神秘术虽然强悍 但终究影响范围有限 只需要再来四位长老 我等便可施展圣魂元一气大阵 到时候一切元神秘法 在我们面前都如同施射 嗯 已经过去两天了吗 也不知道浩天那边处理的怎么样了 不过以他的实力还有仙气护体 应该没什么问题 况且我也在仙气之中留了一道元神分身 只要不遇上圣地圣主那种级别的高手 基本万无一失 小友 原来你在这儿啊 本王正好有事找你 啊 木星王吗 怎么啊 是准备好了吗 哈哈哈哈 小友 三天还没到呢 其余三位蜂王还在赶来的路上 大概今夜便会到齐 我来是找你商谈一下其他事情 啊 其他事情 是关于王城内的情况 我这边有了最新消息 啊 王城内的情况 那里不是有节气封锁吗 母亲王是如何对治王城的情况 此事还要从昨夜说起 因为再过几日 我等便要进入王城 本王便原神出窍潜入王城 想要先获取一番敌人的情报 本王的原神境界 已经抵达圣境 可以说在整个西域 除了摇池寿母之外 也只有圣地沉睡在禁地的个别太上长老 可以比拟 自然便是很轻易地 潜入到了王城之中 可当本王抵达皇宫之时 就被皇宫内潜藏的高手发现了 一共两人 一人是国师周天玄 而另一人的身份 连我都不曾知晓 什么人 是他吗 来得这么快 竟然有两人的原神境界在你之上 你们交手了没 交手了 我和周天玄在伯仲之间 但是那个神秘人一出手 我的原神便瞬间溃散 他的实力不可估量 至少在原神方面 原在我之上 什么 天与大陆竟有此等人物 之前我只是怀疑 现在已经确定 周天玄 是被人夺赦 那个神秘人 若不是远古时期复苏的强者 只有可能是其他世界的人 至于他们有什么目的 便不得而知了 那既然对方如此强大 以我们现在的力量 有把握击败他们吗 不知道 不过现在这事 已经不是我圣王朝的家事 那么简单了 很可能 关系到整个天与大陆的安危 除了三大封王之外 我也求援了姚池圣地的高手 他们答应我 会在明日 派遣一波战力来支持我们 届时 我等便在王朝之外会合 由于此事风险巨大 本王不愿隐瞒小友 小友若是想退出 现在还来得及 沐亲王是把在下当成那种 出尔反尔的小人了吗 既然此事事关整个大陆的安危 我又岂能独善其身 小心仙剑 原来所谓的小心仙剑 是这么一回事吗 是否跑不掉 是或躲不开 该面对的迟早要去面对 有小友这番话 本王也就放心了 那明日午时 带我们这边人手到齐后 我再来通知小友 本王就先不打扰小友休息了 系统在哪 在哪宿主 你好像很久没主动找我了 哪里又很久 距离我突破也不过才几天的日子 我就是客套一下 说吧找我什么事 系统 我有一件事想问问你 你觉得以我现在的实力 什么境界的人对我能造成威胁 我不是一开始就说过了吗 宿主你已经在当前世界无敌了 帮我出去 当然 对于宿主之前而言 虽然已经是打不死的无敌存在 但也有可能被强者禁锢 而自从宿主突破到洞天境之后 想要通过修为再经过宿主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除非 有人利用强大的法宝 创造封闭空间才能封印宿主 不过宿主也可以选择通过不断自裁 来提升经验升级 虽然有些枯燥 但总有一天可以打破法宝禁锢 那元神呢 元神境界比我高的人 是否会影响到我 宿主不必担忧 宿主的元神和本系统是相连的 坚不可摧 更不可能有人能伤害到宿主的元神 原来如此 宿主这是怂了吗 怂个屁 我只想对自己的极限有个清晰的认知罢了 再说了 你个坑货系统的话也不能全信 其实我在当前世界已经无敌了 但毕竟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敌人 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谁又能知道他们有什么手段 确实不死之身只是某种意义上的无敌 不过宿主也要明白富贵险中求的道理 想要快速升级 还是得越级杀敌的 你要是怂了 我的KPI咋办 老板会问责道 我再明白这个道理 好了好了你可以滚了 我要休息了 啊 来了吗 三位王爷不远千里赶来 在下有诗愿赢 有诗愿赢啊 客套的话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几人有一事不解 沐亲王 如果是进攻皇城的话 我等各自从属地出发不是更快吗 又何必轻里迢迢赶到此地 多此一举 没错 若不是沐亲王您的命令 换一个人来 本王绝不会给他这个面子 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解释 几位看来是心有怨念啊 本王这么做自然有本王的道理 因为我们接下来面对的敌人 可不是什么小角色 之所以让你们结巴而行 先赶到沐王府 是因为公秦王此前 就遭遇了敌人的埋伏 而不幸山云 几位封王的实力 与公秦王相仿 本王如此用意 也只是想保存我圣王朝的有生力量罢了 里面你们遇到不测啊 啊 竟有此事 好了 此事是我等误会沐亲王了 我等再次赔个不是 不过沐亲王之前说 还有一个出入洞天境的小子 也要跟我们通行 怎么不见他出来相迎啊 何影响 这群封王看来是平日里傲慢过来 也好 就让他们吃吃亏 我那位小友虽然 才突破洞天境没多久 不过实力却十分惊人 我希望几位在进攻皇城时 只能服从他的命令 不要节外生枝 什么 沐亲王 你老糊涂了 我等敬你是圣王朝第一高手 才愿意服从于你 竟然让一个矛头小子踩在我等头上 里面也太目中无人了吧 各位 沐亲王这是在质疑我等的实力 也好 我等就先将那小子拿下 让沐亲王看看一个出入洞天境的小子 有没有资格指挥我等封王 那小子现在在后院是吧 冬天外放 五十里 这沐亲王是想我给这几个人一个下马威呢 也就扒拉他这个小王吧 你 鬼龙神掌 不好 此次攻击恐怖 我等需一起出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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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服了没 厉害厉害 小有这般实力 比起老夫也不成多让 哎哎哎 沐亲王过奖了 不过必然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前各位封王之前不服在下 在下只好展露一点实力了 啊 啊 这小子 真的是借用法宝战胜妖王的吗 若有得罪之处 请各位多多海涵 可恶啊 这小子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嗯 这位王爷刚刚对在下外放了一丝敌意 是否还是不服在下 哼 也好 明日大战在即 在下进来九树战阵 正好有一些功法需要印证 不知这位王爷是否想要跟在下讨教讨教 这 哈哈哈哈 这位小有您误会了 铁骑王常年镇守一遇 少有跟高手交手的机会 所以看到小有实力惊人 才想讨教讨教 并非是对小有有什么敌意 还望小有不要多想啊 是吗 可我怎么分明觉得是敌意 而不是战意 这 铁骑王 你就扶个软吧 铁骑大陆实力为尊 给这小子低个头不丢人 要是堂堂封王被一个后生小子击败传出去了 那才叫丢人 这点小事你不会不明白吧 好 依你所言 小有 在下一戒武夫 的确是一时寄养 并非对小有有什么敌意 还望小有不要误会 由今大敌当前 沐亲王也是花费了大代价请在下助阵 在下也是诚心想为沐亲王办好此事 所以在下不希望有谁节外生枝 在我老家有一句话叫 人心齐太山仪 这个道理 我想各位王爷应当明白 你说对吧 沐亲王 小有说的没错 这小子不仅修为惊人 连御人之道都如此精通 一下子就把三位封王整得服服帖帖 当真有一手 若是此人能为我所用的话 那我圣王朝取代姚池圣帝 也并非不可能 如果能让这小子入追穆王府就好了 好了 各位王爷轴车劳盾 应该也有些疲累啊 明日还有一场大战 还请各位暂居寒舍好好休息 那我等 那我等 沐亲王 在下有一事不解 小有是想问我 为什么要请三个刺头王爷来助阵吧 啊哈 原来沐亲王您早就知道了 此事不宜再仔细说 都信隔枪有耳 小有请随我来 嗯 这是玩的哪出 封 啊 这是动天结界 啊 现在可以放心说话了小有 所以 你不觉得有人 提前埋伏公亲王 太过巧合了吗 嗯 确实如此 天佛等进攻皇城的时候 尖细在后方作乱 一个动天境强者 若是没有人牵制 对我圣王朝万千子民的打击 将是毁灭性的 啊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不过王爷你之前说的 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交谈 又是个什么说法 哈哈哈哈 小有 哎呀 我就是想逼潜伏的尖细猜忌我们 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 你就等着看着好戏吧 我料顶今晚 尖细就会主动露出马脚 小有 你怎么看我们现在的处境 我觉得我们的身份应该暴露了 不过沐星王可能只查明了咱们其中一人的身份 所以才没有贸然动手 如此说来 我们现在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 那我们还是趁着夜色溜走为妙 蠢货 现在逃跑岂不是自投罗王 那不跑不也是伸手带路吗 面对沐星王我们连手都伤不了他一根毫毛 更何况还有那个神秘的小子和铁骑王这个论头青在 嘘 小声点 我没有说不跑 不过这样跑了 国师那边也不好交代 我们最好能提上铁骑王的人头去见国师 到时候才有好处 原来如此 哈哈 铁骑王这个论头青倒是好对付 铁骑王对不住了 人活一世草蒙一秋 谁又能不为自己着想 圣王朝如今已经兵临崩溪 别怪我们铁骑战队了 我已经约了铁骑王在城外见面 只要我们出其不意 通袭杀死铁骑王 就是大功一戒 有国师给我们的法宝 我等想要逃走也不是难事 前提是行动够迅速 小瑶 你真是可以的 铁骑王可是你的至爱亲朋 手足兄弟 他那么信任你 你也下得了手 你少在那装纯洁了 这男王 你我都是同意中人 只要驾马加的足够多 就是亲爹我都能卖了 何况一个结义兄弟 要动手了吗 看来白天我们私下里的交谈 让暗中的间隙起了疑心 逼得他们不得不提前动手了 不然他们应该是要在明日 和周天玄里应外合来对付我们的 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那事不宜迟 沐亲王 你我就跟上去见证这处好戏吧 本王爷正有此意 只是不知道小有如今 对洞天之力的掌控如何 能否做到洞天内敛 沐亲王是怕我修为不惊 暴露气息被察觉吗 你放心 区区内敛洞天之力 对我而言自然不在话下 因人何一之境 啊 这小子到底隐藏了多少地牌 能做到洞天内敛的 除了主宰境强者之外 只有虚致可数的洞天境巅峰才能做到 连本王 都是在原神突破到圣境之后才能做到 此地去林沐王府已有百里之远 就算是沐亲王也察觉不到 在这里下手 想要逃跑还是轻而易举的 哈哈 啊 逍遥 你要本王到城外一去是有何事相谈 有什么事不能在沐王府谈吗 哈哈哈哈哈哈 自然是有些心里话 想找兄弟你唠唠 哈哈 说吧逍遥 你我结义多年 你在我心中的地位与兄长无异 有什么话淡数无妨 如此便好 实不相瞒 提其兄 我总觉得我们圣王朝的封王之中有尖细的存在 什么 逍遥兄何以见得 此话可不能乱讲啊 你想想 沐亲王给我们的情报 是国师周天玄造反了 可周天玄是个什么东西 触动天境罢了 修为连我等封王都不如 说他能镇压圣皇陛下 你觉得此事有多少可信度 确实如此 圣皇陛下已经是主宰之境的存在 虽说渡劫时留下了暗集 实力无法全部发挥 但放眼整个南狱 只有摇持圣母的实力在圣皇之上 确实不可能被人镇压 啊 你是说沐亲王 不 这怎么可能呢 沐亲王曾有机会登上皇位 但他却主动让位给圣皇陛下 他对权力绝不可能有任何贪恋 小妖兄你莫要胡说 铁骑兄莫要着急 我只是提出一个猜想罢了 实不相瞒 不仅仅是沐亲王 我对所有封王都有些怀疑 也在暗中调查此事的真相 毕竟陛下的暗集 只有我等封王知晓 若是在陛下最虚弱之时 任何一个封王强者 都有可能伤到陛下 你 这么说小妖兄是连我都怀疑了吗 不不不不 只是此事事关重大 我想要找到可靠之人 一起查出事情的真相 你我相交多年 我自是信得过你 只是为了圣王陛下的安危 我觉得 我等应该先将个人感情抛之脑后 如果铁骑兄能敞开元神 让在下窥探自证清白的话 这样一来 我们彼此便能更加信任 自然也就方便了我等后续行动了 好 为了圣王陛下 我就答应你 元神外放 果然是一根筋的蠢货 想击杀一个洞天镜中期十分不易 可若是要元神外放的话 就连洞天镜初期都能做到 小妖你要做什么 什么 可恶 可恶 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 千算万算 没算到铁骑王和小妖王的交情 还是让他们得手了 墨骑王 好了不用多说 我都明白 你放心啊 我不会让这两个叛徒活着离开这儿的 可恶 这两个人居然能做到隐藏洞天气息 铁骑王已经苟活不了多久 不要练战 震男王 快撤 好 空间开屏 想跑 沐骑王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已经能干涉空间通道的展开 趁他将注意力放在震男王身上 我先溜了 沐骑王 你专心对付这个老头子 我去追逍遥王 好 小心点小友 我要在空间通道内与他动手 以免卷入空间乱流 你放心 我不是那种喜欢做死的人 好了 震男王 现在该解决我们之间的事了 同僚一场 你莫非真的要对老夫下杀手 乱臣贼子 也敢与本王称道同僚二字 可恶 既然如此 本王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 动天献祭 既然本王营教领教 圣王朝第一高手的实力 为真拔荒 哼 找到了 什么 竟然这么快就被追上了 虽然说在空间通道内速度太快 会被卷入空间乱流 可现在也过不了那么多 动天之力 燃烧 蛤 速度快得十倍有余 燃烧动天将速度提升至极限吗 哼 原来动天之力除了自爆外 还有这种用法 真是学到了 既然如此 那我也来 动天之力 燃烧 什么 这小子疯了吗 燃烧动天不仅会自损根基 且在空间通道中速度过快 会有卷入时空乱流的风险 他年纪轻轻 天赋又那么高 犯的着跟我玩命啊 简直不可理认 距离王城只有八百里之遥 按现在的速度 斩查功夫便能抵达 那个地方 只要到那个地方去 这 什么 此路禁止通行 都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你以为 你还拦得住我吗 就不信你有种在空间通道内动手 区区见面一条 真的知道你这样的天才 够同归于箭吗 哼 同归于箭 凭你也嘿 秦龙手 小子 你 快撞手 你这样做 会引起空间乱流的 区区空间乱流 能奈我何 逍遥王 今日已必死 啊 疯子 你简直就是疯子 我这样子 我给你拼了 冬天子报 重生成功 经验值加一百 啊 这空间乱流的力量真是恐怖啊 比逍遥王的自爆还要强上几十倍 怪不得说 遇到了空间乱流 只有圣人竞强者才能幸免于难 不过被空间乱流卷飞后 我现在应该离原来的位置有些距离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 我的天 居然被空间乱流弹到了这么远的地方吗 奇怪 不过 皇城的结界怎么消失了 难道说有人已经破开了结界 想不到凭借少主的至尊法器护航 就让我们提前半日就抵达了圣王朝皇城 不过 我等提前半日到达 比跟穆亲王约定的时间要早上了不少 现在是要等他吗 哼 我看就免了吧 少他一个穆亲王并不会影响战局 何况圣王朝其他几位亲王 都是动天中期以下的人物 根本难堪大用 有少主的至尊法器和大长老你我联手 足以纵横西域 我就不信 在这西域有什么势力能比我摇持圣地还强 至尊临行前告诫我等 对此事当慎重待之 两位长老 文陀起见 还是小心微妙吧 我在赤皇至尊的遗迹中也曾与他们交过手 这股神秘势力不容小觑 少主多虑了 如今天地法则大辩 灵气稀薄 圣人尽强者已有数百年未曾出世 以我三人的实力 就算遇上主宰尽强者 也能全身而退 何便如此慎重 那 好吧 只是若遇上不可立敌的敌人 还请执法长老莫要恋战 少主放心 我只是想一探虚实罢了 若是真的不敌那神秘势力 老朽为了少主的安危 也不会以身涉险 不过 若是能在穆亲王赶来之前解决此事 彰显老虎圣地威严 这样自然最好 哼 洞天境巅峰布置的结界吗 和老朽境界差不多 不过如此 人阴玉女剑 好 赵天线 你布置的结界好像被人攻破了 哼 两个洞天境巅峰 一个洞天境终起 是穆亲王找来的援兵吗 若是加上穆亲王 倒是有些棘手 哼 在大人的帮助下 我已经成功晋升半步妖尊之境 突破妖尊境界也只是迟早的事 现在的我 就算是穆亲王也不放在眼里 让我来收拾他 千万 穆亲王似乎不在 有气 看来穆亲王找来的救兵 似乎有点自负 那应该是摇持圣地的人 那帮人一向狂悲自大 如今我已稳固了洞天境终起的修为 还掌握了主人恩赐的仙气 主人 就让我们来收拾他们 好 你们三个闲相 我隐藏在暗中出手 必要时刻一击必杀 要干掉了这几个帮手 纯饰了他们的本源 穆亲王一个光杆塞料 就根本不作为据了 属下灵命 这是 血的味道 看来已经有人在我们之前攻进了皇城 是摇持圣地的人吗 还要在洞天境之上 无极音障 这什么武器 竟然连我的七贤无极琴 布下的阴障都能轻易破开 苏青城 你以为傲的至尊法器 也不过如此吗 嗤血神枪 竹心事 七贤无极琴 天阴藏 妖孽 受死 玄阴玉女剑 第七宠 不自量力 冰厌决 不好 此妖孽 恐怕已经半只脚踏入了妖尊之境 连老身十成功力的玄阴玉女剑都无法抗衡 执法长老的功力和周天玄不相上下 再这样下去 老身只怕不久便会落败 带着妖孽腾出手来对付少主和执法长老 只怕我三人都得命运此地 中了本尊的赤杂掌 竟然还能活着 不愧是洞天巅峰的强者 什么 竟然还有强者暗中潜伏 皇王 这个妖孽已经失去战斗能力 快去解决妖狮圣地的另一位长老 好 本王就去驻国时一臂之力 不好 大长老落败了 这样下去 我会被两面夹击 必败无疑 少主是摇持圣地的希望 不能让少主死在这 不管怎么样 先将少主救出危险 想跑 比速度我还没怕过通街凶事 你以为你能快得过我吗 什么 玄鹰玉玉剑 雕虫小祭 颜伐 宁兵诀 那是中天三十六把至高仙气的虚影 干得漂亮 彭王 这样一来 对我们有威胁的人便全部解决了 只剩下一个小妮子 这小妮子倒是有点本领 一对一的情况下 竟然能击败掌控了仙气的周韵雅 我的仙气论品节明明要比七贤无极琴要高 为什么我会输给他 我怎么能输给你 苏警长 你拿病来 大长老和执法长老竟然都败给了这些人 看来我不能再有所保留了 七贤无极限 不能在此折搜我兄弟实力 先请下两位长老 万象无极 这时 想不到少主已经掌握了人气合一之境 竟能将至尊法器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 少主 你的实力难道已经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们低估了这些人的实力 必须离开这里 等待默契王支援 都是老身的错 空间通道 开闭 强跑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你们也得死在这里 苏小姐 久别多日 别来无恙啊 好婚后的灵力 竟然能生到本王 究竟是谁 怎么可能 原是这小子 他竟然在和虎王的娇小枪活起来了 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 咱不说这个了 这里太危险 以你的修为是斗不过他们的 趁现在我们走 这股动天之力 不对 你的修为 怎么可能 才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你的实力竟然 苏小姐 你带着两位长老先走 这里就交给我吧 就当怀你上次在遗迹救我的恩情 好 不过你多加小心 这几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你放心 在下也不是等闲之辈 看来这里的老熟人还不少 有气 是他 姜吴迪 他身上的气息和那天堆我的人一模一样 怎么会 这几人只怕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不好 摇吃圣地的人要跑走了 怎么能让你们得逞 可恶 竟敢换我好事 顺子的奴仆嘛 当初那个耗赛骷髅留下了你 我还以为你死了 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哼 想不到你还记得我 因为远近无仇 为何要换我好事 有趣 倒是比之前长进了不少 我在掀骑家之下的全力一击 竟然这么容易就被他接住了 而且 赤血神枪的气魄被他锁定了 我竟然完全挣脱不开他的扣子 不过你好像并没有被人夺射 我倒是挺好奇 你是怎么从那个耗色骷髅身上活下来的 又是怎么提升实力的 外界传闻你得到了赤黄至尊的传承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呢 想不到 你居然不知道黄血古术内后来发生了什么 嘿嘿嘿 美人儿你就留下来永远陪着本王吧 那日我被赤黄至尊的过去身符路之后 原本以为自己定然会陨落在黄血古术之内 放开我你这个变态 不要那么抗拒嘛 从了本王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小美人儿 你难道不渴求力量吗 力量 就在我即将被凌入之际 是黄至尊的过去身 接到了某人的传讯 你说你找到转世之身了 现在就要融合 玩什么玩笑 要我们跟他合为一体 那岂不是要磨灭我们自己的意识 如今我已经是独立的个体 凭什么要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那之后 赤黄至尊的过去身和通讯之人 发生了争执 你别忘了 你我本来一体 如今融合 也只是换哪种方式生存下去 有何必执迷不误呢 执迷不误 赤黄至尊当年自斩三世之身 我等被分离出来 便是独立的个体 你要奉献可疑 别拉上我 你这是要背叛我们吗 那就别怪我出手吧 背叛 笑话 本王只是为了生存 你竟然要来强挡 不如是介于此 我 我是对此不留 可别忘了 我也有黄鞋 五十三分之一的控制权 现在就解开禁制 放那些仙界之人出来 大不了我就做仙界的走口 而我 则奉其为主 为仙界效力 原来如此 怪不得会有那么多修士 被人夺赦 原来是那个好色骷髅搞的鬼吗 这么说 你便是当初的那个好色骷髅了吗 怪不得从你身上散发的气息 有一丝熟悉 看来你小子倒是有点眼力 当初在仪界里 我就觉得你是个威胁 看来我没看错 这张脸 你多射了圣皇 怪不得实力比当初在仪界中 要强了不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在这里的不过只是你的一具分身吧 你的本体在哪 你的确有所长进 却连原神分身也能窥破 你猜得没错 本作的真身现在 正在东宇炼化一名 灵霄圣地的主宰镜强者 这个元神分身的实力 虽然只有我本体的三场 但应付你这种小角色 绰绰有余 周远仰 还愣着干什么 快杀了他 好的主人 赤血枪法 力量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值得你出卖灵魂 干为奴婆 闭嘴 像你这种天资卓越之辈 又怎么能体会我的苦痛 受死 痴迷不悟 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唯一龙神掌 你用的废 喂 我记得你不是很喜欢他吗 怎么 他对你而言 也是一个工具吗 一副自由身 一个洞天静女凶是罢了 本王只要愿意 随时可以再造就一人 果然够冷血 之前在古术内 你只是有点无耻 现在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传闻四大至尊 是为救亿万苍生而语 唯我被修饰之楷模 你真的是从赤皇至尊神 分离出来的吗 我虽源自赤皇至尊 却又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如今赤皇至尊 转世失败 彻底消失 他对我的影响早就荡然无存 这一点 等你修炼到至尊极净 就会明白了 不过你已经等不到那天了 原来如此 看来这家伙的思想 并不和赤皇至尊的其他肉身相通 不知道我不死不灭的秘密 只是大概知道 我有很强的恢复能力 利用这个信息差 以一敌三 胜算不小 周天玄 彭王 给我灭了他 这二人很强 单论原本实力 恐怕都略胜我一筹 看来接下来是一场苦战 小子 当日因为你的插手 害死我 我要做两位顶尖妖王 今日我要你血债西城 神速幻影 原神分身 不不对 是速度太快 幻化出的蓄影 只有一个本体 看来我也不能有所保留了 原神分身 什么 这小子的速度也有这么快吗 这个是本体吗 受死 这一切都在本王预料之中 小子 上当了 这是什么力量 小子 这和虎王的暴虐法则一样 是专属于本王的法则之力 不过本王已经是半步妖尊之境 不仅可以在洞天内释放 还能在外界一定范围内施展 从狐狱之内 能自由行动的 只有本王和境界 比本王高的强者 像蝼蚁一样 被本王猜死吧 弦无变 什么 这小子的力量 怎么一样都成了十数倍 王神圈 这是什么招式 以人我已闻所未闻 不好 同王有危险 林仙爵 一敌二 看来还是有些困难 想不到我将冬天自爆之力 汇聚于全场的一击 也没能杀死这蓬妖 半步妖尊的生命力 果然不是盖的 不过我这自创的拳法 威力倒是可以 就是有点消耗力量 刚刚那一拳 差不多已经爆掉了 自己的半个冬天 好恐怖的一拳 要不是我防御的及时 恐怕现在已经没命了 弦王 你没事吧 我的本源已经被那小子伤到 实力暂时只能发挥出七成 不过那小子也好受不到哪里去 刚刚那招的反噬很强 他伤得比我重 快快去杀了他 我解决了这小子 再来帮你疗伤 可恶 可来只能暴露不死之神的秘密了 先发 决 暴露就暴露吧 天阵症 什么 苏姑娘 你怎么回来了 我不想再欠你一个人情 我已将两位长老送入空间通道 再无顾忌 今日 我就与江公子一同营地 而且 方才我在送走二位长老之时 已经千里传音通知了沐亲王 他伴住乡之内便可赶到 沐亲王乃我心语第二强者 仅次于家师 有他相助 这些人根本不作为惧 可恶的丫头 老老实实逃命就行了 竟然多此一举 快点杀了他们 我去阻截沐亲王 我手上可是还有一张王牌呢 这大人元神分身的力量 只能和沐亲王打成平手 不能再耽搁了 就是凭着重伤 也要杀了这二人 去帮助大人结局沐亲王 好 在骷髅走了之后 我就百分百把握在 利用不死之身的情况下 灭口了这两人 怎么办 苏姑娘 苏姑娘 你把沐亲王叫来就行啊 你留在这儿 有点多此一举了呀 我 我可不想在圣地的人 面前抱着不死之身啊 将公子莫怕 今日有我在 就没人能伤得了你 我是 刚刚与那小子交手 导致我气血不调 暂时无法作战 我先运功调戏 恢复伤势 必要时 助你一臂之力 好 旁王 你运功调戏便是 至于这两个小辈 我依然便可对付 你保存好实力 等到和沐亲王大战士再出手 这小女子来得正好 能同时将摇持圣地的接班人 和两大至尊的船人给干掉 对我等而言再好不过了 你们就下去做一对亡命鸣鸣吧 勒死谁手 还未可知 是吗 大言不惭 通过刚刚你和周云雅的交手 我判断你的洞天之力不够覆盖六十里 这等实力的确到了洞天境后期的门槛 不过相比我而言还是相形建出了点 我只要略为出手 可将你斩杀 洞天展开 西贤无极琴 禁制解放 什么 这股力量 究竟是 西贤无极琴乃我圣地传承至尊法器 虽说品阶不如仙器 但威力却更有甚至 我圣地一十三代圣主 及历代前辈 以精血运之 此琴早已通灵 以血为瘾 气灵显现 斩 这是 居然是气灵 难道此法宝已经得到 这可是只有中品以上的仙器 才有可能做到的 气灵力量居然又不分伯仲 不好 您简决 以我现在的实力 强行驱动气灵 果然 还是太勉强了吗 苏姑娘 想不到苏姑娘居然能跟周天璇拼个两败俱伤 不过好在 苏姑娘昏迷了 这样一来 我便可全力发挥了 想跑 哪有那么简单 朋友 你想去哪啊 你小子 已经是半死之神 却还敢会无好事 就算你有赤黄至尊的传承 肉身不灭 可你之前动天之力消耗巨大 现在的你还拦得住我吗 是吗 是吗 玄无边 增加使力的秘法吗 以你现在的状态 不过是自寻死路罢了 怎么回事 这小子的力量在迅速复原 他并没有吸收周围的灵力 不是自行恢复 这不可能 没有任何一种功法能做到这点 强行使用玄武变 撑破了自己的经脉 死了一次 终于刷新了状态 好了 现在是时候收拾掉这彭妖和周天玄了 不过既然暴露了秘密 就得确保万无一失 这些人就不能有一个活下来 人若是逃脱了 我的秘密就会提前报道给别人 有了 倒行众魔大法 这是能控制人元神的功法 周韵雅 杀了周天玄 是 主人 可恶 不是还处于重生昏迷之中 毫无抵抗之力 这样下去 喂 你的对手是我 朋友 你什么 你疯了 你的境界比我低 还敢将我拉入洞天之内 不劳您费心 自有办法将你斩杀 我只听到地后 好 本王就会会你 洞天之内 展开 能跟本座对抗到这种程度 沐亲王 你不会是圣王朝第一高手 混账 你将陛下的身体怎么样了 哈哈哈哈 这老家伙修炼时走火入魔 本尊便夺舍了他的肉身 不过 与其担心别人 不如担心下你自己吧 沐亲王 你我已经交手百招 如果你没有别的底牌的话 那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日 黄望 看来不拿出点实力来 这场战局就永远也无法结束了 这是 竟然是雷洁 只有突破到主宰剑中起 才会遇到雷洁 难道 他会以此突破两个境界 给我扑 怎么可能 这种力量竟然在我迹象 竹在境中起 实力 比未突破前强了数倍 此人实力大约 也就出入竹在境的水平 即使手段多了些 亦不是我的对手 也对 守则 狂了 这沐亲王 还真是不好对付 如今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 快快说手就请 鬼还陛下肉身 否则 莫怪本王大开杀戒 沐亲王 鹿死谁手 还未尝可知 本座还有最后一张底牌 你不会忘了 你的女儿还在我手上吧 堂堂主宰境强者 竟然使用如此下作手段 卑鄙 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沐亲王 你看这是什么 这戒指里 有着灵儿的气息 拿来 妄想 想救你女儿的话 就去空间乱流里找吧 你 不吃 我跟你拼了 拼了 我希望 你还有时间 跟本座纠缠吗 空间乱流恐怖无比 若是不快点 去救你的女儿 以你女儿的境界 恐怕片刻 就会被碾碎 可恶 此刻不宜 你与她纠缠 还是救灵儿 邀请 待我找到我的女儿后 我绝饶不了你 明智之计 想必皇城之内的战斗 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了 那小子斜门得很 只怕彭王和周天玄二人 未必能奈何得了他 待本座先去解决了那小子 再集结力量对付沐亲王 动天自爆的气息 从皇城方向传来的 是谁 不好 皇城内有变数发生 必须立刻赶回 怎么会这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彭王和周天玄呢 他们的气息已经消失 难道他们被 是谁 是你小子 太正 怎么 很意外吗 小子 你叫我的属下们怎么了 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 半部妖尊级的妖河 非是彭王的 看来你也不蠢啊 你的两个帮手 已经败在我手下 尤其的你 不过是一个光杆四六 我劝你啊 早早束手就擒 兴许 我还能饶你一命 大言不惨 早在黄穴古树中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小子 身上有太多秘密了 我原本以为 你是赤皇至尊的转世 如今看来并不是 本座乃是赤皇至尊 前世躯体锁化的生灵 自认见多识狂 可你小子实在是太超乎 常理认知了 区区洞天境 竟能把我造成这么大的阻碍 威胁甚至还在 木齐王之上 到底是大能转世 还是得了某个神灵的家伙 抱歉 对此我无可奉告 神灵家户啊 那个逗逼系统算吗 哎 倒是你 身为赤皇至尊的前世之身 为何要背叛赤皇至尊的意志 甘心做仙剑的走狗 想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罢了 小子 这一次是我误判了你的实力 原本以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 瑶池圣主和木齐王 想不到被你一手摧毁了 我在心域的布局 是我输了 不过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呢 不好 他要逃跑 别 现在 下死你不能心里 搞得 看来在这里的 只是他的一部分元神 一部分元神之力 就如此之强了 恐怕的本体 如今的实力 已经接近当时之巅峰 真是可怕啊 这就是圣王朝的皇帝吗 嗯 似乎含有气息的样子 看来骷髅王 并没有完全成功夺射掉这副躯体 小友 速来助我 是木齐王的传音 从空间次元中传来的 他怎么到哪里去了 现在没有时间拐圣皇了 木齐王 你在哪里 是被人困住了吗 并不是本王被困住 小友 本王的女儿 被人扔入空间乱流 危在旦夕 本王在寻找过程中 迷失了方位 方才 察觉到小友的气息 才想到先前 博服管家 曾交付小友的一物 此物与小女身上 有灵力联系 还望小友相助 啊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 木齐王被干掉 原来是那好色孤狼 用了缓兵之计 看来他原本是为了 支走木齐王 然后返回皇城 配合属下 将我和摇石胜地的人解决 再联手对付木齐王 只是没想到他们被我杀了 怪不得撤退的那么果断 就是他们 的确很感知到一缕微弱的气息 木齐王 不用担心 郡主就交给我来寻找 那就拜托小友了 这里 难道是空间裂缝中吗 我怎么会在这 不好 找完空间裂缝内 只有冬天竟强热 咱们自由穿梭 以我的实力 若是不快点找到出口的话 只怕片刻就会被空间乱流 吞噬 爹 你快来救我 谁来救救我 不要 我不想死在这 找到了 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先带你出去 让我出去 等等 想要从空间裂缝中 开闭通道出去 不是需要冬天竟以上的修为 才能做到的吗 怎么可能 难道他的修为已经 发什么了 走了 那个 手能松开吗 抱歉 刚刚事态紧接队友冒犯 还望郡主见谅 哪里的话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何谈冒犯 在他眼中 本郡主就是那么刁满任陷的人吗 对了 这个还你 这是 你俯身管家给我的东西 应该是郡主你的贴身物品吧 我也是挤此无上的气息 才寻得到你的方位 如今你已经平安无事了 暂时要完毕归账了 这该死的刘管家 竟将如此重要的信物随意语人 这可是娘留给我 给未来夫君的嫁妆 居然 居然被 灵儿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 父王 孩儿没事 对不起 都怪孩儿太任性了 差点酿成大祸 多亏江公子相救 不然孩儿恐怕再也见不到父王了 多谢小友鼎力相助 本王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小友 小友放心 待本王解决完这件事件后 本王答应小友的承诺 定当如数完成 绝不实验 如此便最好了 不过沐亲王 皇城内的贼子已经被我尽数斩杀 如果要履行承诺的话 我看你现在就得安排起来了 什么 你说你已经 动天外放 皇城之中的确没有那群人的气息了 只有一股微弱的气息 是陛下 他一人竟然解决了一名半步姚尊敬的高手 和两名拥有动天后期实力的强者 他居然如此之强 对了 我先前接到姚池圣帝的传讯 已将两位富商的长老安置 只是姚池圣帝的圣女苏京城 将二位长老交付于我后 便迅速折返皇城 他现在没事吧 啊 这个沐亲王放心 我也将苏清城收于我的动天之内 他如今安然无恙 好了 沐亲王 如今圣王朝内的事宜已经彻底解决 我也有其他要事要去做 大约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 便劳烦沐亲王准备好我的报酬 履行承诺 嗯 小友放心 老夫不是那种出而反而之人 况且 你小友如今的修为 本王只愿意跟小友为友 若是要与小友为敌的话 本王是一万个不愿意 由此便好 那我就去办我的事了 希望半月后我来取报酬时 不要再出什么差错 如今大战已经结束 沐亲王你有事要忙 我就不打扰了 真是清除于冷 父王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怎么 灵儿 你不会是动了春心吧 父王 你休得论言 自古美人 惜英雄 看来我的女儿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方才我察觉到浩天的息息 有所衰弱 我和他有灵魂契约 有这种感应 应该是他受到了重创 看来我的颈快感到冬雨 不然的话 红武门的人和浩天就危险了 不过在那之前 现在他伤势严重 还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中 在去解救浩天之前 我想我应该先顺路 将他送回瑶池圣地 你 你没事 江公子 雪原智熊醒了 啊 我没事 倒是你伤势严重 还是不要过多活动的好 我有支钻法器护身 恢复得很快 江公子不必担忧 都是江公子你 能不能把我放下来 说在下暴霉了 我也没有要怪罪江公子的意思 不过我也挺好奇的 虽说早在遗迹中出剑时 我便觉得江公子有些神秘 如今更是好奇了 江公子为何能安然无恙地 从一众高手中脱身 这个 苏小姐不如亲自去问沐浅王 啊 对了 忘了告诉苏小姐 圣王朝内的敌人已经被解决 我还有些私人事物要去处理 本想亲自将苏小姐送回瑶池圣地 如今看来是没有这个必要了 私人事物 江公子不是自称一记散修 又何来那么多的私人事物 我对你真实的身份越来越好奇了 先前你在遗迹中使用假名 我寻你不得 难道你要一直对我保密你的身份吗 啊 说在下冒昧了 也请苏小姐尽量 在下正是被灵霄圣地追杀的红武门江宇 苏姑娘身为四大圣地中人 应该不难查到在下的身份 啊 如今我的实力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暴露身份倒也不算什么 好了 苏姑娘 既然你已苏醒 在下便不送你一程了 在下还有急事要忙 尽量 红武门江宇吗 我大致也猜到了 只是不知道它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竟能在那么多次绝境中都能脱身 不 我已经不行了 浩天 江月长老 你们还是放弃我吧 爹爷 不可轻言放弃 你难道忘了五长老和掌门临死前的嘱托吗 父亲 五长老 女人真是麻烦 不过昨天确实够凶险的 想不到灵霄圣地居然出动了那种级别的高手 来追杀我 不 要不是那两个人 以及江宇的元神分身 用自暴逼退了敌人 后果不肯设想 这仙气虽然不具备杀伤手段 但却能迅速恢复我的伤势 不过就算我痊愈了 遇到那个神秘高手的下场 还是会跟之前一样 好了 我没时间自暴自弃了 这寂寐荒原 是上古两位之尊大战所形成的 此处的空间和灵气至今紊乱 若是不靠近一定距离 就算对方境界比我们高是很多 也无法辨别方位 我们不能再此自暴自弃了 一定要等到江宇过来救我们 我和他之间有灵魂契约联系 即使相隔万里 也能察觉到彼此的方位 我有感觉 他已经向我们赶来了 真的 你说江宇哥哥来了 可是羽儿的修为 只怕也未必是哪人遁守 你们就放心好了 对于江宇如今的实力 我比你们更加了解 只要他亲自赶来 一切困难都会迎而而解 好了 这里灵气紊乱 你们也无法吸收灵气恢复体力 我催动仙气 帮你们恢复点体力 你们先打作调息 重整旗鼓之后再继续逃亡 记住了 不要放弃 本尊何时 这般狼狈 江宇 如果你真的有自知 做我的老大了 等你来了 一定要跟我胖壮的 狗屁圣子一顿 你小心投之气 可恶的江宇 竟然坏了我们在西域的布局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先杀了你最亲近的人 让你后悔终身 圣子 不 仙将大人 哄我们云里的气息 就在此地消失了 那又如何 大 大人有所不知 这寂灭荒原乃是禁地 即使是圣人 也会在此迷失方位 我得贸然进入其中 虽然能脱身 但根本无法外放洞天 探查敌人动向 原来如此 看来这些人 也是做好了逃走路线的攻略 哼 虽然有些棘手 此地已经靠近寂静荒原内部 空间稳乱 我等已经无力飞翔 的确如此 继续飞行下去 对体力消耗巨大 我们不行寻找啊 行为长老 大人此语的法器 是否搜寻到了 贼子们的方位 看来就是这个方位了 走 我们追上去 谢谢江长老 怎么有种 被人盯上的感觉 虽然洞天之力的外放 在此地受到限制 但本尊的阎神 感知范围还是能起到 一定作用的 果然 灵霄圣地的人 已经追上来了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 这么快 这里可是寂静荒原 他们是怎么如此 迅速地找到我们的 也许是利用了某种法器 现在不是探讨这个的时候 因为和你现在的状态 根本不可能应对他们 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才对 我现在必须冷静 拖到江羽的到来 只要能拖到他来了 冰霄圣地的人 根本不算什么危险 昊天 江长老 你们还是抛下我吧 我只是个累赘 带着我 你们跑不远的 你在说什么丧气话呢 如果你跟江羽 同出一门 身上怎么没有半点 那小子的破裂 我 好了 确实以你的修为 在这里能走到这种程度 差不多也到极限了 来 你还是上我身上吧 我可以对你走 交回快点 嗯 确实是个不错的点子 爹一 你就听他的吧 那就多谢浩天大哥了 迷迟这种状态 对我的消耗极大 再说了 本军还没被女人骑过 你要不是你是江羽的小女友 本尊才懒得搭理你 错了 我们走 杀气的感知越来越微弱了 不好 他们正在远离我们 是巧合吗 还是 他们真的敢赢到我们靠近了 那条妖兽可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要不是他现在受了伤 一对一 我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对方现在逃离我们 如果是巧合还好 如果是他们感应到了我们 也恰恰证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那条妖兽现在的伤势很重 没有把握对付我们 走 继续追上去 精雷长老果然洞察求好 原来如此 便是此地吗 此地空间稳乱 怪不得我开辟的空间通道 无法通往此处 天人合一之境 进入天人合一之境 能大幅提升我的感知能力 让我看看 究竟是什么人能将拥有仙气的浩天 逼到如此境地 圣地的三位长老 最厉害的也不过是洞天经后期 算不得什么人物 这人好熟悉 而且实力深不可测 只怕修为已经达到了主宰境 江宇 你终于来了吗 本座已经等你很久了 那 是他 他的修为比这一技中进步神速 看来他也被人夺射了 哼 再向我靠近吗 看来他最主要的目标是我 给他赠好 行贼仙亲王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何方神圣 看来他也正向我的方向飞来 是想跟我一对一吗 正合我一 行 怎么回事 我无法再从冬天内 掉到任何力量了 这是什么手段 江宇 怎么样 这种刺猬不好受吧 你对我做了什么 这便是只有主宰境强者才能使用的法则之力 当然 少数冬天境强者也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使用 不过主宰境强者可以自在的使用这一种力量 我想起来了 之前虎王也使用过类似的力量 不过他的法则更倾向于破坏 而云中盛的法则更倾向于束缚 可恶 刚好是克制我的类型 看来我们得到的情报没错 你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 因此伤害性法则对你的威胁不大 而我正好是你的克星 我该叫你云中盛吗 还是别的名字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对我的秘密如此了解 江宇 你的洞察力确实不弱 其实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请让你看看本座的真实面目吧 仙界的真将 你居然从赤皇之尊的封印中逃脱了 我还得多谢你的搅局 江宇 你与我仙界为敌 我便溜你不得 虽然你那可怕的再生能力有些棘手 但只要将你封入仙气之内 便不能再阻挠我们了 我便将你带回灵霄圣地 永世镇压 以免你这个变术再来搅局 是吗 你不会真以为我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吧 你小子又在玩什么花样 在本座绝对的实力面前 虚张声势只会自取其辱 任凭你的功法如何神奇 天赋如何义禀 在静气的鸿沟之下 都是徒劳 是吗 不好 难道他要 这份久别重逢的见面礼 你就收下吧 就让我看看主宰镜修为 能不能扛得住这百里动天之力的释放吧 可恶 这个距离 就算是我被转进去了 也有重伤的危险 下界的凶势 什么时候都变得如此不为生死了 有强者在寂静花园里交手了 力量竟然连空间都狂暴了 此地本就极度不稳定 如今又有外力刺激 不好 烙流要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银雷长老 救我 抓紧我 还有你 愣着干什么 是 是 什么 该死 本座活了千百年 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 竟然被一个乳秀未干 冻天初期的臭小子逼到这种程度 可恶 刚刚发生了自爆 威力已经相当于 出入圣人竞强者的义气了 其实我全力防御 也受了不清的内伤 那小子呢 难道他真的死了吗 自爆冻天 对于一般人而言 断然不可能存活 可是 可是我还能察觉到 他微弱的气息 难道那小子自爆了 冻天还能活下来 这不可能 即使这赤黄至尊 也做不到这点 这些血雾中 有着那小子的气息 难不成 那是 那小子的气息 才快速汇聚 还有这种操作 太逆天了吧 又死一次 不过既然暴露了 不死之身的秘密 那个仙界中人 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他 别怨我心狠手了 毕竟知道太多秘密的人 总是活不长的 他竟然毫发无损 连修为都没有任何损失 修为达到一定境界 确实能断置重生 滴血复云 本座也从未听过 有人能在不损失 任何修为的情况下 做到这一点 哪怕是先王强者 也做不到啊 啊 伤得不重吗 搞什么呢 还以为能一击毙命 或者重伤呢 看来 面对主宰 自暴动天的打击力度不够 还得再死一次 看来 你的修为的确不俗 是我迄今为止 遇到过最强的人 看来 不提升一下境界 我是无法杀死 这种级别的强者的 自暴动天 毫发无伤 还说得这么轻微淡血 我去 这小子是怪我 看来得另寻他 我不能和他死客 我得将情报 带给其他人 不然仙界中将 都得折在他手里 将其完毕 你遇到明白人了 直接开溜 是不想跟我打了吗 虽然你很机智 但 知道了我的秘密 还想跑 那是不可能的 什么 燃烧动天 这小子是铁了心 要斩杀我吗 那也用不着 这么玩秘的方式吧 不过就算他燃烧动天 不可能追上 竹崽镜中期修为的我 小子 只要再深入到 寂静荒原的核心去 你连飞都飞不动 想杀我 简直一想天开 就让你见识下 本作的身法 燕龙八步 不愧是竹崽镜的高手 速度果然够快 可惜 我已经将修为 提升到洞天镜巅峰 论速度 我未必会输你 玄武真经 玄武变 小子的力量怎么又提升了 这一路没见到服用什么增进修为的弹药补给啊 我忘记 他的洞天之力明明已经达到洞天镜的极限百里范围 怎么还有提升的空间 见鬼 不好 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被追上 若是他再多自爆几次 以我目前的状态 只怕是波斯也惨 这荒原中对我的实力有所压制 若是能全力发挥 我也未必去他 必须想办法摆脱他 那是 竟然如此恐怖的现象 对了 可能那小子的自爆引起了荒原内的乱流 现在乱流汇聚 形成了这堪灭空间乱流的沙暴 这沙暴的威力足以绞杀洞天镜 以我主宰镜的修为根本不足为惧啊 兵行险周 我进入其中不信你还追得受 江宇 有种的就进来 想借此来摆脱我吗 天真 我江宇什么时候怕过 我有不死之身 你有什么 勇气吗 空间乱流 我尚且进入其中 毫发无伤 沙暴 小意思啦 你 我去 拖大了 这沙暴的威力 怎么如此之强 你以我的修为 别说移动了 你保持不动的困难 小子 你这太年轻了 随智慧 随计谋 远不如本座 行着本座 就给你言传身教上一课 我有一个不死的手段算什么 出来会是要靠脑子的 你呀 就在你慢慢等吧 这片沙暴 将成为你永远的寄购 哈哈哈哈 小子那自以为是了 你真以为你困住我了吗 区区沙暴 能耐我喝 来尝尝这个 这小子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自暴 你疯了吗 你在这里自暴 引起的可不是乱流那么简单了 以后我很可能被卷入时空缝隙中 永远迷失方向 不 江源 不要打压错 你永远迷失方向 等等 你怎么不早说 来不及了 完了完了 那我岂不是杀地八百 自损一千 我确定这个白痴 你做事就没考虑后果的吗 本座前日碰上你 真是倒了八倍 怎么血没 不好 要被吸进去了 不要 本座不想永远被困在时空里面 难道本座今天就要死在这冬天性的臭小子手里了 干什么玩笑 可恶 该死 低估了沙暴的能量 这是哪 我想起来了 我的自爆引发了空间错误 不会云中上二人都被卷进时空立缝 不过话说回来了 传闻时空立缝中只有永恒的混沌 而此处却升级勃勃 阳光空气树木 且灵力充裕 这是为何 也不只能云中上是死是活 既然我无恙醒来 只怕他也没到危急性命的地步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得先找到出去的方位 浩天的气息 他们也被卷进来了 之前感应到浩天受到重创 一路逃亡 又遇到沙暴 不知道他们如今处境如何 也好 就先与他们会合 再商议后面的计划 浩天见识广阔 想必知道这方天地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人在快速靠近 这气息是 江宇 狄一 世尊 好久不见 江宇哥哥 狄一终于等到你了 受苦了 我们遇到强敌追踪 一路逃亡 多亏浩天大哥关照庇护 才得以保全 羽儿 怎么了 江宇哥哥 他们这是 这几个家伙比较倒霉 在卷入这里之前碰到骆乱流 暂时失去了意识 一方万一 我将他们绑了 你们这一路逃亡 皆拜他们所赐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们 永绝后患 这几个好歹是圣地的骨干 留着他们的命在手上 必要的时候还能当作筹码 嗯 言之有理 你这家伙许久不见 头脑越发灵光了呀 对了 怎么只见到狄一和师父 其他人呢 这 月儿 说来话长 这一路上 实在凶险万分 若不是他们 只怕我们也再无相见之日了 爹和五长老 他们 他们在数日前为了掩护我们 牺牲了 什么 五长老他 谁干的 杀了他们的人 你应该已经与他交过手了 那个人的实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对不起 我没能完成你的托付 我不会怪你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对方实力强大 不是等闲之辈 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家伙也被卷进了这里 对了 浩天 你见多识广 你对此地有什么了解 这里是遗迹 还是某个大能留下的冬天 都不是 此地 并非人力所创造 而是天地孕育而成的秘境 一般 能孕育出这种秘境 必然附近有天才地宝的踪迹 秘境 正是天才地宝灵力凝聚所化 演变而成 如造化神兵 金氏神药 天域石胎等 本不该存在在这世上的奇物 他们外溢 散出的灵力 便会自成空间 这个过程中 会吸收外界灵气 在空间深处 塑造出所谓的秘境 怪不得 奇境黄园那么古怪 原来是在他地底下 孕育了一个秘境 秘境之中 定有奇珍 尤其是 此地灵气充沛 奇珍应该还在秘境当中 这种天地奇珍 与强者传承不同 无论是谁得到了 都能在瞬间 提升可观的实力 不好 若是云中盛得到了奇珍 从而实力大涨 对我们的威胁就大了 说的没错 所以啊 我们要赶在他之前 得到奇珍 我一个人独自行动 浩天 你只需要告诉我 如何感应奇珍的方位便可 你留在这保护他们 好 奇珍出现的地方 往往是秘境中 灵力最充裕的地方 你只需要向灵力 充裕的地方去便可 明白了 我这就赶过去 不过在那之前 我再做个保险 倒心中魔弹法 这些人已经被我控制住 如果有什么危机的话 你可以利用他们 应对危机 好 我明白了 月儿 灵境中情况难以预测 敌方势力强大 若无十分把握 不要贸然出手 自己性命要紧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你们保重自身 我便可安心寻宝 月儿 一路小心 江雨哥哥 我们等你回来 可恶 该死的江雨 等等 这里 这里不是时空力风 灵气如此浓郁 全人不思下界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灵气充沛 运行的法则似乎和另一个世界不一样 连时间流速都比下界更加缓慢 能造成这种环境的 只有一种可能 这里是秘境 则能寄进光源 乃是上古两位至尊级强者战斗 所造成的空间紊乱之地 能惹得两位至尊级强者出手 应该是为了争夺某件秘宝 莫非那个秘宝 便是遗失在此地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我可真是走运了 那可是连志尔尊都未知疯狂的秘宝 得到它 我的战力会瞬间上升数个档次 岂时整个下界 我便再无敌手 就算是有不死之神的江雨 也拦不住我 我得抓紧时间 江雨恐怕也被卷入了灭境 在它察觉发现之前 我必须要夺得秘宝 灵气越来越浓郁 想必宝物就在附近 可了还没有被发现 那是 难道说那便是传闻中 造化神器的胚胎 与天地精华而形成的造化神器 可是连先王强者 以梦寐以求的至高宝物 造化神器 会随着使用者的实力而强大 更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成 最适合持有者的模样 只要有了它 待我的修为恢复到巅峰时期 连先王都奈何不得我 他是我的了 好强的冲击能量 是我大意了 果然不愧是造化神器 所外移的能量形成的屏障 若不是圣人镜以上的修为 恐怕不可能破开 以我目前的修为 想要破开屏障得到神器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恶 难道宝物就在眼前 我就要这样与他试着交臂吗 我不甘心 一定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岂然让我遇见 这神器与我必定是有机缘在的 江宇 这小子怎么也来从这呢 到了 浩天说的果然不错 灵力最充裕的地方就是这里了吗 云中圣 他也在 他还没有成功得到宝物 看来我并没有来迟一波 是你小子 这小子境界虽然不高 但从我跟他交手数次 却从未讨到半分便宜来看 绝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主 况且他一身神鬼莫测的功法 眼下还是不要与他产生正面冲突为好 哟 怎么 你不会要在这里跟我干架吧 以你的实力 我的不死之身 在这灵气充沛之地相互交手的话 根本分不出胜负 何必浪费时间 哼 说的没错 不过想不到你小子一介后辈 居然也同小秘境的秘密 不过这秘宝 你就别想了 你是不可能得到的 哼 我试试又怎么知道呢 哼哼 那你大可一试 能看这小子吃鞭 倒也算一件乐事 这小子桀骜不逊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说不定还能利用神器反射来对付他 这就是秘境中的神器吗 这就是秘境中的神器吗 这里的灵力流动 仿佛有着某种规律 莫非是先天形成的阵法 如果是阵法的话 果然 你 什么 那小子居然能破解这屏障 赤黄至尊的传承 不死至深 怎么什么机缘都跟他有关 不能让这小子得到造化神器 否则我就完蛋了 请云章 天才地宝能者得知 看来你没有那个机缘啊 宝物是我的了 想不到竟有人能通过屋的先天大阵 凡人 如所为何求 这是什么宝物啊 居然有自己的意识 无乃天地所运 神器胚胎 凡人 若是你能得到我的承认 我便可化为随你心意所变神器 只是在那之前 如要接受吴的考验 什么考验 放马过来吧 吴的考验很简单 只需要扛住吴的一成力量而不死 便可成为神器师储 一如现在的修为 根本不可能做法 若是如放弃的话 吴可以指引你离开历境 如何 我当时什么考验 让不死之身挑战不死挑战 这不纯送了 今天我吃定你了 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 开始吧 凡人 是自己的 愚蠢的凡人 不自量力 竟然妄想收服吴的造化神器 现在 我有资格拥有你了吧 没我所用吧 什么 竟然有凡人能抗住我的力 怎么可能 不 神器认识之后 我就会消失 不 我不想消失 原来如此 这造化神器居然诞生了自己的意志 现在神器任我为主 原本天地孕育的意志便自然消散 而我将在造化神器中孕育新的意识 新孕育的气灵 只会服从于我的意志 气灵 凝聚 怎么回事 有一股略略的意识在与我沟通 是新的气灵吗 它在与我沟通 随我的心意去变换自己的形态 而我作为它新的主人 我的诉求决定了它今后演变的方向 拥有不死之身的我 已经不需要任何防御 若是有一件攻击方面的杀器 对我的实力提升作用最为显著 好 就这么决定了 神器炼成 不好 它正在炼化神器 该死 怎么什么便宜都让这小子占了 要是这小子成功烈化了造化神器 我就完蛋了 绝不能让它成功烈化 否则必将阻碍我仙剑大祭 主农长 找死 去 这什么 全力一击催动仙剑武器 就算是同阶强者也得赞毙风鲍 居然这么轻易就 看来传说是真的 造化神器的威力果然害人 必须叫它强盗手 再想办法裂化 本作就无限 倾尽我的金蟹元神 借主宰之力 支付不了你一个区区造化神器 拿来 本作成功了 本作终于成功了 神器是我的了 果然不愧是造化神器 为了降服你 本作损伤了无成修为 江云 谢谢你帮我炼化造化神器 为他人做嫁衣的滋味怎么样 看在你如此助我的份上 本作今日饶你不死 告辞 天真 造化神器已经认主 岂是你一个主宰镜 能抹出印记的 不过我没想到的是 造化神器的威力居然如此巨大 而且那云中圣 为了夺得造化神器 竟然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牺牲 不过可惜的是 造化神器和我的关联并没有切断 只要我心念一动 他反而会成为云中圣的累赘 奇怪 江云那小子没有追上来 我现在修为大损 按常理来说 他应该对我成生追击才对 可如今他神器被夺 却一点都不着急 莫非有什么阴谋 这是 这造化神器 怎么会如此之重 本座已经拥有一扇天海之力 居然会被一把武器压得起不了身 嗨 堂堂主宰镜强者 居然如此狼狈 真是有意思极了 是你 是你在搞鬼 我可没做什么 只是造化神器已经被我完全炼化 任我为主 心意相通 若是有人想把他从我手上抢走 我只需要一个意念 便能让他回归 就比如骗你 啊 不 造化神器是我的 你不能把他夺走 什么 不 这不可能 这么短的时间 这小子居然就和造化神器 建立了心意相通的关联 果然 神器中新诞生的气灵 只会任我为主 除非我死去 而我是不灭的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人可以从我手中夺走神器 云中盛 你的死器到了 你强行压制造化神器 已经本源受损 今日 我定要将你斩杀 狂妄 总是本座本源受损 你区区一个洞天镜 想要伤到我 简直天方夜谭 况且 你真以为本座 没有别的底牌了吗 此胆乃是心缘胆 能迅速恢复我的伤势 江鱼 既然我强夺不了造化神器 那么就将你一同拿下 如此一来 造化神器还是本座的 感到荣幸吧 江鱼 这些底牌原本是用来对付大陆上的其他强者的 想不到居然会用到你这样一个无名小卒身上 不过 为了造化神器 一切都是值得的 垂死挣扎 造化神器能随我心意转换能力 如今还没有完全进化完成 也好 就让它在这一战完成真正的进化 给我惊喜 神器开光 好恐怖的气势 造化神器开光需要强大的力量 至少需要数以照记的灵石 这小子居然以惊血为造化神器开光了 真以为自己的惊血是无穷无尽的吗 我这个乖乖 这管人真是无底洞啊 我被他吸收了上千条命的惊血 也才勉强让他开光发挥出一部分真正力量 若是要彻底让他开光 怕是几百万条命都不够 神器开光后 威力不可不量 尤其是这枪间的蜂蜡 似乎轻轻一划便能划入空间 也好 就拿你这个主宰剑强者来计枪 要来了吗 造化神器威力究竟多大 我心里也没个底 等下不一遇这小子近身 当以境界优势远程压制 仙器万一无疆 发挥群物威力 足以镇压圣人 本是用来压制大陆上的那些老古堵基隐 是强者 现在看来 拎在这小子身上也不算亏 万一无疆只有一次机会能困住敌人 必须一击必杀 拿命来 主宰剑异 可恶 主宰剑对空间掌握的程度确实不好对付 我的动天之力已经相当于动天境极净的三倍 面对他的压制也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造化神器似乎能破开云中上的空间之力 就利用造化神器之威势 破开他的际欲 这不可能 我可是主宰剑中期的修为 动天力量比动天境巅峰强了十倍有余 怎么会被他给破开 混账 本座真的拿你没办法了吗 既然你一心找死 本座就撑去你 万一无疆 那是 不好 这个法宝再释放一股吞噬能量 应该就是传闻中的封印型法宝 若是被吸入其中 想要脱困就很难了 江云 总是本座杀不死你 却能封印你 就算你有不死的体质又如何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去吧 这不可能 万一无疆可是中品仙气 怎么会如此轻易就 就算造化神器的威力远远大于仙气 可这小子能催动几分威力 哈哈 云中尚 你想不到吧 看来还是我的兵器更胜一筹 看来是我低估了造化神器的威力 哪怕这小子只能催动万分之一的力量 神器的威势也不是我能阻挡的 完了 这小子本就难缠 如今又得到造化神器 攻击力得到了质的提升 怕是圣人不出 无人能治 他在这一界已经几乎无敌 金中尚 我说了 今日我必杀你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就都用出来吧 江云 你是非要跟我评个你死我活了吗 我被赤皇至尊镇压万年都未曾死去 还怕了你一个后辈 来赤 你的死期到了 缺取之命伤 主宰剑强者虽不能滴血重生 但也不是这么轻易就会死去的 果然不愧是主宰剑强者 受到如此伤势 居然还生龙活虎的 必须赶紧不到 什么 这该死的东西居然在汲取我的本源之力 我怎么能被区区一马兵器吸收 冬天之力 你自动 连冬天之力也无法催动了 这就是造化神器的 这家伙居然这么邪门 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打了个宝格 多亏有你 不然以我现在的境界 对付这种级别的强者 是不可能杀死对方的 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仙将级别强者 经验值加十亿 什么 十亿 我的天 看来这家伙原本的境界极高 虽然现在的修为只有主宰剑 但系统就按照他原本的修为 结算了经验值 十亿经验 能将我的修为提升到主宰剑终极 而且能将玄武真经提升到第九重 肉体比肩圣人 若是此刻升级 我怕是直接无敌了 就算是圣人出事 我也能有自保之力了吧 升级 这就是主宰剑终极中期的修为吗 力量比动天性巅峰时提升了十倍有余 现在的我若是再对上云中圣 就算不用造化神器和自豹的手段 也能在三招之内就秒杀他 终于 我终于真正无敌于这一界了 只有传闻中的至尊先人 才能对我造成威胁 接下来就是平推灵霄圣地 彻底了结这一段宿愿了 小子 灭掉一个圣地 可不是小事 你真有把握吗 怎么 你怕了 怕 我是怕你死活的血 见我脸上 我吞噬了你刚给我的 几枚妖王妖和 所以我已经恢复到了 主宰境初起 有何惧怕 只是灵霄圣地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是的 灵霄圣地一离不倒多年 绝对不止明面上那么简单 我虽然在羽儿的帮助下 成功炼化了老祖的洞天之力 突破到了主宰境 但一想到 要对付灵霄圣地 依旧感到有些不祥的预感 你们放心 棘手的人就交给我来对付 我有十足的把握 推翻灵霄圣地 你确实是个 不可以用常理估量的人 好 本大爷就陪你疯狂一回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战力用的项 是时候把他接回来了 之前被灵霄圣地追击时 南宫燕在此地 感受到了五毒教老祖的呼唤 五毒教老祖 数千年前也是个人物 修为接近圣人 不知道南宫燕 有没有成功得到他的传承 要来了 天哥 还有你 江宇 不好 他破除了我的倒心肿磨大法 大家小心 淡定 淡定 大哥 小心 辛苦了 燕尔 你在这里 想必吃了不少苦吧 为了能追随天哥 一切都是值得的 What the fuck 这什么阵开 是我帮他解除了某种 不过你放心 燕尔啊 心是向着我们这边的 之前他为灵霄圣地办事 只是迫于他们的强大 他也没计较你之前控制他的事 是吧 燕尔 是的 天哥 呃 他们两个 他们 这个 呃 好了 有时候爱的力量 就是这么神奇 宇儿 你要多学学人家 也好让维师 早点抱上徒孙 既然大家都会合了 那我们已经完成了集结力量的前期准备 是时候 开始下一步了 宇儿 大家小心 此地已经接近灵霄圣地势力范围 灵霄圣地有七大附属宗门 我们五毒教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宗门的老祖都曾经和灵霄圣地抗争过 也诞生过半圣级强者 但无一例外都被打败了 成为他们的下属宗门 我选我们老祖也是半圣强者 最后同样败给了灵霄圣地 能击败半圣强者 却被一拳仙界转生之人给控制住吗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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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中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也只是了解些许而已 小心 有强者正在靠近 是灵霄圣地附属宗门的人 还有圣地分部的长老门 数量居然有三十多人 这仅仅只是灵霄圣地的外围势力 上主有令 斩杀将军一伙 六大副祖宗门遵尊圣主凡使 三十六副祖宗不遵尊圣团使 天罡大阵 杀 杀 你们都退下 让我来 小子 就看你表演了 好 你小心 何必死在这儿了 虽然你不会死 神器显现 洞天境 曾经高不可攀的强者 现在不过罗伊尔 天上天下 唯用我独尊 一枪诸神 给我死 怎么可能 区区一个江雨 怎会有如此实力 撤 不自量力 区区洞天境 也敢阻碍我 江雨的实力 居然如此恐怖了 原本我觉得 天歌对他过于包容 还心有不分 现在看来 天歌的选择果然明智 这小子的实力 比数日前 强了十倍不止 果然是个怪物 有事有余 强者风范 比之当年的老祖 还要更强 语尔已经有如此实力了吗 怪不得有底气 灭了灵霄圣地 我们走 目标 灵霄圣地 想不到三十六名 洞天境强者 组成的天刚大阵 居然连斩茶时间 都没撑到 有趣 看来云中上 也是死在他们手上 能破了天刚大阵 他们的确有着实力 于二 三十六天刚大阵 不过是我圣地的 第一种手段 我圣地还有一百零八位 洞天境巅峰的浅修长老 他们组成的天元大阵 威力是天刚大阵的十倍 能抵挡半圣境强者 你不必夺虑 好 父亲 你这就去安排吧 是 先尊 你真的相信灵霄圣地的正法 能挡住僵与他们吗 就让他试一试吧 对付区区一个下界蝼蚁 本座要看看他 有没有让我出手的资格 诸位长老 今日乃是我灵霄圣地 前年以来的又一次大劫 在这东狱 有无数人曾挑战过 灵霄圣地的地位 其中不乏半圣强者 告诉我 他们的下场是什么 死 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挑战者 杀 今日 就让我们迎接新的挑战者 我要让整个东狱知道 我灵霄圣地 是所有宗门不可逾越的山峰 不可逾越的山峰 是吗 江羽 是你 那么今日 我江羽就拔了你这所谓 不可逾越的山峰 狂妄 决于小辈 让你见识下圣地的实力 江羽 小儿 能死在我灵霄圣地 天元大阵之下 你也算不枉此生了 你们这些老头 可真是会自吹自雷啊 依我看 能让我江羽 亲自出手斩杀 你们这些老头 才应该是有感激涕灵才是 至于阵法嘛 会依赖阵法的 不过都是些 弱者 动天展开 不好 此几个动天之力 已经比你胜任 诸位长老小心 也有天元大阵 何你抵抗 持心妄想 萤火之光 也配与日月争辉 神枪 破 啊 这是什么兵器 居然可以破开天元大阵 不好 我等要被动天息落 你虐于此了 来吧 我的朋友 一技当先 神党杀神 难我折 死 江羽正在前方冲杀 我们封锁万围 不要让漏网之鱼出现 放肆 江羽小二 接我一招顺杀大法 顺杀大法最高境界 高御杀 啊 来得正好 你现在有阵法加持 实力接近胜利 值得我用一点真实实力对付你 那你可不要死太快了 玄武真净 青龙变 这么多动天镜加持一个主宰镜巅峰就只有这么可悲的力量吗 什么 数千年了 本座凭借这一招旗杀过无数半胜强者 竟然会 看来我们都低估了这个小子 可惜 老夫明白的太晚了呀 元 人快逃吧 快逃吧 灵霄圣帝 千年圣帝 居然真的就这么灭了 不 远不止这么简单 现在 还只是个开始呢 说的没错 真正的大战要来了 燕尔 江羽的师尊 你们退下 接下来的战斗 不是你们能插手的 死骷髅 轮到你了吗 江羽 想不到你能成长到如此程度 怎么样 你不如不加入我们 以你的实力加入星界 起人徒无量 我会告诉你这个世界真正残酷的真相 包括那些远古至尊死亡的真正原因 少废话 上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势力 已经成为我的枪下亡魂 死骷髅 你也要试一试吗 不知无畏 明顽不灵 有点力量就捧着着无知生灵 说到底也不过尘尸这种程度的生物罢了 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恐怖 好快 你一时大意 没能阻拦 浩天 你带着师尊和南宫燕离开此地 接下来的去交给我了 看来的确只能这样了 下午三人实力不济 倒不如及时撤退 免你后顾之忧 大哥 你自己小心 让这些老蚁先离开吗 好吧 本王就如你所愿 你知道本王为什么不在意放走他们吗 为什么 因为本王想要杀他们 如同探囊取物 一个念头便可以做到 一群老蚁而已 根本不值得本王出手 是吗 我不信 因为在你动这个念头之前 我就会先把你那张臭脸给打爆 妈妈没有告诉过你吗 你的脸很欠揍 妈妈 妈妈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妈妈 小子 废话少说 请战胜我的法胜天地吧 这里挡挡死去的生灵好多 各个都对你充满怨念了 正好实施这一招 死记黑眼 好浓烈的死记 这家伙是由尸体上诞生的生灵 能操纵死记也不意外 这一招 恐怕我使用青龙猎也接不下 正好直接杀了足够毒的强者 加上之前没用完的经验 足以让我再生极一次玄武真经 玄武真经第十仇 突破 当喜宿主突破玄武真经第十仇 神功大成 解锁特殊能力 神力觉醒 下一阶段 玄武真经突破十二重时 可解锁特殊能力 召唤神兽之身 神兽之力吗 正好试试 神兽之力 如雀变 那是和世皇之尊一样的火焰 神族之火 不可能 区区凡人 咱们可能觉醒生 骷髅王那个家伙 实力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 这下那小子死定了吧 就算是不死之身 在这疫情之下 大道都要磨灭 那小子应该死得连扎都不胜了吧 是吗 还恐怕又让你失望了 你这骷髅死了上千年 尚且存有一只狗活于世 我江雨又岂是这么轻易就被斩杀的 不过 这就是你的权利吗 简直就像三岁小儿的拳头一般稚嫩 请问 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 什么 你 毒药啊 这小子的有预计中求我太多 气 人 我发现天地居然会被 别太嚣张了江雨 王怎么可能会输给你 神兽之力 龙圈 怎么可能 这股力量 我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 原来是你 竟然是你 你明白了什么 原来赤皇至尊等待的不是他的转世之身 而是你 觉醒了神兽之力的预言之人 你在说什么鬼话 嘿嘿嘿嘿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不过那可是条艰辛的路啊 江雨 我输了 不过 你接下来的路上 可是有着更多 比我强大千倍万倍的敌人 你就做好准备吧 哈哈哈哈 江雨 喂 你把话说清楚 自爆 不好 这自爆威力确实够恐怖 你我如今的修为竟然也被逼死了一次 那你是 居然在威力这么强大的自爆下还能安人无恙 看来圣地中还有高手 实力只怕还在死骷髅之上 到底是什么人物 开死我 出来 什么 这一击好歹有我三成功力 竟然就这样被轻易划解 虽然我现在没有使用玄武真经强化 但居然仅仅一招就被对方秒杀 此人实力不可估量 至少比死骷髅强十倍 难道对方的实力已经逼尽至尊 先前从未听闻 灵霄圣地中有这等强者的存在 事情果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达成 哈哈哈哈 江雨 你就只有这么点能耐吗 太让本座失望了 是 是你 怎么你似乎很意外 还是你觉得我早就该神魂泯密 不该留存于世了 方星雨 你居然未死 我还要感谢你 江雨 若不是你当初将本座打到重伤捶死 本座还不会这么快觉醒前世一世 或许本座这一辈子至死都不会觉醒 天真的以为自己就是这灵霄圣地的一个庸碌 无能的小角色 可惜呀 是你推动了这一切的发生 包括你玄武门众人的死 嘿嘿 说起来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 啊 你闭嘴 我真是后悔 当初一念之善 早知今日 当初就该将你错骨扬灰 永绝后患 你说前世一世 难道你是某个大能的转世之身 如此说来 你会有如今这等实力 倒是不让人意外了 不过 你身为圣地圣子 居然能眼睁睁看着我灭了圣地也不出手 你还真是能坐得住啊 我有点好奇 你到底是哪个强者的转世之身了 哈哈哈哈 江雨 你以为你真的灭了灵霄圣地吗 我是该说你天真呢 还是该说你愚蠢 自以为是呢 灵霄圣地的真正体育 可比你想的还要庞大 在这底下还有无数老古董沉睡 他们的实力虽然相较全盛期的本作不值一提 但放眼这一届 都是拥有足以灭世实力的强者 至于本作的身份 你死之前我会告诉你的 是吗 入死谁手还未尝可知呢 你的实力我大事也有评判 大约相当于圣人静中期 虽然够强 可要想赢我啊 还是太天真了 秘法嘛 的确将实力提升了几个档次 以你主宰静中期的实力 能将力量提升到圣静初期的水平 的确让人惊艳 难怪能击杀骷髅王 你以为四象拳 太弱了 你当我还是从前的那个方星雨吗 这点力度还不够给我挠痒呢 什么 无量重月 怎么 我才用了异常力量 你就受不了了吗 果然 人类的力量还是如此的渺小 竟然还一想天开 妄图事先 真是可笑 又可怜呢 身体 动不了了 他的实力远不止圣人中期 只怕 只怕已经接近至尊 不愧是有着跟赤皇至尊一样体质的人 被相当于一个小世界的重量碾压 居然还没有死 那么 再加上几倍力量 你还能承受得住吗 可恶 实力差距太大了 此人有如此实力 只把这个大陆车所有的强者加起来都无法战胜他 或许只有一些隐识不出的强者们和他分庭抗礼 难道 难道他是先接大门的准势 看来只有自爆才能破解这招了 垂死挣扎嘛 有趣 本座给你这个机会 看你这弱小的蝼蚁 要怎样挣托我的闲门秘迹 气息居然还在 这也是某种秘法 或者是什么特殊的体质嘛 这些血雾中 居然有那小子的气息 是类似滴血重生的手段啊 有趣 哪能那么容易让你复活 我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不死之身 出来 本座将你的部分血肉传送到一空间 看你还能不能复原 去 从此一来 就是你的体质在那天也恢复不了了吧 江宇 江宇 看来你也不过只是一个特殊一点的蝼蚁罢了 好了 最大的阻碍已经拔除 剩下要对付的就是其他三大圣地和些老古董了 在那之前想要去解决江宇的同党 我去 我还以为我要翻车了呢 想不到这样也死不了 不死之身也太牛了吧 这个鬼地方与外界隔绝 方星宇肯定以为我死了 不过这会儿也强得太离谱了 我得升个级再出去 沙子骷髅王后 我又获得了不少经验 比沙子云中圣时还多几位 这些经验足够将我的修为提升至圣境中期 并且将玄武真经和圣体凡心诀 提升到第十二重境界 这 好强的力量 这是什么恐怖的力量提升幅度 现在的我只怕吹口气 都能碾压之前的我了吧 这力量也太强了 我甚至感觉我全力一击 这个世界都承受不住 这已经是至尊级别的力量了吧 难怪说远古时期的至尊竞强者 都要到域外星空进行战斗 因为若是全力出手 只怕会让一方世界直接崩溃啊 哈哈 管你什么转世之身 你爷爷我现在三拳就能打到你永世不得超生 什么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江宇 你没有知道这些的必要 至于原因 在你死之前 我会告诉你的 竟敢反逢反作 吵死 大忌灭掌 太弱了 怎么 你的实力只有这种程度吗 还给你 这小子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了 对了 这小子还没有使用秘法 这 这怎么可能 没有使用秘法提升力量 仅仅是常态就如此战斗力吧 它是如何做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提升这么多力量的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区区一个废物 江宇 不过是一个注定被我踩在脚下的渣仔 我怎么会输给你 我不能接受 哎 小子 闹够了没 你 弱 太弱了 不 应该说是现在的我太强了 你连做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 不去啊 我可不喜欢蹂躏弱者 那么 送你上路吧 你说谁是弱者 区区下街的渣仔 若是我有全盛时期的修为 捏死你如同蝼蚁 岂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 飞龙神掌 小巴 灭 边缘星宿阵 想杀我 不可能 万座是万劫不灭的 啊 万劫不灭 哈哈哈哈 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简直可笑 啊